Chapter 1中语 逃避是一种正当防卫的心理 有不敢面对的事 不敢面对的人 不想面对的结果 想躲掉 觉得一切安全了 保护了自己 或许还想保护 这种想法 也许有些混淆试听 可能事实是 只想保护自己 却切实地伤害了 我无从讨证结果 因为最初逃走的时候 是抱着要逃彻底的想法 再又回到故土的时候 连当初抱了何种想法 似乎都有些记不清了 可是我为什么又回来了 为了生计 对 这是一个很正规 正常又正确的理由 就是为了生计 为了混口饭吃 所以我又回来了 我不过是陪着我的 法国老板来出一趟公差 我还会走的 很快就走 我离开这里太久了 如今在这个城市里 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这里一切的一切 看起来都变得那么陌生 我想我已经适应不了 这里的生活 和略微污浊的空气 还有那来来回回 急匆匆行走着的人们 以及那些川流不息的车辆 我需要一个好的自然环境 需要健康 我要保证我自己 每天一睁眼 还能看到早晨出生的太阳 我的妈妈还在法国 焦急地等待我快些回去 我们要相依为命 我要陪伴她 度过一段快乐的晚年时光 在和我的法国老板 去酒店的路上 我的内心想着这些 一遍一遍地告诫着自己 我想的实在是有些多了 瘦大的红木谈判长桌 瞧起来是很厚重的石木声音 精致的黑色唇皮座椅 让我坐进去 感觉自己也像位商业巨哼 我想 这公司的老板 也许不是什么商业巨哼 但是我不得不说 她的这个谈判会议室 装修得足够奢华了 还好不是浮夸 不然我的法国老板 会把她的两个嘴角 撇在后脑勺重叠到一起 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中国人很有钱吗 她总是一副阴阳怪气的嘴脸 从我第一次去应聘工作 就见识过了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 应聘她的助理 她的眉头皱得 像是一团用过的手指 嘴撇得像我刚刚提到过的那样 然后就说了句 你们中国人不是很有钱吗 起初 我想我并没有抱有什么 不善良的想法 我把这句话 想象成一种赞美 是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我觉得我的回答巧妙 不卑不亢的 哦 亲爱的 那你一定不在其中 不然你怎么会穿着 上个世纪 Dolce与Gabana设计的 亚麻套装 站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猜想 你这是在二手艺店里买的吧 老玻璃 她说完那句话的时候 这是我内心冒出的第一个名词 我很确信我的判断 在她用微翘的兰花指 指了我一下之后 我确信她是个全方位老兽 一个五十多岁 长着花白头发的法国老gay 对我穿着品味的挑剔指责 而她接受了如今的一部分中国人 确实很有钱的事实 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 她雇佣了我 而我被她雇佣了 因为她急需和那一部分 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做生意 把这个在她口头里 是法国奢侈品二线领头羊 而实际上 顶多算是个三线中 留抵住的自创品牌 推广到那个新兴的势头 不可阻挡的消费大国去 她需要一个既懂中文 又懂法语的人做秘书 而她开的工资 我想一时半会儿 也只有我能接受 我觉得我的条件很好 我在法国寻找工作的时候 时常做这样的自我心理建设 我的法语大部分法国人 都能听得懂 而我的中文 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明白 我有一个奢侈品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我很自豪 我用了几乎八年的时间 把它读下来 而大部分的人只用两年 毕业的时候 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大力甩着我的方形硕士帽 努力地跳了一尺 高喊着我毕业了 我跟我的母亲说 如果我现在死了 就把这张带着方形硕士帽的照片 当作我的遗像 一向所有来给我鞠躬的人证明 我曾是个文化人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了 在我的老板 撅着她涂满唇蜜的嘴巴 用她微翘的兰花指 指着我要说你们中国人 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的时候 她就那么适时地被打开了 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当然看到走进来的 三个中国男人之后 我刚刚松掉的这口气 又被提了起来 谢盈 三秒钟的定格时间 其中的两个男人 几乎一口同声地 喊出了我的名 另外一个人没喊 只是微眯了一下 她狭长的眼睛 什么时候回来的 站在左侧戴着黑矿眼镜 面容白皙的男人 洋溢着开心的微笑 我感受到了 她略微欢快又激动的心情 昨天下午刚到 走的时候不说 回来的时候也不说 你呀真够行的 不过感觉你没怎么变嘛 就是瘦了好多 站在右侧的男人 也有些激动地开口了 我能感受到 她掩饰不住的喜悦 是的 此时我的内心也很澎湃 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 克制自己 比如 把我在发抖的手指 藏在桌子下面 让我抖动的嘴角 保持住上扬的微笑 我需要装得很淡定 做到了吗 我一直觉得 我的法国老板 是个耿直的法国老gay 浑身保持着 设计师的艺术气息 在他觉得你做得 特别不对的时候 会毫无保留地羞辱你 以体现他是个道德 情操 观念都凌驾在你之上的人 他藐视金钱 比是一切富有 铜锈气味的东西 而他告诉你 他之所以期望 自己的公司 能有更好的发展 是希望他能让自己 高贵的灵魂 被全世界的人民感受到 当然了 他所有高贵的灵魂里 不包括美色 是的 这个豪华的谈判会议室里 此刻充满了 多种复杂的情绪 比如 久别重逢 故人相遇的激动欢乐 还有欣喜 我假装淡定的死撑 以及我那拥有 高贵灵魂的老板 对于对面坐着的 那个平静道 如镜面湖水般 男人的一见钟情 我几乎都能听见 推了那个坐在中间的 平静男人 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开始吧 顾明的脸上挂了点微笑 只是微扬嘴角 这个微笑 他送给了我和我的法国老板 我听见了坐在身旁的 老g的呼吸声都加重了 这不怪我的老板 顾明的微笑太过魅惑 配上他狭长的眼睛 微微上扬的眼尾角 直挺的鼻梁微薄的嘴唇 如果我根本不认识 他我也一定会认为 他此刻是在勾搭我 我现在有点同情我的老板了 公司的人说 他半年前被男朋友甩了 心情很是沮丧 逮谁骂谁 他太久没男人了 他太需要被男人压了 你们认识吗 很熟悉吗 我的法国老板很急切 他需要知道 我到底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并不是太熟悉 很小的时候 我们是邻居 住在一个楼里 我用我半流利的法语 跟老板解释着 我想 我不能跟他说 我跟对面那三个男人很熟 特别是中间那个 以我老板喜怒无常的皮性 他要是突然安排我拉皮条 我可干不了 我老板的神情里 有一点点失望 顾明此刻笑容全无 他是一黑矿眼镜男 把那份很厚的合同 以及代理企划书递了过来 上面写着 明腾磊商贸有限公司 我的内心泛起一阵酸楚 想着自己 如果留在中国 这公司的名字上 也应该有我的名字吧 脑子里突然回想起 我们俩在傍晚时分 走在大学校园的路中间 手牵着手边走边晃动着 勾画着未来一起创业的美好蓝图 比如 他会跟我说 将来有钱了 我把学校后面那条 接上你 喜欢吃的小吃摊都买下来 让你随便吃 顾明还时常会高喊 走在宽敞的大道上 搁拉着你幸福的笨小康 要不然就喊 我跟我老婆走中间 极度的人全给我闪两遍 那个时候的 我们就大啦啦地走在路中间 无视一切汽车的鸣笛 和自行车的铃声 以及人们用嘴喊着靠边的话 通常也会有人从我们身边绕过去 按下车窗 或者转过头来叫骂一句 我们俩会相视而笑 然后几乎一口同声地说 他极度 后来流行的一句话 二缺青年欢乐多 大概就是指 那时候的我们 可欧 我的法国老板 声音很大电 在喊着我的法国名字 我突然回过神来 在想什么 我已经喊你三遍了 哦 恍如初醒 我的老板 把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公司宣传画册 和一份带领他品牌的公司 能为他做到的事情 厚厚的一大落拿给我 他示意我递过去 嗯 我就是来干这个的 他是老板 我是秘书 我把那落厚厚的东西 推到了顾明的面前 为他讲解着 顾明接过那落东西 拿着那本产品画册 随手翻了翻 面无表情地扔在了桌子上 翻开的那页 是个绝美外境难膜 胸肌腹肌美不胜收 皮肤光滑的发亮 棕色的头发 棕色的眼睛 和下巴上隐隐的胡茬 他赤裸着身体 一条腿 踩在一个复古的凳子上 用一只手挡着丝处 另一只手的手肘 拄在膝盖上 上身斜跨着一条皮带 整本画册的创意 全是我老板的idea 比如此刻 晾在顾明面前的那张照片 老板为我解释着 就算男人一丝不挂他 还是需要一条裤腰带 我心里琢磨 估计是他需要这条裤腰带 他多么希望那裸体男人 把腰带解下来 啪啪啪地抽他 我看这张图时的感受 是很想从腰间抽出把枪来 朝他喊我要消灭你 也许这就是一个设计大师 和一个平民的差距 此时此刻 我的老板非要把这本画册也递出去 也许是想对顾明做某种暗示 我要吸烟 顾明的声音传了过来 声音不大 语气很坚决 一点都不像是在征求别人的意见 倒像是在通知别人一声 不过他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 哦 我想我应该把这个翻译给我的老板 顾先生想吸烟可以吗 当然 我的老板带着笑点了点头 是的 他很开明 他在来中国之前 还朝一个躲在一楼女侧里 吸烟的员工大吼大叫 说他燃烧了地球污染了灵魂 以至于他坐在五楼的办公室里 闻到的烟味 已经让他多年不犯的哮喘 要开始发作了 其实那女员工 只是从一楼上来 不小心从他的身旁经过而已 顾明还没等我老板说 当然的时候 就已经把烟拿出来了 还有那只多年不见的 同色复古打火机 那是我送给顾明的 二十岁生日礼物 是在学校后面的小店里买的 世界二手品 我才是个脏物 不然这个牌子的打火机老板 不会只卖我八十块钱 但是八十块钱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已经很多了 顾明很早就吸烟了 多早 起不清了 我是反对他吸烟的 反对了许多许多许多年 一直到我离开这里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要送他打火机 只是看见了 觉得像是个好东西 我又能承受得起 而他刚好又用得到 所以就买了 那是一个好投资 后来那款打火机绝版了 他的价钱翻了十倍 顾明吸烟的姿势很优雅 细长的手指 微微夹着香烟 很随意地放在桌子上 这让我很困惑 优雅这个词不属于他 从来都不属于 他这个人很邪气 从骨子里往外地挟 用坐在他旁边的 哥们丁磊的话说 顾明就是一个 全世界最混蛋的玩意 整天干着 全世界最混蛋的事情 我想我懂他 我真的懂 我懂他许多许多的事情 和那些怪异的行为 因为我也是个混蛋玩意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在无数人的眼里是绝配 而我们彼此也这么认为 是不是觉得 终于有脸可以回来了 顾明的声音很细血 脸上还挂了点魅惑的微笑 但是他并没有看我 只是垂着眼 一只手夹着香烟 另一只手翻着另一本计划 我一时没有回答 有些发愣地看着他 只是觉得 那个无比熟悉的男人 那个极致邪气的灵魂 此刻又回来了 Chapter 2解雇 我还没想好 我要以何种角度 来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他是在讽刺我 或者是在挖苦 从我而时的记忆里 我们就是牵绊在一起 相互依靠 又无休无止争斗着的 两个灵魂 我甚至曾经想过 我们也许是一个灵魂 只不过被放在 男女不同的去窍之中 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彼此争斗 然后在争斗中前行 然后在遇到外敌的时候 我们又会合二为一 毕竟我们是一个灵魂 我是不是觉得 有脸了才回来的 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我觉得 此刻顾鸣有一种 高高在上的架势 自己似乎全然 被他踩在脚下 我们从来没出现过 这种一边倒的形式 我们都是在交替前行 把对方打压到 无翻身之力 不是我们的初衷 试想 谁会努力地 打压着另一半的自己呢 除非 他已经不把我看作是 另一半的他了 八年 八年里 我做到了什么 活着回来 一个硕士学位 和一口半流利的法语 八年里 他做到了什么 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 穿着剪裁考究的 阿玛尼西装 戴着低调奢华的 僵尸单顿手表 和我的老板 平起平坐的谈生意 我的老板还眨着 他法国老gay的大眼睛 期盼又焦急地 等待着我为他做翻译 我抬着眼皮想了一下 戴着柔和的微笑看着他 顾先生说 他很想知道 您是怎么拥有 如此完美的一张脸 而又在这个时候 把他带到中国来的 我的老板很开心 他听到我的翻译之后 哈哈地笑出了声 顾明也在笑 没有出声 只是表情更加细血了 我算了一下 我的老板开心了 没有五秒钟 然后他的脸就开始变色 从欧洲宗变成了青葱绿 还在缓慢地 向中国红转变着 顾明正在一边吸着烟 一边往老板热爱的 完美男模的照片上 谈烟灰 他连眼皮都不抬 还在翻看着 另一本计划书 真的 有时候我也认为 他挺欠抽的 比如此刻那谈判桌上 就摆着烟灰缸 离他的手不到十厘米远 他只需要转动手腕 就能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 可是他偏不 我想我懂他 他大概觉得 那男模太冷了 想替他加件衣服 但是我的老板不懂 他连骑马的尊重都不懂吗 我的老板是真的怒了 因为他 似乎已经明确地意识到 顾明是不喜欢男人的 我心里也觉得 他这么做有些不合适 我想我得出口制止他 顾明你不要抽烟了 我皱着眉头看着他 他终于 把他慵懒的眼皮抬了起来 好 他把燃热的烟头 按在了那画册难抹的脸上 然后把烟屁股扔在了画册上 他抬着眼睛看着我的老板 依然是满脸邪气的笑容 事实上 我突然发现 我对你的公司兴趣不大 你们的整体风格定位 都不符合中国市场 你提出的代理条件 我也觉得过于苛刻 其实我觉得 你的公司不具备这个价值 顾明说这个话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所有人里面 当然也包括 因为他在说法语 而且很流利 你呀这说的是法语吧 我听着就像 你什么时候偷偷摸摸会法语的 戴黑矿眼镜的男人 惊讶地问 顾明并没有马上回答他 他继续看着我的老板说 您顾的这位翻译可不怎么样 以后还是要擦亮眼睛用人 他在欺骗您不懂中文 还有 这是他叫我不要抽的 顾明说完话 用手点了点那画册 那意思像是我叫他把烟屁股 按在我老板心爱男膜的脸上 我老板的脸 从红色开始向紫色转变 他抓着衣领子 跌坐在皮沙发上 看着我一直喊着要 我慌忙从他的手袋里 把他的哮喘要拿出来 我的老板 说他二十年没发作过哮喘 基本算是好了 可是他刚到中国的第二天 哮喘病就发作了 我在琢磨 难道中国的污染 真有这么严重 你看看 你们俩干的好事啊 戴着黑矿眼镜的男人 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他连忙过来 努力安抚我的老板 然后又从外面叫了人进来 把他抬到了另一个屋子 让他平躺着休息 我有些沮丧地跟了过去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罪责 至于我何干 这都是顾鸣干的 都过了这么久了 似乎遇到这类事情 还是要把我们捆绑在一起 似乎我们是道德没有下线的男女 我的老板很快恢复了 他一能好好呼吸之后 就立刻从沙发上窜了起来 朝着我大喊了一句英文 You'll be fired 我想 他是真的怒了 我把一个法国人 都逼得说英文了 生怕我听不出这句话 是有多么霸气 我没有反抗 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其实我就算反抗 也没用 而且 如果这是顾鸣帮我安排的结局 那我接受 八年后 我又不声不响地 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我还能期盼什么 他们还算礼貌周到的 把我的老板送了回去 而我表现的是 那么不以为然 毫不在意地离开了他的公司 我刚走出楼没多久 就听见有人喊我 我回过身的时候 看见院藤带着点 歉意地笑走了过来 在他遥远的身后 站着顾鸣和丁磊 这场景和我们小时候的格局 没什么变化 在我和顾鸣闹矛盾的时候 丁磊总是站在顾鸣的一方 他要照顾兄弟情谊 而院藤似乎更在意我的感受 这也是平衡 势均力敌 谢燕 你别生顾鸣的气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还不了解他吗 我当然了解他 了解得通通透透的 所以我 确实没生气 唉 其实我也是多余 咱们四个从六岁就认识了 在一个院子住 一起长大 谁不知道谁啊 我们说谁了解顾鸣 都没有你了解 我想 有时候 也许是我们不太了解你 那时候你说走就走了 顾鸣都疯了 你刚走的时候 他也确实挺难的 所以他 院藤游游片刻 算了 他的事叫他自己跟你说吧 我不说他 我就说我自己 你突然走了 连我都傻了好几个月 那个时候 他们说你出国了 连你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你去美国找你妈了 可是后来 你怎么又去了法国 院藤做了个深呼吸 好多好多问题 想问你 既然回来了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咱们不会连一起吃饭都不行了吧 院藤的声音 一如我当初离开的时候一样温柔 句句都能亲人心脾 我靠不去拥抱了他 把我下巴煮在他的肩膀上 院藤 好想你啊 这话说的有些煽情 但是真的是实话 我真的很想院藤很想丁� 还有很想 很想很想很想 顾鸣 院藤终究抵不过我的柔情 他愣了一会儿 也伸手轻扶了我的后背 小颖 我也很想你 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我离开她的肩膀 我离开她的肩膀 带着笑看着她 不去了 我刚回来还在倒时差 头晕晕的 我回老房子看看 睡一觉 你们应该都不在那住了吧 嗯 我们都不在了 顾鸣也买新房子了 挺不错的 你有空去看看吧 嗨 我也不是主人 我替人家瞎邀请什么呀 你有空去我家看看吧 估计我爸妈再见的 也会高兴的 咱们以前的老房子 基本都出租了 老邻居也没几个人了 你们都过得这么好 我真高兴 我可能看不了你爸妈了 过几天我还得回法国呢 你还要走 是啊 在这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这话让顾鸣听了会伤心的 我朝怨腾笑了笑 那你别告诉他 我挺累的 我先回家睡觉了 怨腾是个好人 我很早就知道 我们四个人里 他的家境最好 和我们这三个人相比他 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了 我们都叫他茶叶小王子 他爸在茶城包了一滩 足有三平方米 卖茶叶 隔三差五地怨腾 就给我们发茶叶渣子 比如满天星之龙井 满天星之碧罗春 满天星之铁观音 满天星之大红袍 我们都欣然接受 白给的 我们都特新鲜 然后我拿回家给我姥姥 顾鸣拿回家给他妈 丁磊拿回家给一家子人 只要是他爸清刚的日子 我们就有茶叶渣子可以领 怨腾把那些渣子 包在小纸包里 递给站成一排的我们 每次他给我的 都是最贵的 嘴里还会阵阵有刺 小尹是四十块的渣子 风鸣是三十块的渣子 傻里是二十块的渣子 这种习惯 一直持续到我们高三 即使通货膨胀到 我是四百块的渣子的时候 也仍在继续着 当然对于每次我领到的 总是最贵的渣子这件事 常常遭到其他两个人的质疑 怨腾的解释是 人家是女孩子 顾鸣给我分析的是 他是在骂你 说你是大渣子 我们俩都没你渣 怨腾是个厚道孩子 比他爸厚道 他爸是个名副歧视的奸商 比如他爸嫌茉莉花不够香 常常往茶叶缸里 喷点茉莉花味的空气清新剂什么的 所以满天心之茉莉花 是没人要的 我怕一不小心把自己堵死 在我分析自己 总是得到贵渣子原因的时候 我想可能是怨腾暗恋我 我明示暗示各种事 地跟顾鸣说 怨腾可能暗恋我的时候 顾鸣都会说 别做梦了 人家茶叶小王子 能要你个大渣子 Chapter三恋爱 事实证明 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在我18岁的生日 我们刚刚考进大学一个月的时候 怨腾跟我表白了 那天我特别高兴 因为顾鸣刚刚陪我庆祝了生日 他带着我在学校后面 吃了20串羊肉串 然后喝了一瓶啤酒 他告诉我 下个生日他还请我 我跟他说 能再加两个鸡翅吗 他同意了 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宿舍 到楼下的时候 发现怨腾已经在那里等了好久 路过的人总是看他 因为他怀里抱着一大束玫瑰 那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收玫瑰 一收还收了99朵 我开心得要疯了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花 我不确定 我这辈子还会不会再收到 这样多的玫瑰了 我当时想 一辈子有一次也值了 怨腾看着我高兴的样子 跟我说他喜欢我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喜欢我了 现在我们都18岁了 都长大了 他想我做他的女朋友 我当时看着他 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我跟他说 你等等 我明天给你答案 怨腾走了 我抱着那99朵玫瑰 飞奔似的跑到顾鸣的宿舍 我在楼下喊他 他走到楼下看着我 抱着一大捧花 问我干嘛 我跟他说 我早跟你说过怨腾喜欢我 你还不信 他刚刚跟我表白了 让我做他的女朋友 顾鸣什么表情都没有 一副被我刚叫醒的样子 你还有事吗 我都睡着了 说完他就转身往回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喊 顾鸣咱俩打得闹闹这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要是喜欢我 你告诉我 我做你的女朋友 顾鸣没理我 继续往回走 我又朝他喊 你要是不说 那我就答应怨腾了 我清晰地记得顾鸣的脸 他转过头来 十分不屑地笑了 那我恭喜你了 大渣子终于和茶叶小王子好了 我抱着花离开了 第二天 我答应了怨腾当他的女朋友 我们俩像普通恋人一样 谈了一个月的恋爱 我记得 那是初夏的一个傍晚 怨腾约我一起去学校的电影院 看电影 电影很长 散场的时候 都已经快十点了 一对一对的情侣 手牵手一起往外走 结果散场的时候 刚好下起了雷阵雨 雨很大 而且也不在人们的预料中 根本没有人带雨剧 一对一对的情侣 挤在电影院的门口 四下张望着 我跟怨腾也挤在人群中 我觉得 有一个人在用力拉我的手 我被那巨大的力量 牵引着离开了人群 冲进了雨里 那个人带着我在雨里奔跑 他的背影越跑越清晰 在我确幸 那是顾鸣的时候 我一边跑一边开心地大笑着 他带着我 拐到了一个僻静的屋檐下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转过身 低头吻了我 那是我的初吻 我猜想也是他的 就像我的脑子里 无数次地想过 我第一个吻的 一定是顾鸣 顾鸣你现在亲我 所以是想说 怨腾人不错 所以 你配不上他 真的 所以 我不能看你把他 就这么祸害了 所以 所以 你来祸害我吧 我看祸害的能力比较强 我看着他一直在笑 然后我靠上来 紧紧地拥抱了他 顾鸣 那我可祸害你一辈子了 嗯 来吧 我跟怨腾分手了 因为我 正是成了顾鸣的女朋友 怨腾也因此 跟我们绝交了 在很多人眼里 我们就是两个纯粹的混蛋 一个挖兄弟墙角 另一个水性洋花 或者说 我利用了朋友的感情 玩鸡匠法 我跟顾鸣不在乎 每天日子过得跟蜜一样甜 我想 我们俩绝不是在那个雨夜 才认定彼此的 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认定彼此了 我说过我们就像是 拥有了同一个灵魂 只是装在不同的区窍里 可能是因为 有着比较接近的家庭背景和遭遇 我们都善于自我保护 自私又小心翼翼 想爱却都怕失去 怕得到又怕得不到 我们没有过多的爱给别人 我们自己得到的爱 都觉得不够 远远不够 我们是一对别扭又刻薄的男女 丁磊觉得 我们四个一起长大 在没有说出 谁喜欢谁的时候 有意识能长长久久的 可是现在这样 让他觉得很不好 三个月之后 他出面把我们四个人叫到一起 那次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喝酒 聊天一往昔 起初怨腾不说话 只是喝闷酒 仔细一看 比猛一看还丑 嗯 说过 你是不是还跟我说过 谢尹这人嘴贱脾气臭矫情 泛起魂来 他要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说过 你是不是还说过 谢尹一点都不温柔不可爱 打人下手还重 将来谁娶了他谁倒霉 嗯 这个也说过 你都把他形容成这样了 你干嘛 还跟我抢他 你早告诉我你喜欢他 你干嘛在我面前 说了他那么多坏话 顾明拉着我的手 带着笑看着我 然后他转头跟怨腾说 怨腾你是个好男人 你应该找个好女人配你 谢尹身上这么多毛病不适合你 有一天了你讨厌他了 受不了他这些臭毛病了 你会厌倦的 那时候你会离开他 可是我不会 因为我也是一身臭毛病 我也是混蛋大渣子 看见他就像看见我自己一样 我不会厌倦我自己的 我会对自己好 因为我们俩都自私地要命 我们两个除了彼此在找别人 都是害他们 我那时候想 这是我这辈子 听到的最感动的表白了 就算是我现在死了 也瞑目了 我坐在出租车上 我们不随便跟对方哭 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原则 没有商量过 就是性格使然 顾明在我面前哭过两次 一次是六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有一次是十六岁 我在他面前哭过三次 所以我对于多他的那一次 一直耿耿于怀 可是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也许我再也没机会看他哭了 我记得 妈妈带着我从天津 搬回北京姥姥家的时候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那一年我六岁 爸爸在我三岁的时候 离开家 独自去美国求学了 一年以后 妈妈开始申请去美国陪读 两年以后 申请终于下来了 妈妈把我带到了姥姥家 说先让姥姥照顾我 她跟爸爸要先去美国奋斗 等条件好了 再接我过去 可是后来她一直都没回来 也没再提起 要接我去美国的事 姥姥其实很疼我 她一个人 在家里充当了那么多角色很辛苦 她愿意照顾我 愿意让我妈妈去美国 找我那个寒窗苦毒的爸爸 我记得我在姥姥家四处溜达着 姥姥递给我一个枣子 说让我去院子玩 会多认识些小朋友 以后我会跟他们一起成长 我兴高采烈的出了门 刚到一楼还没走出去 花的一瓢凉水 从天而降 带着一股腥味 我抬头往上看 三楼的楼梯扶手上 站着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男孩 手里还拿着个糖刺钢子 指着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她一边笑一边喊 落汤鸡 落汤鸡 我想大多数女孩 可能都会哭着跑回家 跟家长告状去了 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哪来的勇气 抡起胳膊挽起袖子 爬到三楼 站在他面前 拿眼睛瞪着他 那男孩还指着我哥哥的笑 你瞪我也是落汤鸡 我知道他那水是从哪来的 在楼道边上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圆形鱼缸 里面游着条红色的小金鱼 那水浑浑的看起来好几天没换了 我估计 他是在给予换水 我当时一生气 端起整个鱼缸 把水都倒在了他的头上 他一下被我倒愣了 满脸满身都是水 于是我开始指着他大笑 落水狗 落水狗 那个小男孩就是顾鸣 现在轮到他瞪着我了 我们俩就那么互相瞪着 谁也不让谁 忽然顾鸣家的门开了 他妈妈走出来 看着我们俩的样子 被吓了一跳 大喊着 怎么了 怎么了 顾鸣哇的一声哭了 扑在他妈的怀里 说我欺负他 我想他这次的哭是装的 跟所有的小孩心理一样 不过他妈妈也是了解他儿子的 因为我的样子也十分狼狈 脚下是一地的水 那条红色的小金鱼 在地上扑腾着大口的喘着气 总是会误伤一些无辜的事物和人 我们意识不到 我们凭着惯性去做了 有意识的时候 尝尝已经晚了 我们俩最后 把那条小鱼 埋在院子里的一棵杨树下 然后站在那里 学着默哀的样子 是你害死了他 顾鸣一边低着头一边说我 是你 你先用水教我的 顾鸣想了想 好吧 是我们俩一起 那以后怎么办 我还养不养小鱼了 别养了 小鱼太容易死了 我们在这种朵小菊花吧 我们去野地里 跑了朵小菊花种在那 那小野菊 来年开得特别茂盛 又多茂出好几层 我想 现在的许多小孩 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们 要有爱心 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 但从没有人如此教育我们 那些小孩承载了太多的爱 多到足够拿出来与别人分享 而我们两个 都没有能感受到那么多爱 如果有 我们就会像宝贝似的藏起来 一点都不舍得多拿出来 Chapter 4回家 我回到了姥姥家的那个破旧小区 那些家属楼依然屹立 真的让我感到很神奇 斑驳的墙壁 四处堆放的自行车平板车 一进去是嘈杂的声音 空气里混合着人们的味道 这个小区原来是属于纺织厂的 厂子现在搬出了北京市区 只留下这个家属区 这么多年了 这个家属区的性质没变 始终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原来工厂效益不行的时候 全小区的人基本都下岗了 能像姥姥这样退休的人都少 大家每天凑在一起 就是无休止地讨论再就业的问题 顾名的妈妈也下岗了 少年不时愁滋味用在我们身上 是再合适不过了 即使全小区的成年人都满脸愁 我们这些小孩子 还是每天开心疯完到很晚 这小区现在住的大多是外地人 不知道顾名他们 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我们都在的时候 我跟顾名住在一个楼里 我住二楼 他住三楼 院藤和丁磊住在我们旁边的那个楼 院藤住一楼 丁磊住二楼 我这样一个女人走进小区 着实是怪异的 蹬着三寸的高跟鞋 拎着个足够放尸体的大皮箱 穿着一身香腊套装 频频迎来小区里人们的侧目 我看着不像是要回家的 倒像是特地跑这儿抖机灵的 能穿香腊 还要感谢我的法国老板 自从他总是鄙视 加嘲笑 我在二手店买衣服之后 我去申请了信用卡 我在香腊店的门外 徘徊了两个多小时 盘算又盘算了我的还款计划 在我确信了 自己绝对能有超过一年的寿命之后 我走进那间店 买了这身价值2500欧元的衣服 我现在仍然庆幸我买了它 虽然一个小时前 拜顾名所赐 我失业了 但是我想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样子 至少还不至于是落魄和寒酸的 房间内有些昏暗 也许是因为快到傍晚了 走进屋里的时候 地上全是土 穿着鞋子踩下去 都能踩出脚印来 我拖着大皮箱走了进来 开了下灯并没有亮 是啊 八年都没人回来过了 所有的一切都如我离开时候的样子 那些家具上的布单子 是我亲手盖的 八年了 居然连的小偷都没来过 布上面似乎都落过了八年的尘土量 也许小偷来过 发现没什么可偷的又走了 我站在姥姥的一向前 看了许久 照片里姥姥的笑容很是和蔼 看着总让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不由得自言自语 到姥姥我又回来了 这话听起来真不孝顺 一走 就是八年我还有脸回来吗 我感觉很疲惫 走到沙发旁 掀开了上面的布单子 房间里扬起了一阵灰尘 让我咳嗽了很久 我把我搭配的勃勃立方格围巾 扔在了茶几上 直接躺在了沙发上面 沙发上也有很多的灰尘 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价值不菲的衣服 已经展现出了它的价值 足够了 它剩下的价值就体现在 我回到法国再找一个工作 每个月还给银行的那些数字上了 我拿起手机给老妈打了的电话 她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很好 昨天下午到的 今天一直在谈生意 生意谈得怎么样 砸了 别不开心 多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没有事情可以让我难过了 明天去给姥姥扫墓 然后去订机票 订到了 我再通知你吧 哦 还有 我碰到顾名了 是吗 老妈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刚刚的语气 似是有些吃惊 又似乎并不吃惊 这么快就碰到了 是啊 很巧 刚好我的老板在跟他谈生意 那你是怎么想的 打了个招呼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那你还会回法国来吗 为什么不回去 我已经答应安东尼的求婚了 你答应的有些莫名其妙 咱们刚搬了好一点地区的新房子 和那房东认识没两个月 他跟你求婚你就答应了 爱情无国界 欧洲人就是这样 您比我在外国生活的时间还长呢 怎么这都不知道 我已经收了他的戒指了 什么戒指 只是个小银圈而已 他说那是古董 他奶奶传给他的 这你也信 为什么不信 三十岁了死过无数次了 还怀疑那么多 有什么意义 顾名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没说什么 让你留下的话 没有 我们基本上没说话 他现在是公司总裁了 公司规模不算小 我是什么 他能混成现在这样 想想也挺好的 我当时为什么走 绕了一圈 又回来干什么 就算他让我留下来 我也不会留的 我能陪他多久 而且我觉得 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需要我了 别瞎想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不重情意的人 妈 你认识他吗 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 你们见过几次面 是没见过几次 我只是听你说的 觉得你心里还有他 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犯困了 我举着电话 喃喃自语着 我有他我才会这样 他的经历已经够不幸的 我干嘛还要 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幸 让他来承担 我在和母亲通着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睡着了 隐约听见有砸门的声音 不知道已经砸了多久 我站起来眯着眼睛 把门打开了 顾鸣便无表情地站在门外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从门外走了进来 从我的身边走了过去 他站在姥姥的一向前 看着那张照片 我看着他的背影 觉得像是一个梦 顾鸣 我小声地试探性地询问着 他嗡了一声 走到另一个单人沙发旁 把上面的单子掀了起来 屋内顿时又扬起了一阵土 他抬手隔空挥舞了两下 转头看见了我 扔在茶几上的薄薄力围巾 他抓起围巾 开始擦那个单人沙发 沙发的浮屠 都胆湿得差不多了 顺手把围巾扔在了地上 他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看着我 我站在客厅中央 还有些发傻 他看了我 一会儿说了句 坐呀 我没有坐下 又回到原来的沙发上 躺了下来 闭着眼睛不说话 也许是因为我困 也许是因为没什么好说的 或者是因为有太多想说的 却不知道要从何说起 我听见了打火机撞针的声音 转过头的时候 看见他坐在 逆光的单人沙发上 修长的腿 修长的手指 他优雅地夹着香烟 晃着微弱的火星 他的手轻轻地搭在 那沾满灰尘的沙发扶手上 我又用优雅这个词了 但真不适合他 如果不说这个 我又要说时间了 时间真是男人最好的礼物 给了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 时间对女人真是残酷 剥夺走了女人 曾经拥有的许多事物 就像顾明 我曾想我一辈子 都不会把他和优雅 有风度之类的字眼挂在一起 可是他现在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副架势 虽然可能仅是表象 他可能依然是个混蛋玩意 你来干嘛来了 我转过头 看着他先开了口 好 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顾明将嘴里的烟土了出来 在他的脸前 生起了一团白雾 我好似又坠入了梦中 你回来干嘛来了 谈生意 我半眯着眼睛 侧着头看着他 像是被施下了催眠术的精神病患者 似睡非睡的样子 我眼前的顾明 似乎还是跟丁磊和怨腾 蹲在学校不远处 斜叼着烟 朝着那些穿着集西裙女生吹口哨的那个人 那鸟鸟的烟 长驯着他半眯着眼睛 样子看起来更像是个臭流氓 他们干这些事的时候 通常是在等我 因为我 似乎总是放学最晚的一个 我不知道 我们四个放学一起回家的模式 是从何时开始的 现在想起来 大概是顾明想和我一起回家 而怨腾和丁磊 是想和他一起回家吧 当然 他们也有蹲在学校门口不走的时候 比如 他们三个打赌 他们正在吹口哨 抛媚眼调戏的女生 究竟是看上他们三个里的谁 而我会站在旁边问他们走不走 顾明通常都会怒瞪着我说 一边去 看不见隔着泡妞呢 我想大多数女生会生气 然后瞪脸跺脚 愤然离去 我干了什么 我的脑子又陷入了那段回忆里 哦 想起来了 我蹲在不远处 专挑那种个头矮小 白白净净 最好还是戴副小眼镜的男生 吹口哨 我口哨吹得很响 比顾明他们吹得都响 就像一个尖锐的女高音 在唱HiC一样 通常我一吹口哨 接对面的人都能看过来 我会挤眉弄眼地 朝那些小正太说 姐姐好喜欢你哦 姐姐带你去看金鱼 那些小男生 都会带着惊悚的表情 吓得快不跑 这种情况不会超过三个 顾明就会过来踢我 他还会指着我大骂 社会风气 全被你们这些女的搞坏了 哥丢不起这个人 哥要回家了 干嘛要带着这种 色眯眯的眼神 看着我笑 是不是觉得 你走了八年了 如今再见到我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帅 可能比以前更帅了 你此刻的心里澎湃得不能自已 觉得心里从来都没放下过我 顾明的话 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他的表情很平静 不是调侃的语气 而像是在讲述一个事实 神经病 自恋狂 我转过身去不看他 闭着眼睛 想让自己快些睡去 可是脑子 却清醒得不能再清醒 我想让我澎湃的内心平静 我不想让他看出来 一不小心被他说中的事实 Chapter 5曾经 屋内的氛围很安静 我背对着他不去看他 我们两个都沉默着不说话 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 朦胧中 似乎只能看见他香烟上的 那一点亮光 我真的很困 眯着眼睛问 你妈妈怎么样了 死了 我的问题似乎还没问完 顾明的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我的内心有些难过 顾明的妈妈对我很好 小的时候 我还经常去他们家吃饭 她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 我似乎还记得 顾明的妈妈 炖了红烧肉 还会让顾明特意到我们家来叫我 然后她会把瘦肉都捡给我吃 把带肉皮的大肥肉 都捡给顾明吃 因为我一口肥肉都不吃 阿姨会笑着说 我们家小明明 就喜欢吃肥肉 顾明会坐在一旁 一边咧着嘴笑 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饭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走以后三个月 忍不住深喘了一口气 回想着姥姥去世的时候 是她陪在我身边 可顾明的妈妈也去世了 我却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独自承受 带我去看看她吧 我去给她鞠几个躬 再说吧 你这么对她的儿子 我不确定她想见你 我又沉默了 过了许久 我带了一点点内疚的语气 就最近吧 过几天我就要回法国了 没准以后就不再回来了 我看见顾明 直接将那点着的烟钻了起来 那最后的一点亮光也消失了 她把钻过的烟扔在茶几上 谁说 你过两天可以走了 不用人说 我自己心里知道 你知道什么 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走 我忘了 后来我们又说了些什么 因为我真的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梦里我又梦见了死神 那个无数次站在我的床前 想把我带走 带着魅活微笑的男人 他拉着我的手 让我随他而去 我总是想 干脆腿一蹬就这么去吧 可是那死神的样子 总是让我越看越像顾明 每一每努力睁开眼的时候 我就又活过来了 今天我又梦到了那个魅活死神 他走的时候亲吻了我说 我还会来的 我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屋内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靠着窗口 那微弱的路灯透进来的光 四处摸索着 有些条件反射似的 按了电灯开关 屋里的灯居然亮了 这让我有些吃惊 带了点叹气的心理 去了厨房打开水管 水也有了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才感觉出自己有些饿了 想起包里装着方便面 很可笑 从法国回中国 担心东西吃不了 自带了在法国超市买的康师傅 这种行为逻辑 自己想着都觉得奇怪 厨房门里的墙壁上 写着一排字 通下水道 修厕所 打扫房间 请联系小时工院藤 后面写了一排电话号码 看了眼表 已经凌晨两点了 打开箱子 拿出我的方便面 找出电磁炉烧上水 如今算是失业状态了 估计老板被弃成那样 回程的机票 是不会再为我保留了 打开包厢检查一下 那些重要的随身物品 比如护照 钱包 钥匙 我想 谁在半夜两点钟睡梦中 被一个无聊到不能再无聊的 电话吵醒 都不会有太好的品 怨藤如此 对我算是合理的了 谁 什么事 是我 怨藤似是反应了一会儿 声音更清晰了些 小尹吧 有事吗 把顾名电话告诉我 顾名电话 你等等啊 我给你发过去 怨藤还没发 像是先想到了什么 什么事这么急 非得这时候给他打 他偷我东西 偷什么 别管了 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就行 那你是怎么有我电话的 他把你电话 携我们家墙上了 怨藤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你们俩可真够别扭的 想告诉你 电话直接告诉 不就完了吗 非留我电话干嘛 怨藤挂了电话 把顾名的手机号发了过来 我想也没想 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许久 他才把电话接起来 你是不是以为 这里是巴黎呢 这里是北京 几点的打电话 顾名的声音懒洋洋的 提示着他正在睡觉 而我只是有点惊讶 他怎么知道 是我打过去的 你拿我护照了 没有 少骗人 就是你拿的 没有 拿了就拿了 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拿了 明天你给我拿回来 已经烧了 你别跟我废话 我知道你没烧 你明天把护照给我拿回来 顾名没有回话 直接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 他传了一段视频来 他躺在床上叼着支香烟 然后他用打火机 把我护照点燃 接着又把那支烟点燃 我看完那视频 又把电话打了过去 刚一响 他就把电话接了起来 信了 你大爷 你烧就烧吧 反正那护照快到期了 我明天就办心的去 嗯 好好捞翅捞翅 再去拍照片啊 我怕法国海关闲 你瞅不放你过去 你是不是觉得特有劲啊 其实我觉得特没劲 特没劲 你还这么敢 咱俩都多大了 跟多大了没关系 我这人就这样 顾名你要是不想我走 你直接说 你干嘛非要这样 我说了你就不走了 我在电话里沉默 没有回答他 过了好一阵 他在电话里缓缓地说 我在等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非要走 我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跟他喊了一通之后 我发现很有利于我的睡眠 居然什么都没想的 就睡过去了 一种久违的交流模式 居然让我的精神 得到了最大的放松 第二天是周六 我一觉睡到了快中午 要不是听见一声 重过一声的敲门声 我想我可能 还会赖在沙发上不起吧 我用膝盖想 也知道谁在砸门 挣扎着爬了起来 把门打开 吃饭 顾名拿着外卖走了进来 本想放在餐桌上 看见餐桌上都是土 不禁皱了眉头 他指了指 昨天被他扔在地上的 那条薄薄粒围巾 把那抹布拿过来擦擦桌子 你买的什么 午饭 你喜欢吃的 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我不知道吗 顾名 很多年了 我的口味变了 我以前喜欢的 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顾名站在我的对面 愣了一会儿 忽然走到窗前 打开窗户 把手里拎到外卖给扔出去了 你不喜欢的没了 那你告诉我 现在喜欢什么 我现在喝粥 什么粥 大米粥 好 顾名说完好字 走进厨房里 把所有柜子的柜门都打开 一边开柜子 一边皱眉头 我想 那些柜子 肯定都是没位 他开完柜子走出来看着我 你耍我 一厘米都没有 他走到一架旁 拿起我的外罩 示意我穿上 干什么 带你喝粥 我犹豫了几秒钟 走过去 把外套穿上 跟着他一起 离开了小区 顾名的车挺高级的 我想 应该值不少钱 我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 掩盖住那一点点酸涩的心理 我们这种穷人家出来的小孩 每天做的梦 就是出门一抬头 天上花花的往下掉人民币 我想 这也许只是我的梦 顾名说 他的梦比我都伟大多了 他希望他出门抬头天上 花花的往下掉欧元 我们那时候 常常努力 将自己从一个梦想家 向实干家转变 比如那个时候 我们常蹲在一起 计划着抢银行 全程顾名策划 似乎听着很周密的计划 被他称为三板型 第一 他建议我们三个 都要理一个像他那样的板村 这样冲进银行的时候 保安就会犯晕 搞不清楚我们四个谁是谁 第二 他找到了我们所能找到的 最快级的交通工具 小区里收费品的屈大爷 有一辆宽边板车 他设想着 把一麻袋一麻袋的钱 往板车上扔 然后快乐的灯跑 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 第三 他建议我们 人人腰里 都要别一块板砖 比如 遇到暴力抵抗的时候 我们可以亮出武器 毫不犹豫地拍晕他们 这计划实现起来很是困难 比如 我拒绝李板村 屈大爷也拒绝借 我们他的板车 还有院藤和丁磊 都拒绝别板砖 他们觉得 用板砖当武器 实在是有些过时了 他们怕刚一把砖掏出来 就挨紧插一缩子 坐在顾明豪华宽敞的轿车里 却回想着 小时候时常天马行空的我们 一时忍不住 竟捂着嘴笑了 想什么 笑什么 顾明在我身旁询问着 我转头看着他 看什么 他又追加了一个问题 我没有回答 只是又将头看向窗外 我想 顾明的确成了实干家 不知他是如何起步又发家的 但至少他稳步前进了 顾明的梦想 是比我伟大 比如他那时候常说 有一天将小吃街买下来送我 因为那时候我一下课 就想往那奔 可是 其实我的梦想 是找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工作 然后在我们大学校园的附近 买一处房子 最好能住得不高不矮 然后可以趴在窗户上 看着校园那些年轻的情侣 来回想当初的我们 Chapter 6扫木 到了 顾明将车 停在一个24小时周垫的门前 我们俩一起下了车 我点了一碗白粥 他点了两碗 我想 这不是我内心的初衷 也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让顾明这个看起来 像是事业有成的男士 只请我喝了碗粥 如果我吃得下的话 我一定挑北京最贵的馆子 照着能把他吃穷的方式点菜 最好看见他拿眼睛写我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吃不了 我都给你塞进去 他以前总拿他的单方眼写我 因为无论他怎么咬牙切齿 或者面目猙獰 我好像总是会点多 然后他就会一边骂我 一边把那些剩下的吃的 倒进自己嘴里 我就是一个便携式垃圾桶 我在你边上 就是打扫剩饭用的 我那时候 总是带着笑看着他 总结挺到位的 顾明上学的时候有些瘦 但他不觉得 他说自己这脚精壮 可是我觉得 与他的身高相比 他是显得有些单薄了 他吃的少 比大多数男生少 可是他干很多事情 我甚至觉得 一天24小时 他都在琢磨事情 剩下的 让顾明当垃圾打扫了 他每次都皱着眉头说我浪费 其实我没浪费 因为他都能吃了 我很多时候都担心他吃不饱 可是他一直都说饱了 不管有没有我的剩饭 我问他饱不饱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饱的 我想 我们都是对金钱敏感的人 比如 顾明对金钱运用 有很详细的计划 从他16岁开始接替他妈妈 放学后傍晚时 蹲在路边摆摊卖毛巾 和女士的大棉裤叉子开始 他对他的每一笔收入 都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到了大学 他的计划似乎更多了 比如 除了他妈妈的医疗保健费用 还有他的学费 和我们偶尔出去开婚的钱之外 我们恋爱时期的大多数费用 都是他出的 他对此很执着 他说 怕以后结了婚 我把此事拿出来 当成他的软肋玩命的戳 我认为 怨腾和丁磊 总爱跟顾明炮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 他是个有创意的人 意识流的层次 也比他们俩高 他们时常会感叹一句 哦 事情还能这么干 生活的状态 逼迫我们必须很节省 顾明把偶有富裕的钱攒起来 给我买小吃鲫用 虽然我一直跟他强调 那小吃鲫的大多数小吃汤 我并不是太喜欢 顾明的创意 时常就要发挥一下 就像他谁也没通知 就从已经倒闭的针织厂里 买了好几箱纯棉白色T恤 我为此愤怒过 指着他鼻子咆哮 你呀不说攒钱 让我炒地皮用的吗 刚攒了800块钱 你就买些破棉背心干嘛 你这么花我哪辈子 能成房地产大亨啊 顾明的眼睛里 总是闪着脚匣的光 谢影 你的大亨之路 就是从棉背心开始的 你知道这背心多少钱吗 连两块钱都不到 顾明不知道 从哪儿找的防水颜料 在那些白T恤上进行创作 然后在校园里贩售 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 他极力用最生动的语言 来揣摩男性心理 比如他创作的 卖得很火的一款写着 睡吗 我曾经看着那两子 琢磨了好久 我说 这不能卖 这太流氓了 他说 如果你觉得流氓 那你就是个真正的流氓 他说 这不过是个礼貌性的问候语 我说 问候语应该问困吗 绝不应该问 睡吗 他说 这就跟小区里 碰见邻居人家都问 吃了吗 而从没人一见面问 呃嘛 是一个道理 我很惊气 他的睡卖卖得很好 他说 这太正常了 他说 这就是刚刚脱离了 家庭束缚的男性生理 核心里碰撞出了火花 顾明创作后的T恤 卖八块钱 他觉得 这已经是在贱卖他的创意了 他有自己的一件T恤上面 写着砍价折死 配着两个硕大的惊叹号 要买的人还没张嘴 他就先把自己穿的衣服 拉平整 让人看见那几个字 把那些同学 想砍价的思想 扼杀在摇篮里 我依稀记得 有个白面的斯文眼镜男生 在他的摊前面 驻足了很久 看着一款写着你的爸爸 的白色T恤 一直醋眉 哥们 你是哲学系的吧 顾明凑上去搭讪 同学点了点头 能欣赏得了 这款的 都是哲学系的 我只是在想你这件T恤 想表达一种什么思想 这几个字很深刻 我不知道你体会到没有 它既是一种 受压迫的情绪的抒发 又是一种愤怒的表现 它还是一句问候语 又是一句 带有谴责论调的语句 你是哲学系的 我想你应该能够感受到 你不觉得那个探号配上问号 显得特别苍尽有力吗 简直是对社会一种 无形的反讽 你是哲学系的 你应该能比我体会的深 白面男频频点头 那我要吧 这件十五 你不说一律八块吗 不 这件不同 这件只此一件 我保证全学校没有第二件 你应该理解一件 孤品的价值 而且 全学校只有你能理解到 这个高度 你跟他们那些穿着睡吗 或者卖身不卖意的人 是不一样的 说到底 他们都是俗人 而你不是 眼镜同学被顾明 说得很是激动 点了点头 好 我要 声音里带着颤抖 仿佛遇到了知音 顾明说 他做生意 是很讲信用的 你的爸爸全学校 只此一件 而没有第二件 当然 全学校还有很多人 穿着你的爷爷 你的大爷 你的叔叔 你的五姑父 你的舅老爷等等 我不知道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买他的账 似乎必须买到他写的那种 远看向阿拉伯文 近看向印度文的背心 才算买到了原版 那批白棉背心 的确让他小发了一笔 顾明吃饭很快 现在也是 很快他就把属于他的 那两碗白粥喝完 然后他坐在那看着我吃 他不说话 不做动作 只是安静的时候 我又开始觉得他优雅了 不不不 这是假象 我努力地自我暗示了一句 我喝了半碗粥 感觉到饱了 把碗向前推了推 饱了 只能吃这么多 那剩下的不喝了 他眉头微醋 像是在质问 顾明把碗拿过去 一仰博 把我剩的半碗粥都喝了 像是在喝一杯佳酿 一饮而尽 走吧 他站起身朝外走 干什么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问道 看你老了 还有我妈 时过境迁 我们的许多事都改变了 比如 他再也不会是那个 蹲在路边摆摊的有制青年 而我也不是那个 陪他摆摊的有制女青年了 可是有些习惯一时半会儿 依然改不了 例如他见不得我剩饭 总是把我剩的东西吃干净 这次不是我故意剩给他的 是我真的吃不下 昌平墓园 我们买了新鲜的菊花 墓碑上照片里 顾明妈妈的笑容 依然是和蔼可亲的 她像是在对我笑 我们俩站在那里静默了很久 妈 那个特别不要脸 没事老去咱家蹭饭 不吃撑了 都推不出去的蟹饮回来了 她昨天特别不要脸的 半夜打电话骚扰我 问我为什么烧她的护照 今天还特别不要脸的说 她以前喜欢的东西 现在都不喜欢了 14年前 我就被这个特别不要脸的女人给骗了 她说 有什么事都会告诉我 无论出什么事 她都不会离开 结果呢 压什么都没说 卷着行李就跑了 窝在一个叫法国的地方不回来 更不要脸的是她还准备走 您能体会她有多不要脸了吧 我侧着头看着顾名 阿姨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让她好好的去不行吗 谁说我不会法语 我法语说得非常流利 我在法国取得了一个硕士学位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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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吗 你有吗 没有 我有钱 好多好多钱 多的我都不知道 我有多少钱 我想当硕士我可以买 其实我想买博士来着 一直在考虑买几个 或者买哪些方面的 没拿定主意 你庸俗你 你太庸俗了 我在阿姨面前不想这么说你 但是我忍不住 我很痛心 真的 我们都长到这把年纪了 你还这么庸俗 我真替你感到遗憾 顾名把手插在她的裤兜里 一直在看着我笑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魅惑 笑得还有点闲 Chapter 七海边 生活似乎总是需要一个看似伟大 又很遥远目标 才能显得日子过得有意义 而又不平凡 至少我的远景目标证明 我不是甘愿平凡的人 但能让我感受到 真正快乐的 也许不是我那遥不可及的远景目标 也许只是一睁眼 可以在家门口的小摊上 吃一剃小笼包 那种从饥饿到吃饱的感觉 也能让人一样快乐 并且可能是快乐一整天 大多数记忆里 我的快乐 都源自和顾名的这种无休止的争取 无论是在思维模式 还是语言和身体力行的某些事情中 如果我占了上风 快乐的动力 就会源源不断地传过 我们在这种状态中 彼此努力着 想证明自己永远比对方好 我们努力 然后有一点点进步 展示给对方看 获得微小胜利的快感 期待着对方的还击 用来激发自己的斗志 好让自己再努力 向前迈进一步 在那个充满着抱怨 混杂着艰辛和困苦的环境里 许多人都很努 他们努力 是要挣出下个月的生活费 目的是为了不用像这个月 过得如此紧巴巴 我曾经的远景目标 是要成为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富婆 然后把顾名包养起来 让他唱 就唱让他跳就跳 省得在我面前 永远是一副不愤的架势 顾名听了之后 总是带着坏笑地看着我 先说好了 我可是卖身不卖意的 你想好了包不包 后来我从向着目标 冲刺的战场上 卷着铺盖跑掉了 之后 我把我的远景目标 定位了可以长命百岁 不知道这两个相比 哪个更伟大 而又难实现一些 没有了我 顾名却没停下脚步 大概我在高喊着 自己是硕士的时候 心里并没有如我表现的那般得意 好吧 也许这次是我败了 站在姥姥的墓碑前 真的可以用感慨万千来形容 相片里的姥姥 仍然是看我时的温和笑容 慈祥 和蔼 可亲 所有用来形容长辈的美好词语 用在她的头上 似乎都很适合 她在我的生活中 充当了太多的角色 比如姥姥 母亲 父亲 保姆 性格 以及价值观的指导老师 从我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些年里 我们一起相依为命 姥姥的墓碑很干净 墓前摆放着百合 虽然已经哭掉了 但至少说明 两个月里有人来看望过她 那个人不是我 我离开后 我从未再踏上过这片土地 那除了我也只能是她了 谢谢你 替我来看望姥姥 谢盈 从你六岁搬到我们家楼下 你来我们家 蹭过多少顿饭 我要没记错的话 从你六岁到你出国 所有的棉内裤 也都是我们家提供的吧 你说过谢谢吗 现在突然想说了 该我做的事情 你替我做了 还是要说谢谢的 什么事情 是该与不该的呢 你 我不管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 看我妈妈和姥姥 是我该做的事情 你该做什么 你自己知道 我坐在姥姥的墓碑前 想要撕心裂肺地大哭一场 想说自己有多想念她 想着小时候 依偎在她的怀里 听她讲故事 想跟她说自己很艰难 可是很勇敢 所有想说的 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坐在地上 靠在墓碑上 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那些二十的记忆 总是在眼前闪过 能瞬间让人笑 也能瞬间让人哭 顾明站在我面前 双手插着都不说话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 过了许久 他把手递给了我 走吧 顾明似乎听见我醒了 他扔掉了烟头 转身进了车里 醒了 声音有些低沉 你把我带哪儿来了 北戴河 喂 我本是想发怒的 心里像是想到了什么 却没发起来 你脑袋撞门框上了 开两百多公里地 你把我带北戴河来干嘛 这什么天 黑豆挖鼻子 都能挖到眼睛里 这也不是景区啊 连个路灯都没有 你要干嘛 节财节色带抛尸啊 顾明侧着头 眼睛眨得很慢 像是被我说的昏昏欲睡一样 我长篇大论之后 他依然是这种懒洋洋的表情 你是有才还是有色 我们不会无休无止地争吵 或者争论一个问题 那对于他 或者对于我来说 都等同于无用功 这不是我们喜欢的模式 说再多 不如去做一次 我饿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不会再跟他争论 我为何此时在北戴河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在这儿了 顾明从后座上 拿了个保温瓶递给我 什么东西 周 你现在喜欢的 你早有预谋 我打开保温瓶 周 还是热气腾腾的 我把保温瓶的袋子倒满 小口地喝了起来 有了食物的能量 身体似乎也变暖和 外面的气温应该有些低 车内玻璃上 结起了一层水雾 顾明擦掉了玻璃上的雾气 看着一旁深色的大海 你走之前 我们的毕业旅行是来的这里 我赌你没有忘记 我低头喝着粥 没有接顾明的话 我们在海滩上坐了一宿 为了要看第二天的日出 那晚 我们说了很多很多 顾明仍然看着窗外 我听见他 做了个深呼吸 顾明转过头看着我 而我的注意力 全都在轴上 我不敢看他 他堵的事情说对了 关于我们的一切 都像是被规规矩矩 储存在电脑里的文档 需要的时候 点开 所有的那些 藏在记忆深处的事情 都会呈现出来 就算把电脑格式化了 一切也都能被恢复 因为那些已经被深深地 刻在了那里 疯丫头 你真的是瘦多了 头发也少多了 顾明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又揉了揉我的头发 在法国受了不少苦 顾明的语气 像是同情 我转头看着他 看到他的目光充满怜爱 就像是父亲看女儿一样 我不喜欢这样 发自内心的不喜欢 我们这种倔强 却又有点自命不凡的小孩 从来最讨厌被可怜 看着顾明的这种眼神 竟然让我想到了父亲 这种感觉 就更让我讨厌了 那个在记忆里 只见过两次面对父亲 一次是我到了美国找到母亲 母亲带着我去见了他 那是我在记忆里 第一次对他有了印象 另一次 是我准备去法国的时候 他去机场送我 他送我的时候 满脸带着笑容 我想我的离开 一定让他很开心吧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 我觉得父亲这个人 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 甚至可以完全不用存在的人 当然 在我离开中国之后 我终于体会到了 他的重要性 现在想 我还是应该感谢他 感谢他抛弃我们母女 感谢他去了美国 感谢他成功帮到了富婆 感谢他还愿意承认有一个女儿 当然更应该感谢他 终于良心发现 支付了我在法国的一切费用 我在法国生活得很好 瞬间的回忆 又让我镇定了下来 我很真诚地看着顾明 平常的语气 平常的态度 像是再说 一件家常 我要结婚了 顾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很快他又恢复到 他似笑非笑的面容里 现在能说了吗 说什么 说你当初为什么要走 我尝出了口气 把车窗开了个小缝隙 希望未良的海风能吹进来 让我不安的心能平静下来 觉得厌倦了 对什么厌倦了 所有的一切 我都厌倦了 我不喜欢那嘈杂的环境 不喜欢那些邻居 为了谁偷拔了谁花盆里的 聪而无休止的争讨 我也不喜欢 一到傍晚 就跟你蹲在街上 卖那些花花绿绿的大棉裤叉 永远要去路口 帮你看着城管什么时候来 为了躲警察和城管 一次又一次地 跟你在街上拉着手 背着包袱狂奔 我想过好日子了 顾明 我不想跟你分吃一碗炉煮 还要算一算 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早饭 这种日子 我过够了 你厌倦的这种日子里 也包括我吗 对 包括 顾明靠在车门上 开始沉默地吸着烟 我从车上跟了下来 刚一下车 就像被海风吹透了一样 让我打了个机灵 顾明似乎听见我下车的声音 后座有羽绒服 你穿上 我把后座的羽绒服 拿出来穿在身上 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 我们大多数时候 都喜爱那种 能令对方失落的事情 如同在一个小的战役里 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握住那一小段快乐 等待下次战役的到来 可是此刻 看着顾明失落的表情 我却丝毫都不感到快乐 其实我很痛苦 也许比他还痛苦 Chapter 8古董 顾明靠在车门上的身影 如同剪纸画一样奇长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去欣赏他的样子 从我儿时的记忆里 他就是个可恶又嵌逗的小男孩 这种印象 在我脑海里 已经根深蒂固了 直到大学我最好的朋友 睡在我上铺的姐妹安雅南 在睡梦中喊出了他的名字 我才意识到 在别的女人眼里 看到的他与我不同 这是很快传遍了戏里 大家都知道了 我的好朋友 在暗恋我的男朋友 所有人都觉得我岂岂可危了 因为安雅南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用美好来形容 比如长相甜美 家境英识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知书打理等等 他所拥有的我都没有 当然另一面 是我所拥有的他也没有 我为这事 找安雅南推心致富地 常谈了一次 没有任何挑衅和宣战的含义 只是出于一个好朋友的善意 希望他不要再浪费过多的精力 就像顾明跟怨腾的谈话一样 你是不是因为顾明 才跟我做好朋友的 我很直接地问了他 他也很直接地点头说了 是 说实话那一刻 我还真有点受伤 我这种在大多数人眼中的坏女孩 学习不好 脾气差 急了拿脏话骂人 没准还会动手 长久以来 几乎没有过蜜的同性朋友 我大多数时候 都是跟顾明 怨腾 丁磊混在一起 人生中第一个称之为闺蜜的人 跟我做好朋友 原来是为了惦记我的男人 我没有说任何谴责的话 并非本 他发誓他绝不会破坏我们的感情 更不会插足我们 那天 我一直在看着他笑 我心里觉得这女孩很可爱 不是因为他急于向我保证 他绝不介入我们的感情 他的可爱 在于他以为他能 顾明掐灭了那微微的火星 嘴里吐出了一团长长的烟雾 走吧 看日出 他向前走下了海滩里 我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他 这海滩不美 根本没有沙子 都是一块块的鹅卵石 到处是破碎的贝壳 和被卷上岸的海带 犯着腥气 我伸一脚浅一脚 步履蹒跚 顾明找了块巨大的礁石爬上去 然后转身伸手 想要拉我 我一巴掌把他的手打开 自己寻路爬了上去 顾明围扬了嘴角收回了手 躬身坐在了那块岩石上 我在离他不远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凌晨五点天快亮了 我抬头看看天 乌云层层密布 像是要下雨 天被压得很狠 我不相信我能看到日出 阴天 看不到日出 我起身示意要走 坐下 顾明只是望着海天线并没有看我 态度坚决 不容反抗 我犹豫了一下 很无奈地又坐了回去 这种挣扎无意义 车要是不在我手里 离开家两百多公里地 靠着走回去的想法也不现实 关键从哪儿走出这块静谧的海滩 都是个问题 我裹着羽绒服 看着眼前灰蒙蒙的一切 保持着沉默 说说你要嫁的那个人 顾明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这问题让我来了点精神 他 是个法国人 他在法国一家米其林二星的餐厅里 当甜点师 你们怎么认识的 他是我的新房东 我们搬过去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蔓越莓的蛋糕送给我们 味道好极了 他多大年纪 这问题令我有些迟疑 但想了一下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要结婚 不是为了说出来气人 是我真的决定要嫁了 在法国的这些年 时常像在一个悬崖的边缘挣扎 内心的感觉 是掉下去 我就粉身碎骨 再也不会爬上来了 三个月前 医生说我 也许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 比如找个工作 再比如结个婚 于是我按医生的话去做了 我找了个工作 然后找了个好点的社区 一个新的漂亮的房子 安东尼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法国男人 今年56岁 丧偶 他有一栋很美的房子 是老家留下来祖传 他说 他们家在18世纪的时候 是法国的贵族 后来没落了 安东尼给我讲解的时候很认真 我听得也很认真 后来我问他 你祖宗是不是路易十六那帮的 然后他被砍头了 他那帮的人就都倒台了 安东尼精益于我的智慧 他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我猜测 他大概就是从那时候爱上我的吧 因为两个半月之后 他向我求婚 理由是他爱我的聪明智慧 和对法国历史的了解 这样 我们之间的代沟 可能会少一些 而我爱他祖传的老房子 丧偶 膝下无子 还有就是 他对他的前妻一直很想念 至少能证明 他是个重情义的法国男人 这样挺好的 也许我可以很安逸地度过 我的后半生 我的后半生 有多少年 说不好 一年两年 十年八年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接受那个承认 我又不太愿意见我的亲生父亲的阶级了 因为这样令我很为难 我从心里不想感谢他什么 可是却不得不抱着感激的心态 跟别人讲解他的存在 他五十六岁 片刻的犹豫之后 我回答了他 顾明开始笑 笑得很诡异 微扬着嘴角 满脸透着邪气 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 你就决定嫁了 我要没记错 他比你妈还大一岁吧 你是不是把你妈的男朋友 抢了 这真是让我难回答 因为好像一不小心 又让他说中了 老妈出见安东尼的时候 很喜欢他 觉得他五官端正 有份手艺 更有份家产 年龄上也合适 他孤独在外漂泊这么多年 始终也没找到可行的 他全怪自己没文化 我跟他解释说 外国人找老婆 真不看学历 起初我鼓励他去勾搭安东尼 理由一样 我看上了安东尼的房子 丧偶 西夏五子 他们俩要好了 我希望能带我一个 反正我说死就死了 没准也吃不了他们几年饭 何况我还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跟他说 你们管我住就行 因为巴黎的房租 真是有点贵 后来老妈没成功 因为安东尼看上的是我 认识一星期之后 他约我去听歌剧 话语间一直透着暧昧 回家我又跟老妈分析了战况 我说现在情况变了 安东尼看上的是我 你嫁他不太可能了 只能我去嫁他了 老妈不同意 他说 我绝不能嫁给外国人 让我回国找 我说我从来没想过 要再回中国 以前是不能 现在就算能 这么多年了 很多事都改变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老妈很生气地说 你有病 我说对 但你绝不能跟安东尼说 不然他肯定不会娶我 我说 你想他第一个就丧偶 娶了我没准 没过多久又丧偶 他肯定会觉得 自己实在太倍了 我们绝不能 让他有这种顾虑 回国找的话 蒙中国人良心有点过不去 只能在国外 坑坑外国人 老妈很坚决地说不行 他岁数太大 比他还大 跟我爸一个岁数 我只能把老妈 这种愤怒的说辞 当成是一种急 我说 我不想再要谢长明的钱了 这么多年了 他从来没管过我 见到他的时候 感觉他看到我 就像是一条来要饭的流浪狗 我想 他日子也可能过得不那么顺 读了那么多年书 唯一的帮助就是 终于找了个有钱的老婆 什么都得靠着人家 我们别再拿他的钱 给他出难题了 老妈没再说话 基本上我一提谢长明 他就安静了 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气的 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伤心的 还有些时候我觉得 他是因为我 你喜欢他什么 也许我出神出得太久了 顾明坐在一旁 带着那种魅惑的笑 继续着我们闲聊的话题 我又开始犹豫了 我在想要不要说出 我惦记安东尼的那三样东西 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顾明哈哈地笑出了声 一边笑一边摇头 你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老实本分的男人 谁不喜欢老实本分的男人 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想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喜欢过我 他有一所大房子 我也有大房子 人家的房子在巴黎 我明天就可以在巴黎 有一所大房子 只要我愿意 人家的房子 是十八世纪的 十 顾明收起了笑容 挟着眼睛瞄我 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人家祖先来找你 说你坑害人家子孙 欺骗老实本分男人的感情 谁说 我欺骗他感情了 顾明 我是要嫁给他 真嫁 回头我护照下来 我回法国 我们就要去公正的 没准我还会办婚礼 然后再生个混血 你看我都收人家戒指了 我们订婚了 我竖着手指 在顾明面前晃动着 想让他看见 那枚细细的银戒指 顾明蹭的一把 拽住了我的手 他看了看我手上的戒指 突然一伸手 把戒指撸了下来 转身扔进了前方 黑茫茫的礁石摊里 你给我捡回来 我伸手指着远处 瞪着顾明 不捡 他看着海天线处 面带笑容 那是古董你知不知道 人家祖传的 无价之宝 什么古董 潘家元五十块钱论对错 Chapter九战斗 你这个骗子 顾明的口气里 不屑中 又带了许多质询 我怎么是骗子了 我骗谁了 还要跟人生混血 你先拍拍自己的良心 门心自问一下 看看你对得起中国足球吗 怪不得老也冲不出亚洲 都让你们这帮骗子给闹的 顾明 院腾和丁磊都是球迷 我是伪球迷 曾经的我们 常常坐在一起看球 我有时候不太理解 篮生在看球的时候 怎么能动那么大的干火 骂街拍桌子先凳子的 我对得起中国足球吗 这问题 让我不自觉地笑了 那些存当的片段 就那么挡也挡不住地 被一样样抽掉出来 曾经在顾明 对中国足球现状 大发雷霆的时候 我安慰他说 将来给他升一个足球队 他当教练 带领着他的十一个儿子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顾明对于我的建议很满意 并让我发誓 将来一定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很想笑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 我对这个男人 承诺了很多未来的事情 可是现在想起来 似乎全都没兑现过 对不起 中国足球 顾明从那块岩石上站了起来 我说过会看到日出 所以就是会看到 远处乌云密布的天际之间 露出了一丝缝隙 红日的光芒 为那些乌云镶嵌了金边 太阳的整张脸 从那个缝隙里露了出来 耀眼又温暖 回去了 顾明脸上带了点满意的笑 他转身往停车的路边走去 我跟着顾明上了车 太阳出来了 温度也升高了 我坐在车里 把羽绒服脱了下来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真都能折腾的 你开车小心点 两百多公里地呢 我抬起头的时候 顾明离我很近 十厘米都不到 他的眼睛直视着我 他想要在靠近的时候 我伸出了左手推他 还没抬起来 就被他按到座椅上 顾明的整个人压了过来 我的手都抬不起来 整个人被卡在死角里 顾明的唇毫不迟疑地压了下来 这个吻来的有些突然 却是久违了的吻 带着淡淡的烟草气息 如那个曾经吻过我很多次的唇一样 带着暖暖的吻 只是这次 也许我不是那么情愿 但一切根本由不得我 我醋眉 骂人的话一句都没喊出 就已经被封了口 躲不掉只能承受 想要敷衍的心态 似乎都被看穿了 想守住牙关 却力不从心 顽固地坚持 令我的嘴唇又热又痛 而他丝毫没有退却 顾明的吻 在我离开的八年光景里 常常出现在我梦中 那些相互依偎的快乐时光 有时候会让我觉得 像是天堂对我的召唤 一瞬间也曾迷茫 也许这是个梦 但是此刻却真切地知道 这不是 这个吻既熟悉又陌生 年少的我们 吻中带着青涩和无限青春的气息 也许是我 离开这些年龄 他的吻霸道了许多 我打开了牙关 和他纠缠起来 耳边的波涛声依旧存在 却始终不如心里的澎湃 我竟一时沉迷其中 顾明率先离开了我的唇 他微眯着眼睛 嘴角勾出了一丝弧度 他的手捧着我的面颊 脸依然离我很近 好似都能呼吸着他的呼吸 你回来了 真好 顾明的声音很低沉 不像他时常迸发的个性 那一瞬间 我差点哭出来 我的呼吸很沉重 想让思绪平静 和顾明再相遇 又纠缠在一起 这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是这样 我当初又何必离开 我很快就会走的 等我的护照下来 顾明的脸离我越来越远 面容却渐渐清晰起来 他的表情冷冷的 眼睛却带着似笑非笑 你有种再说一遍 等我的护照下来了 我就得回法国 我妈还在哪 还有那个 顾明没让我说出 安东尼的名字 他叹过身来 把我这次的车门打开了 下去 顾明的态度坚决 说完之后 他不再看我只是牧师前方 下哪去 下外面去 凭什么啊 你把我带这来的 你不说你会走吗 我看看你都会走 走回法国多远啊 你先走回北京试试 顾明说完就开始往外推我 我死把这车门不肯下车 不是 你跟我耍什么魂啊 有本事 你把我带回北京耍去 我没本事 我觉得你本事挺大 你快点向我证明一下吧 顾明还凑过来 扒开了我扣住车门的手指头 不由分说的 把我推到门外去 我刚一下车 他就锁上了车门 我跑上去猛砸他的玻璃 他按下个小缝看着我说 你小心点啊 这车可贵 好几百万啊 你大爷 有几个臭钱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信什么了 顾明把车窗关上 发动车开走了 开了几十米的距离 他又飞快地把车倒了回来 按下车窗 把羽绒服塞给了我说 我估计你得走到半夜 别动着 说完 他又把车窗关上绝尘去 我看着顾明车子远去 在原地发了十分钟的愣 十分钟后 我清楚地认识到 他是真的走了 努力做了个深呼吸 想了想把羽绒服穿了起来 因为抱着比穿着还累 我四处看了看 大概搞明白 东南西北 便沿着这条小路往外走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在哪 或者主路在哪 但我想 这么一直走 一定能走到大路上 我边走边思索着 羽绒服里四十有手机在震动 拿出来发现 是顾明打来了 刚接起来 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 顾明抢先开口了 求我 求你什么 求我回去接你 开着你的破车滚吧 老娘就给你表演一个 怎么走回北京去 顾明在电话里 安静了几秒钟 声音带了笑意 不求也行 给我道歉 道什么歉 说你错了 说你不回法国 嫁你那个十八世纪的破老头子了 这你还真甭劝我 我肯定得嫁 我不仅得嫁我 还得把他当爸爸式的供着 知道为什么吗 人家是贵族 我嫁给他我也就是贵族了 路易十六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就听说过路易十三 不喜欢 我更喜欢国教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幽默啊 无聊 我根本都笑不出来 你是笑不出来 我要这么走我也笑不出来 顾明语气里的笑意更浓 你自己选的呀 你别怪我 顾明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再打过去 他已经关机了 嘴里骂着街 步行了半小时 似乎远远地看到了高速路 内心多了点激动 到了高速路上 忽然感觉到兜里的手机又在震动 看也没看就接了起来 想在他开口之前站的先机 我说你见不见 打什么电话 影响我走路了你知道吗 电话里的人并没有马上说话 像是反应了一会儿 呵呵地笑了两声 我还真挺贱的 早知道是你们俩在闹 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 听到的是怨疼的声音 我的态度一下缓和下来 是你啊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不是 你怎么打这个手机啊 这手机不是我的 是顾明落在羽绒府里的 我昨天去青黄岛的工厂看了看 今天一早准备回去呢 刚才顾明打电话说 要是看见你在北戴河一带的高速上 往北京走 让我顺的把你带回去 你不会真走路往北京奔的吧 是真的 你想说什么 怨疼在电话里又笑出了声 行了 原地立定别走了 怪累的 手机有GPS 告诉我地方 我这就过去了 我的移动速度终于放缓下来 我查了自己位置 告诉了怨疼 大概过了不到20分钟 怨疼开着车到了 我一上车就觉得自己腿有点累 一直用力地捶着自己的腿 你们俩可真是的 多少年不见了 一见面还是那样 哪样 就你们俩特有的那样呗 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俩神经兵 俩半疯 得了吧 他是疯子 我可没疯 不 是你们俩遇到了才这样 少一个都不会这样 真的 小姨你走之后顾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沉默寡言 可能说心里话的人没了吧 要说咱们四个真是打小一起长大的 可是真正了解他内心的 只有你 我也曾一度认为 真正了解你的 也只有他 但是你不声不响地走了之后 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我坐在那里听着苑藤的话 没有接下文 其实我不知道要如何开口 为什么走啊 苑藤问得很小心 用的是试探的口气 我继续沉默了一会儿 转头看着他在笑 不如说说你们三个怎么发家的 咱们四个在一起 嘴上长说的梦想 你们三个就给实现了 苑藤的脸上带了点笑 其实我知道你不会说 就跟顾明不告诉我 他哪来的第一桶金石的 顾明这人 一直挺有想法的 我打小就有点崇拜他 估计丁伟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们大多数时候 都在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 顾明大多数时候 都想如何做馅饼的事 这些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谁都清楚 公司现在运营的挺好 公司运作起来之后 顾明的很多计划都完美实现了 比当初的注册资金翻了很多倍 现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 加上厂房 产品和盈利 以及公司账面上的钱 加起来是只有三十几亿吧 苑藤 你怎么这么失声 我又没问 你们现在到底值多少钱 你要再失声点 你不如直接说 你们现在欠银行多少钱就行了 我想后半句 纯属酸性心理作祟 怨疼呵呵地笑了两声 本来也是没什么可瞒的事情 真有心查 上网四处找资料 也能预估出来 现在钱也多了 听着几十亿不像小时候 能挣个跟头了 顾明有一天跟我们说 要弄个公司 那时候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呢 可是他特别认真说 他手头大概有四千万 他计划要弄个什么样的公司 他跟我们商量的时候 他连计划书都做好了 写得很详细 包括运作 他被吓到了 不知道他四千多万是哪来的 问他他也不说 他说 你们放心肯定不是非法所得就是了 要不然 你们就当是我中彩票了吧 然后问我们 跟不跟他干 其实我早知道 顾明将来是个能成事的人 不过说句实话 要是没那注册资金 我们不会发得这么快 我心里感谢顾明 真的 他有四千万 还有很好的规划 我觉得 其实他顾 谁干都行 现在我跟丁磊 都是公司的大股东 各占了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其实当初刚成立公司的时候 我们一毛钱都没出 院藤一边开车 一边转头看着我 尴尬地笑了下 要是你在 肯定也有你的一份 我笑着摇了摇头 你们都是 陪他创业的功臣 咱们又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们在他心里 不能跟钱比 咱们当初凑在一起 做了多少发财的梦啊 总是想着 自己是有钱人了 要如何生活 可是现在也多少算是有钱人了吧 不过发现生活还是一样 得一天一天地过 我佩服顾明 是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确定 如果我是他 我会不会像他那样 也分给另外两个人公司的股份 那么多时候 他表现得比我们任何人都渴望金钱 到后来发现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渴望 是需要吧 曾经的他很需要钱 我很小声地坐在一旁嘀咕着 嗯 你说的对 那个时候 他比我们都需要 可惜阿姨没想到服就走了 车内的气氛 似乎被这种对话带向了沉重 院藤赶忙换了个轻松的语气 干嘛自己跑北戴河来了 什么自己 顾明那孙子把我带来的 然后把我从车上推下来 让我走回北京去 院藤笑得有点无奈 我真服了你们俩 从小就这样 做事都那么绝 一点余地都不留 明明知道都不会服软 还偏要比谁更硬 不过这场景快有八年没见过了 你们俩这么闹还挺让我们怀念的 我想 院藤的话是对的 和一个人如此相处 我也已经好多年没有过了 此刻我的内心生腾起一股力量 像是自己重生了一样 从我离开之后的这些年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 能再感受到一次 真好 Chapter十懵懂 回到家的时候有点累 我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 就接到了安东尼的电话 他的语气里都是关心 他问我 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告诉他我的护照丢了 安东尼的声音里都是疑问 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说 要看政府的办事能力 因为我的户口簿也找不到了 我向他解释 我得先去派出所 重新报户籍 补办一个新的户口 当然很有可能 派出所会先让我去接到办事处 找户籍证明 而接到 也许会让我去出生医院 找我的出生证明 如果这一切都实行得很顺利的话 我就可以办一个户口 有了新的户口簿 我再去办理新的护照 再然后去申请签注 等等 安东尼最后终于被我说晕了 我想跟他说 我把他的古董戒指也丢了 话在嘴边转了几圈 终究没说出来 因为脑子里一直盘旋着顾名说的 潘家元五十块钱论堆错的是 我想再买一个袋上 可能他根本看不出来 安东尼听我东南西北地扯了一通之后 他说 我想你 我沉默了一阵说 谢谢 这回答佩 我想你好像有些词不达意 但是我只会说这个 别的我全都说不出口 挂电话的时候我说 让他帮忙照顾母亲 安东尼说 这两天都是我母亲在做饭 中式晚餐 他觉得很好吃 这几天他很忙 因为餐厅接了两个婚宴 都订了两米高的蛋糕 他每天要都工作到很晚 不然他早就来中国找我了 他说 我跟我母亲都是好人 他很高兴认识了我们 他很高兴 我答应嫁给他 听着这话 有一点点讽刺的味道 安东尼挂电话的时候 说他会好好照顾我的母亲 而我内心也希望他好好照顾他 而我也就可以回归到 混吃等死的状态里 我想我也曾是个 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 不过现在最大的理想是 不再过接受父亲阶级的生活 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照顾母亲 哪怕是嫁给安东尼 事实上安东尼是个好人 而我也许没那么好 晚上我睡得很好 十分香甜 连梦都没做 一睁眼已经天亮了 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 屋子里的气温渐渐升高 到处都是暖衣 我站在窗口 看着小区里来来回回的人 有骑着摩托的 有蹬着板车的 还有推着小平车 或者早餐车出去讨生活的人 无论这些人 在怎样和现状做着斗争 至少阳光对于所有人是公平的 他每天照常升起 照常照耀着 保证每一个人 都能这样站在窗口 被阳光刺得眯上眼 我决定要把屋子打扫一遍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我的家 干干净净才和姥姥慈祥的笑容匹配 我的热情很是高涨 把屋内的边边角角 都要收拾利落整洁 柜子里发霉的 被重铸的老旧物件 打算全都扔掉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有用而值得留下的东西 顾明把我扔在北戴河之后 一个电话都没打 也没问我 安全到家没有 我也乐得清闲 省得还要琢磨 怎么才能打击暴腹回来 我们怄气从来就是这样 谁都不理谁 看谁先服软 记忆里顾明服软的时候多 不说谁对谁错 只看谁先和谁说话 大多数时候 顾明都会先跟我说 今天我妈炖肉了 来不来吃 而我的答案 几乎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去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是男的 再跟你一般见识 那就不是对错问题 而是水平问题 我坐在柜子前 无意中找出了一本老相册 忍不住翻看着 初中时候的毕业照 全年级三百多人 照片里每个人 就像胶囊的大小 可是我一眼就看到了顾明 下一眼看到了我自己 然后是穿着那条白底 小粉花裙子的斑花 曾经的记忆翻涌着浮了上来 清晰的如昨天发生的一般 好像那是唯一的一次 顾明问我 要不要去他家吃炖肉的时候 我拒绝了他说 不去 那个时候的我 仿佛因为一件事成长了 我拒绝他 不是因为闹脾气 而是真的不想再理他 就像姥姥说的 我在这么整天 混着当坏孩子 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会跟我妈妈一样 姥姥觉得妈妈过得很惨 虽然他身在国外 可是他是从国内 惨到国外去了 他把所有的原因 归咎于妈妈没有文化 姥姥也没什么文化 所以他希望我有 他说有文化了 男人就不会随便抛弃你 就算抛弃你了 有文化的人 也会比没文化的人过得好 这话从小我就听姥姥念叨 说了很多年 就如同所有家长 希望孩子好好学习的话一样 听在我的耳朵里 就是无比厌烦 那个时候 我喜欢疯完疯闹 读书一点都不能让我快乐 我喜欢干能让我快乐的事情 顾明和我一样 我们俩的学习都很差 比着近的差 如果我考倒数第十 他会是倒数第九 但是我们俩都很高兴 总是感叹自己成不了倒数第一 任何成绩对我们来说 都是不痛不痒的 我们已经是被老师放弃的学生了 我觉得学习不好 对于我来说 几乎没什么影响 如果说有的话 就是没什么同性朋友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究竟是因为我学习不好 还是因为我脾气不好 家长们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要跟我玩 大概是我 看起来像是没什么家教的女孩子 我的确没什么家教 因为家里没人 只有我跟姥姥 一个学习不好的男孩 和一个学习不好的女孩 在学校受到的待遇 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女孩喜欢像顾明这样的男孩子 觉得他这种整天一副 吊锒的样子 很有性格 谁知道呢 有时候女孩欣赏男孩的角度很怪 就像很多男孩 是一样的怪 初中二年级的夏天 我爱上了一条裙子 白底带着很小的粉丝花朵 我放学回家 路过商场 在橱窗里看到了他 我在那儿住足了很久 我从没像那样 热爱一件裙子 并很想拥有它 我带着胆子走进了商场 找到了那个柜台 翻看了标签 吓得赶忙松开了手 那裙子要五百多块钱 可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就是天文数字 我不可能让姥姥花五百块钱 去给我买条裙子 这不现实 而我心理上也不允许 可是那个夏天 每天放学去商场 看那条裙子 成了我最快乐的事情 放了学我一个人偷偷地跑走 不等顾名 怨疼 丁磊里的任何一个 就在那个商场的某个角落里看着他 想象着他穿在自己身上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 我鼓足了勇气 去是穿了那条裙子 我站在试衣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才发现 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女主角 原来我也可以是个 令人觉得美好的女孩子 我不舍得脱下来 就在试衣间里看着镜子 站了很久 直到工作人员在外面敲门 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才把那条裙子脱下来 还给他 从那以后 我不再去那个商场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自己穿他的样子 那个夏天的傍晚 顾名的妈妈头痛发烧 起不了床 顾名要去 替他妈妈出地摊 他叫上我 只要他去摆地摊 他总是叫上我 为了让我在不远处的路口 看着城管 防止城管突击检查 我很愿意去 每次看着 他在那卖那些女士的唇棉内衣 总觉得很好笑 丁磊的爸爸 在路口开了一个小报亭 我常常坐在报亭外面看 顾诗会 那是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傍晚 太阳半落 已经不再遭热 刚刚刮起了微凉的下风 一阵一阵吹得人很舒服 我坐在不远处 看着顾名在和人杀架 拉扯着那些大棉裤衩 以展示他们的质量有多么好 我的脸上 总是忍不住挂着笑 我想 当我看着斑花出现的那一刻 我的笑容一定是凝固的 他穿着我日思夜想的 那条白底粉花的连衣裙 威风把他的裙脚 吹得一档一档的 样子十分飘逸 斑花本就是优雅的女孩子 这裙子将他衬托的气质 更出重了 我不想看他 却不得不看他 直到现在我始终认为 他穿着没有我穿着好看 只是我买不起 但他可以 顾名和我不是一个斑 他和斑花其实并不熟悉 不过斑花可能对他很熟悉 因为他在学校差生里 也算是出了名的 顾名 斑花的声音像银铃般清脆 带着些许笑意 顾名看了他一会儿 像是知道了他是谁 你在这卖东西啊 斑花站在他的摊位前 和他攀谈着 是啊 要不要买两条内裤 斑花的脸仗得微红 带着娇羞的样子说 你这里的东西 哪有适合我的呀 怎么没有 顾名的脸上带了笑意 他低头 从地上层别的内裤里 剪出条白色的 前面挂了个小粉花 看这个跟你的裙子刚好配套 你衣服漂亮人也漂亮 内裤总不能穿丑了吧 要不你找地试试 我算你便宜 但是你只能套在外面试啊 不能真试 也就看你是同学 本来我都不让试的 哎呀 斑花扭泥了一下 脸更红了 你怎么那么坏啊 我就站在不远处 看着他们两个 带着笑开心的攀谈着 突然听见耳边有人喊 城管来了 我起初都没反应过来 只是站在那愣愣地 看着顾名和斑花的笑脸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很多摆地摊的人 都已经收拾好 开始狂奔了 我突然像是意识了过来 胆忙跑过去 帮顾名收拾他摊在地上的内裤 顾名嘴里抱怨着 不是让你看城管吗 干什么去了 而斑花躲到了一旁远处 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 我和顾名用最快的动作 把那块地步兜了起来 顾名一手拉着包袱 一手拽着 我开始奔跑 城管在后面紧追着 我们差不多算是最晚开始逃跑的人 我们不能被抓住 被抓住东西 被没收不说 还要通知家里去人交罚款才能出来 我们从拐角飞奔下楼梯 刚下楼梯 顾名的包袱散了 内裤散落了一地 他跑回去 捡那些掉在地上的内裤 一个城管挥舞着井棍追了上来 一把抓住了顾名了胳膊 嘴里大骂着 小兔崽子 我看你跑哪去啊 顾名只是个上初二的少年 他极力挣扎 想要挣脱出来 我也急了冲上去 抓着城管的手腕 狠狠地咬了一口 那一口 我真是使足了力气 刚咬上 就尝到了血腥的味道 城管大叫了一声 松开了顾名 我想我那时候一定是急疯了 他松开顾名了 我还没有松开他 他一挥手腕 我就摔倒在地鞋飞了出去 一次的胳膊和腿 全都擦伤了 顾名拉起我继续狂奔着 包袱怎么办 我边跑边问他 不要了 他头也不回 一直拽着我 那时候我感觉不到疼 只想快点 找个安全的地方 能喘一口气 我们终于确定自己安全了 找了个地方喘着气 顾名靠过来 看了我的胳膊和腿 去拿水冲一下吧 他找了个公用水池 拽着我的胳膊 伸到水管下面 开着水龙头 冲着我胳膊上 沾满了尘土的伤口 他在一旁 对着水龙头喝了的足食 很满足地啊了一声 嗓子都冒烟了 说完他捧了一捧水 泼在了我受伤的腿上 嘴里还小声嘀咕着 你是不是又看故事 看迷糊了 我大叫一声 接着无法抑制地哭了出来 我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一下子崩溃了 我就是心里难受 难受得不得了 难受到想靠哭来缓解 这种情绪 我这么哭让顾明很无措 他不知道 我怎么会哭得这么伤心 我们玩在一起 我总是受伤 比这厉害的也曾有过 可是我从来没哭过 可是现在 我站在这里 肆无忌惮地流着眼泪 你哭什么 这点小伤不至于吧 我挥起了拳头 照着顾明的胸口 结结实实地猛捶了一拳 我想一定很疼 冬的一声像 是在捶一个紧绷了皮面的大骨 捶过之后 顾明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伸手留了下胸口 然后像是胆灰尘似的 弹了一下 行了 打过了 还哭吗 全都怪你 我高声斥责着他 怪我 行了吧 如果你不回去捡你那泡裤衩 我会受伤吗 顾明没说话 他站在我对面看着我 想等我自己平静 你真是个臭流氓 还舔着脸 劝人在女的买内裤 你要脸不要脸 你这骂得可有点怪了 你也不是第一次跟我出来摆摊 我一直就卖裤衩的呀 我一晚上都在劝女的买裤衩 合着我一晚上都在那耍流氓吗 顾明 我告诉你 以后你呀少理我 咱从今天起 谁都不认识谁 摆摊也别叫我 我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顾明像是比我还生气 站在我身后 朝我大喊着 你神经病啊 没事抽什么疯 Chapter 11 共进 顾明也生气 他一整包袱的货物都没有了 他没来追我 其实我们俩 吵架他从来不会追过来 哄我原谅他 或者说他错了 这在他身上 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反之我也一样 那天我回到家 内心的悲伤仍然不能退去 14岁的年纪 第一次失眠了 躲在被子里 默默流泪了很久 那个时候的 我都不太知道 究竟是在为什么而悲伤 觉得那一天 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凑在了一起 竟不知道 哪个才是令我真正难过的 哭到累了的时候 突然觉得姥姥的话是对的 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 看着自己喜欢的裙子买不起 穿在别人身上 心里是那种酸酸的痛 如果我会是这样 我就要改变它 如今已是30岁的年纪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看着那张毕业照在回想 脸上竟挂着温馨的笑意 回想14岁那个夏天的傍晚 我究竟爆发的是重什么情感 我想 那是一个女孩成长为少女的心态 不是为了身上的伤 不是为了顾明 冤枉我看故事看入了迷 也不是为了 我钟爱的那条裙子 穿在了斑花的身上 我想是因为顾明 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她开始欣赏别的女孩的时候 我竟是那么怕被抛弃 那次之后我突然转了心 我把我全部的热情 都投入到学习之中 我不理顾明 因为我不理她 所以她也不理我 我们俩无数次在楼道里偶遇 她不停地在那咳嗽带叹气 我都装成没听见一样 有两次她和怨腾 丁磊在学校门口等我 而我早就回家了 还有一次 我在他们之后出了校门 怨腾叫我 我连怨腾也不理 谁都不理 你们也别理我 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很努力地学习 熬夜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整整一个月 一句话都没跟她说 那是我们俩怨气最长的一次 一天放学 我走出校门的时候发现 只有顾明自己在那 我白了她一眼 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她紧追了几步凑了上来 你差不多行了呀 多大点事啊 怎么气息那么大 以前不这样 我没说话 继续大不留心地走着 她嬉皮笑脸地跟着我 我妈说了 今晚做红烧肉 让我叫你来吃 本来我不想叫你的 后来有点心软了 所以才在门口等你的 来不来 我立定了脚步 转头看着她说 不去 这答案很让她吃惊 不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愣愣地看着我 不知道要接什么 我像是胜利似的 转身继续朝家走 顾明反应了一会儿 快步跟上来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又香又嫩的五花肉 一块一块地 咬一口肥而不腻 鲜嫩多汁 再配上大白米饭 简直 顾明的形容词 还没说完我转头看着她 我说你俗不俗啊 我俗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一星期能吃一顿红烧肉 就特别幸福了 你是不是以为 隔三差五地 请我吃顿红烧肉 我就应该高兴地 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顾明的笑容收了起来 她表情有点严肃地看着我 你想说什么 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可能陪你 当一辈子坏学生 你知道我爸爸是什么 他是博士 他在美国读的博士 我妈妈也在美国 他们马上就会来接我的 他们要把我接到美国去 我去美国不吃红烧肉的 都吃面包抹黄油 那是西餐 我现在就得锻炼 让自己习惯吃西餐 顾明看着我愣了一阵 别骗人了 从你搬过来之后 你爸爸一次都没回来过 你妈妈把你送到你姥姥家之后 也一次都没回来过 我猜不信他们会把你接走吗 顾明的话很不中听 但是都是事实 那个时候的我 对于父母在美国 究竟是什么情况并不知晓 母亲逢年过节 会寄点钱回来 只是意思一下 帮助不了家里什么 你懂什么 被顾明这么说我很不高兴 去了美国 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 得美国批准了才能回来 我爸爸给我来信了说 让我好好学习 别整天瞎唤 说我去美国了 要当好学生 不能丢他的脸 我以后不能再跟你一起瞎完了 知道吗 不能了 顾明被我说得很生气 他看着我 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吹牛吧你 我猜不信呢 说完 他就自己先走了 那年的期末考试 我从年级的第三百三十九名 考到了年级的第八十六名 在年级里 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为了这事 老师专门找我长谈了一次 他跟我说 学习差没关系 但是绝不能品得差 我猜他绝对以为我 做了某些特殊行径 比如作弊什么的 我表面上没说话 心里一直在骂他 我就当个学习好品德差的学生 你管得着吗 你傻不傻呀 那天我心情很好 哼着搁回的家 就跟被压迫了许多年 终于翻身了一样 心里想着 考个好成绩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嘛 晚餐姥姥为了奖励我 也给我做了红烧肉 虽然没顾明妈妈做的好吃 但是我 吃得一样开心 晚饭后我收拾了垃圾出了门 站在门口的 顾明把我吓了一跳 他的情绪很低落 低着头一直徘徊着 你干什么呢 站在门口吓死我了 顾明看见我问 你干什么去 倒垃圾啊 我帮你吧 顾明把我手里的垃圾拿了过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说了声 谢谢就要关门 他转头看着我 你不出来吗 你不是说你帮我吗 出来吧 跟你说两句话 我很不情愿地 跟着他走了出去 外面挺冷的 我的手插在运动服的兜里 原地跳着取暖 要说什么快点说啊 顾明看着我很小声地说 你走了以后 还会回来吗 我被顾明的问题问愣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 已经把我骗顾明说 我要走的是得忘了 我站在那反应了一会儿 努力回想着 那天我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然后我装得很淡定地说 我不会回来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去了美国 不是随便想回来就回来的 顾明站在那静静地点了点头 那你去了美国 会想我吗 顾明的声音在颤抖 我似乎看见他的眼角 落下了一滴眼泪 我有点傻了 那感觉就跟顾明看见 我站在水尸边 嚎啕大哭一样吗 我凑近了看着他 很小声地问着 你哭了 哭什么啊 顾明被转过身去摇了摇头 没有 沙子把我眼睛迷了 我想我这个谎撒得有点过了 顾明当初愤怒的口气 听起来根本不信我 原来他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我要告诉他 我是骗他的 他会不会立刻抽我 我的内心敲着小鼓想着 要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 我妈也曾经说过 爸爸会回来接我们 带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 小时候我总相信他会回来 有时候我会趴在我们家窗户上 看着院子走动的陌生男人 想着那可能就是我爸爸 可是都不是 后来我想他也许不会回来了 他也许早就把我忘了 我妈说他没忘 他去给我挣大钱去了 为了将来让我读书用 我现在都出二了 马上初中到毕业了 高中读不读 还没想好呢 真不知道挣多少钱算大钱 你说的对 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样的 我爸爸从不回来也不问我 你爸爸也是 可是你爸爸的心里 还是想着你的 他要把你接走了 顾明抬头看着天上 脸上带着笑 我想 他是不想让眼泪掉下来吧 算了 还是别记着我了 我们总是吵架 没完没了的 想起来有我这么个朋友 真是挺讨厌的 顾明的声调越来越低 让我的心里很难 他挤出丝笑容来 我回家了 他转身缓慢地往家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犹豫了一会儿 顾明要不你 跟我一起好好学习吧 他停住了脚步 转身看着我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好好学习干什么 我不能跟坏学生玩 我爸说的 要是你也变好学生了 没准我爸就不接我走了 他怕我在中国学坏 顾明皱着眉头看着我 真的 再也不走了 我心里琢磨着 要说再也不走了 有点假 我看着他很真诚地说 也不是 他说 我现在年纪小 其实不适合去美国读书 不如等我到了大学再去 顾明低头想了想 那也没几年了 不是 后来他又说了 要是去读研究生那更好 或者去读博士 博士后什么的更好 美国在读书上 都照顾岁数大的人 又陷入一种迷茫中 我自己都觉得 编得有点乱 真的 真的 等到读博士后的时候 没准你爸爸就回来了 然后他给你挣的大钱 刚好够你去美国读书的 顾明的脸上带了点笑容 听着挺有道理的 那我妈怎么办 带你妈一起去啊 我带上我姥姥 让他们陪咱们读书去 顾明的面容里有些兴奋 他转身走了回来 我觉得挺靠谱 那要是我爸不回来怎么办 你爸不回来 也是好久以后的事了 那时候没准 咱们自己也能挣大钱了呢 反正我觉得 光靠你卖裤衩 肯定是挣不了太大的钱 我姥姥说了得有文化 顾明 初中毕业了别不读了 咱俩还得一起去美国读博士后呢 那成绩也得说得过去吧 别回头 我去了你去不了 那我可帮不了你了 顾明的表情 终于恢复了自然的状态 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 转身往家走 嘴里念叨了一句 我知道了 后来这是我自己说漏了嘴 那是我们初中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四个凑在一起 互相说别人最糗的事实 我大笑着指着顾明说 我骗鸭说我要去美国 结果鸭相信了 还哭了 我们三个笑道成一片 顾明坐在那眯着眼睛 一直瞪我 我可没哭 他朝我大喊了一声 当然 后来我 接受了相应的惩罚 那个假期 我都在帮顾明卖裤衩 而他在报庭看 顾试会 他每天给我订销量 卖不到数量 不准回家 他说 这惩罚不是因为我骗他 是因为这是 让他这一年里 一直在刻苦读书 导致他损伤了很多的脑细胞 而这些事 根本无法挽回 自从顾明开始刻苦读书之后 他的成绩 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甚至比我增长得还快 于是我们又多了比拼的项目 谁考过谁 都会扫着对方说 少理我 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我不跟差声说话 在我们俩考上大学那年 他考了年级的第23名 我考了年级的第24 一分之差 让他足足嘚瑟了一个假期 Chapter十二回径 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不论这一天 是不是刮着四五级的偏北风 扬着漫天黄沙一出门 被冷风吹得透新凉 对于我来说 只要能睁开眼 这一天都是美好的 我翻出自己20岁时候 穿的薄毛衣 又套了两层裤子 才觉得身体暖和 然后拎着包出门了 这一天 我安排得很满 比如要去潘家园 买一个看起来像古董的银戒指 再去吃几样许久没吃的小吃 回来的时候 去街道办事处 问问补办户籍的事情 可事情并不像 我想的那么顺利 出门没多久我就迷路了 我太久时间没回来 公共汽车的站名都改了很多 越做越晕到最后 都不知道 自己究竟在朝哪前进 干脆下了公交 想着还是打车更容易些 手机在包里震动 拿出来 看是怨腾打来的电话 起了吗 几点了还不起 在哪呢 听着像是在外面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在哪 我想我可能 把自己弄丢了 我大概跟怨腾 解释了我这一天的行程 怨腾在电话里 是我不理他好吗 对对对 是你不理他 那你也得理我啊 你等我啊 我这就过去 我去为你介绍一下新北京 要不说这顾铭心里能搁得住室呢 放我可真不行 我问他说 你这两天干嘛呢 他跟我说不知道 要为你自己问去 他可真踏实 他就不怕 你又不声不响地背着包跑了 我甘笑了两声 心想 怨腾应该不知道 顾铭把我护照烧了的事情 没护照 我也跑不太远 怨腾很快就赶到了 他一看到我就先忍不住 对我的穿着平头论足一番 这什么时候的衣服 可真够土的 二十岁的时候穿的衣服 怎么样 把这衣服拿出来穿 是想说自己跟二十岁时候的身材一样 没什么变化吗 我带着笑眉回答 心想 其实我的身材有变化 我比二十岁的时候瘦多了 怨腾带我去了潘家园 很失望 没有我要的银戒指 到处都是琉璃和瓷器 我们俩四处逛了逛 然后去吃了小吃 他带我去了很高档的小吃店 小吃做得十分精美 吃在嘴里 却和曾经的味道不同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比以前的更好吃了 怨腾期待我发表意见 我只是笑眉回答 很多事情都变了 虽然我希望他们没变 但连我自己都变了 又何必抢求一盘小吃呢 没变的 也许是北京十一月份的天气 干冷 阳尘 刮了风就更冷 在外面逛久了 好像都要凉透了 感觉头发都被卷上了灰 要是再配上我穿的毛衣 肯定特像一个柴火妞 我看着怨腾 有点央求的口气说 找个地方喝点东西 要热乎的 怨腾想了想说 走吧 知道个地方挺好的 怨腾这人真是个好人 心细 做事喜欢替别人想 让他帮忙干什么事 都特好说话 这一天带我去的 都是各种十分高档的地方 可能去那只吃一样东西 翻着那些餐单 让我这酒居法国的人都 不由得泽舌 一点都不比米其林餐厅便宜 我们去了一家很高档的咖啡厅 很大 装修豪华 咖啡杯是欧式烫金的 走的是奢华路线 古董式的皮沙发座椅 很是舒适 我们刚一落座 怨腾的脸就露出了笑容 哎 真是巧了 怨腾的目光 落在我身后拐角的斜对面 我回过头去发现 顾明和丁雷也在这里 他们对面坐着一个 微胖的中年男人 四十几岁的样子 男人的身旁坐着一个女孩 穿着时尚考究 妆容精致 满脸的笑意 他的胳膊 一直夸在中年男人的胳膊上 不时地贴在他的耳边说话 看着就像是在对他的耳朵吹风 中年男人也被他吹得时时大笑 咖啡店里充满了他浑厚的声音 顾明的脸没什么表情 丁雷的脸上带了一点微笑 咱们过去打个招呼吧 怨腾在征询我的意见 对面坐的那两个是谁啊 怨腾似乎都没太注意 顾明他们对面坐的是谁 经我提醒他才注意看 那男人姓明 一个商贸公司的老总 最近在跟公司谈一个合作项目 谈成了 应该可以赚不少 今天他们就是 约掉谈生意 不知道怎么跑这儿来谈了 谈生意 你不用在吗 这个生意是一直是丁雷在管的 顾明也不太问 那您总是怎么都要见见公司法人 所以顾明才见他吧 那女的 好眼熟啊 怨腾像是在思考 她怎么在这儿 怨腾像是想起了事情 我说 怎么看着这么熟呢 那女的你认识啊 好多年前当过顾明的秘书 你看她打扮得挺时髦的 要这么算她也不年轻了 那个时候二十出头 现在怎么也得二十七八了 干了没几个月 让顾明给辞退了 好像最后那个月工资都没拿 就不来了 这女的挺有意思 居然傍上宁总了 她叫什么来着 郭瑶 我说怎么不好认呢 她肯定是整容了 鼻子比以前高了 脸也小了 眼睛也大多了 你特羡慕吧 我羡慕谁啊 羡慕宁总 啊 都是总 人家有人傍你没人傍 得了吧 顾明以前都警告过我 说我交女朋友得她过目 怕我太失诚 让女的把三分之一的公司给骗走了 现在的女的 想傍个靠山得多下血本啊 靠一辈子 可不是得下本吗 什么一辈子 那姓明的有老婆的 你还以为她能娶她 不过也保不齐 看这女的有多大本事了 没准能找个有钱人娶了她呢 我慢慢悠悠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随手拿了桌子上放的冰水 朝着远处顾明的那个桌子靠了过去 你干什么去啊 怨腾觉得我行动有些诡异 我转头带着更诡异的笑看着她 我去打个招呼 你在这儿少案无造啊 说完这话 我快步冲了过去 刚冲到桌子旁 一抬手把一杯冰水 全倒在那女人的脸上了 女人瞬间尖叫了起来 脸上的妆容也变成了满脸花 咖啡店里只有我们两桌客人 几乎所有人都愣了 顾明也有些吃惊 她斜着眼睛看着我 竟没说出话来 我开始指着女人大骂 你这贱人 敢勾引我老公 我说话 故意带着浓重的远胶曲线的口音 一边说 一边挥舞着胳膊 张牙舞爪 像要能把人吃了一样 再配上我今天的行头 完全一副标准泼妇的嘴脸 女人听见我的指责 尖叫的声音立刻没了 她有点委屈地 转头看着那个微胖的中年男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宁总也一头雾水 看着在跟她撒娇满脸花的女人说 我不认识她 你不认识她 郭瑶的声音提高了 那她哪冒出来的 我真的不认识 宁总继续摇头 而我继续骂街 我伸手要去抓郭瑶的头发 被怨腾从后边抱住 怨腾嘴里一直在叨叨着 姑奶奶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顾明的眼睛微眯 嘴角挂着点浅浅的笑意 丁磊站在桌子旁看着我 那表情像是还在思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郭瑶像是胸向壁露似的 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 这是哪来的疯婆子 院总这是哪来的疯婆子 我这衣服是新买的 郭瑶看怨腾一直抱着我 他猜测 怨腾一定认识我 怨腾顾不上说话 还在使劲拉着我 怕我继续去抓郭瑶的头发 我抓不着郭瑶的头发 我开始伸脚踢她 嘴里大喊着 放开我 我跟你这狐狸精拼了 我报警 我报警 有没有人管了 赶紧把这女人抓到疯人院去 郭瑶拿出手机来示意要报警 顾明突然黑了脸 别抱了 这是我女人 当给我面子吧 不好意思 你的衣服我赔给你 我一下扑进了顾明的怀里 搂着她的脖子 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这个没良心的 咋又和这女人搅在一起了呢 上个月就让我捉肩在床 我都忍了 你说你们分了 咋今天又让我看见你 和她坐在一起了呢 这女人有啥好 有啥好的呀 她哪比我好啊 她那鼻子一看就是假的 郭瑶被我说得又气又急 顾明承认 我是她的女人之后 她竟说不出任何话来 她转头一直在跟宁总解释 却只能说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跟顾老板不是这样的 真的宁总 我们很多年没见过了 宁总的脸被气得通红 她看着顾明说 顾老板不想说点什么吗 顾明浅笑了一下 做了个深呼吸 没什么可说的 宁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大不留心头也不回地 朝咖啡店外走去 郭瑶在身后一直追 声音里都是哭腔 宁先生 您等等我 两个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咖啡店 我的情绪立刻恢复了平静 在顾明的对面坐了下来 把顾明面前的咖啡杯子拽了过来 你这能喝吗 顾明又伸手把杯子拽了回去 叫红茶喝吧 暖胃 天冷 他帮我叫了红茶 我坐在那从我包里掏出小镜子来 开始整理我有些乱掉的头发 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吗 丁磊在一旁莫名其妙地大叫着 他看着怨腾 怨腾朝他耸了下肩膀 示意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继续看镜子 整理我的头发 等我的红茶 顾明拿出支香烟点燃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我 我的红茶来了 我把镜子喝起来 很惬意地喝了起来 身心都觉得暖暖的很舒服 谢盈 你这疯子犯病 能调场合吗 我转头看着丁磊 我都疯了 我挑得了场合吗 那你就不能吃药 先扛一会儿 你知道 你毁了我一笔多大生意吗 八千多万 我无嘴做吃惊状 转头看着顾明 我的妈呀 我搅和了 你这么一大笔生意啊 八千万没了 可怎么办 顾明的笑容更大了 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没了就没了呗 没了再正 你到大方 我忙活了一个多月呢 丁磊在一旁 忍不住抱怨着 辛苦你了 顾明看着丁磊 说了句安慰的话 我也转头看着丁磊说 辛苦你了 你们俩跟我这扯什么大啊 你们闹回家闹去 关了门床上 闹床下 闹随便你们 把老子烧上算 怎么回事啊 老子 辛苦你了 我转头带笑 继续安慰着丁磊 丁磊的情绪稍微平静一点 谢盈 我跟你说 我是不知道 他先惹到你什么了 但是我得跟你说 你搅和他生意没用 你看顾明生气吗 他不在乎钱 真的 你出错招了 他装呢 他装着不在乎 但是我看见他的心在滴血 他滴不滴血我不知道 我的心在滴血 丁磊带着点怒容看着顾明 你女人你管不管 只要我女人 我一天照三顿饭的打 打服了他 由着他这么折腾 我坐在那朝丁磊翻了三百眼球 冷哼了一声 充满了不屑和不以为人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不动手 我可动手了 你看他那样 有多气人了吗 丁磊拿手指着我 眼睛看着顾明 顾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伸手把我拽了起来 走吧 他不由分说的 拉着我朝门口走去 干什么 我红茶还没喝完呢 回家 关门 我陪着你闹 Chapter 13参观 顾明把我拽上了车 给我绑安全带 我转头看着他 干什么去 回我家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去 我转头想要开车门 顾明落了中控锁 我晃了晃车门被锁死了 你把门给我打开 顾明跟没听见一样 把车发动起来开走了 去你家干嘛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让你看看我的房子 房子有什么可看的 无非就是豪宅别墅 私家花园 露天游泳池 北京这么大土 我估计 你那游泳池里 都能活你 国外待了那么久 就这么点见识吗 顾明的嘴角 仍然是上扬的糊 笑得让人摸不着头呢 我懒得挣扎 坐在那不说话了 就因为我让你在北戴河 走了半小时 你就毁了我一笔八千万的生意 你对我永远都是那么狠 下手绝不手软 哪那么容易回你生意啊 做生意的人都是傻子吗 你不愿意 他也未必不愿意啊 我就是没事 给你添点恶心罢了 我把他女人睡了 他还愿意跟我做生意 又不是真的 那位您总迟早会知道的 要是真的呢 我转头看着顾明 略显戏谑的表情 眼神里都是脚下的光芒 噗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你可太不挑了 你们亲热的时候 小心点别把他鼻子碰歪了 我刚才那个问题 让你难受了吧 顾明转头 笑容渐渐收了起来 目视着前方 像是在很认真的开车 我将双腿抬到座位上 抱紧下巴煮在膝盖上 这姿势让我很踏实 仿佛能将自己保护起来 顾明 我们已经分开很多年了 我已经不是你的女朋友了 你跟哪个女人上床 是你的自由 我没有权利选择难受 或者不难受 你忘了一件事 你也没权利 说你还是不是我的女朋友 这是个霸王条款 顾明当初给我定的 他说 谢颖 分手要由我来说 我不说你永远都不许说 说了也不算数 把你的口水省了 自己留着解渴用吧 我沉默着 继续抱着我的膝盖 想着他说过的霸王条款 怎么想起穿这件衣服 顾明的笑容 又回到他的脸上 很自然 看着他的脸 感受到的只是开心 我把膝盖放下 低头看着自己的毛衣 忽然意识到 也许我是忘了一两件事情 这毛衣 是我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顾明送我的 它的颜色不如当年鲜艳了 但是还是那么保暖 突然起风了 有点冷 这件薄厚很适合 很好看 顾明斩钉截铁的 做了评价 和十年前一样好看 怎么能一样 我都快变成中年妇女了 你什么都没变 说话做事翻白眼 永远都是那么欠抽 我忍不住又翻了个白眼 转头看着窗外 我想 我可以把这句话 当成是一句赞美 说一个女人 此刻如十几年前一样 从没变过 在哪个女人心里 都是开心的吧 我开心 也有在笑 发自内心的 只是我并不想 让顾明看见 顾明的车 停在一个塔楼的前面 她下了车 拽着我走进了楼里 塔楼有些年头了 小区也不高档 这让我有些意外 我们坐电梯到了七楼 进了一处公寓 屋子不大 看着也就一百平方米出头 一眼就能把格局看清楚 两时一听采光很好 客厅里亮堂堂的 我走了进去换了鞋 四处张望了一会儿 我转头看着她笑 你住这儿 顾明把她的西服外套脱下来 挂在衣架上 和谁 你希望我和谁 收拾得挺干净的呀 我的家一直都挺干净 这有什么可看的 老百姓的名宅呗 那天坐院堂的车 从北戴河回来 她还给我算了 你们公司的资产了 不说只好几十亿吗 怎么就住这房子 你带我来看 想让我怎么夸你 就是干净整洁呗 没别的 她嘴可真够快的 我在客厅里四处溜达 看着阳台一整面的透光玻璃 围着阳台的一圈 装了简单的吧台 摆了几个高脚椅 我漫不经心地躲了过去 坐在了高脚椅上 转头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时尽有些发愣 我的面部表情 一定是定格的 眼前是我的大学校园 这阳台正对着操场 操场上有人在踢球 操场外面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涌道上有很多学生 在不紧不慢地行走着 我真是糊涂了 竟然没意识到 这房子在我大学的附近 也许是学校周围的路改建太多了 我已经分不清 哪里是哪里了 顾明很安静地 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和我 一起看着窗外的风景 校园里的一切 看着觉得是那么熟悉 那些在涌道上手 牵着手漫步的男孩女孩 仿佛就是当年的我们 我不自觉地沉醉其中 我梦想的房子 我的声音很小是在自言自语 顾明似是没听见 依然安静着 我们两个都在看着 涌道上的一对男女 男孩拉着女孩的手晃啊晃的 男孩伸手 揪了涌道边有些发黄的野草 过了一会儿 他拥抱了女孩 然后把那把草 插在了女孩的头上 自己笑着跑远了 女孩很快发现了 自己头上的野草 一把揪下来 扔在地上 开始追打着跑远的男孩 我俩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跟你一样傻 顾明站起身来看着我 吃苹果吗 我坐在那抬头看着他 笑着清恩了一声 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月我会买八个苹果 每星期吃俩 顾明踢球的时候 我坐在看台上边吃 边看他踢球 我吃一半 给他留一半 等他踢完球吃 顾明从冰箱里 拿出个苹果 又大又红 他洗得很干净 坐在我旁边拿着刀子 准备削皮 我转头看着他 不用削皮 顾明轻挑了他狭长的眼睛 我都是顾总了 过讲究点不行吗 说完 他就很专注地开始削皮 顾明是左撇子 他坐在我旁边削苹果皮 样子总是别别扭扭的 想不看他都不行 到后来 我实在忍不住了说 你给我吧 我自己削 我看你那左手在那 别这尽客难受 不等他同意 我自己就把苹果拿了过来 显示出自己很麻利的样子 开始削苹果皮 以前总说要给我留一半 哪次都比我吃得多 顾明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靠在阳台的高脚椅上 像是在晒太阳 胡说八道 我低着头 专注地削皮 嘴里还不忘回他两句 有一次就给我削个盒了 我就只咬了一口 你怎么不说 你一口能倒进傍晚饭去 顾明忽然凑得很近 是不是我们什么事 你都记得 我仍然低着头 看着手里的苹果 感觉到了他的靠近 我下意识地转动了下身体 继续低着头 想记得的就记得 不想记得就都忘了 刀子瞬间弯进了食指的指肚里 很深很疼 血水渗出来 粘在了苹果上 我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顾明的眉头皱在了一起 拽过我的手 拉到嘴边 低头吸吮着我的伤口 这好像是我们最原始的止血方式 我感觉不到伤口疼 是因为他问我 还记得那天吗 脑袋里乱哄哄的 那些场景跳跃而出 心跳都不由地加速了 我盯着顾明看 思绪却早都飞走了 任由他吸吮着我的手指 顾明轻挑了下眼皮 嘴角带着笑意 我仿佛一下被惊醒了 才知道 我们俩这样是多么暧昧 我赶忙把手指拿了回来 疼痛立刻吸遍了全身 我一边吸着气 一边抱怨着 什么顾总 不说讲究点吗 真恶心 顾明的表情很细血很挑动 他的嘴角 还挂着我伤口的血迹 然后伸出拇指 把嘴角的那滴血迹失去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顾明的皮肤是小麦色 他现在的样子 还真像地长相俊美的吸血鬼 而他的表情 顾明就像是沉睡了几百年 尝到了新鲜的血液 突然觉醒一般 满眼透着欲望 好似随时会扑上来 要咬住我的脖子 把我的血吸干一样 我的伤口还在渗血 顺着手指 一滴两滴地滴在地上 顾明细血的表情渐渐收敛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从客厅的柜子里 拿出个药箱子 又坐回到我对面 说你是笨蛋 都是夸你了 顾明拿了一瓶云南白药 撒在我的伤口上 又拿出块纱布来 我以为你只对我狠 想不到你对自己下手 也这么狠 血终于止住了 顾明拿出个胶带 来帮我缠伤口 他伸手指了指 自己的右侧的发际线处 这个还记得吗 你下手有多狠 证据确凿 顾明的发际线处 有一处伤 想想应该有十几年了 不仔细看 已经很难发现了 仔细看他 却又清晰地在那 Chapter 14检查 高中的时候 学校有发镜 男生要求 寸头不能超过 脖梗发际线两厘米 女生要求 短发或者扎马尾 不许有头发搭在肩膀上 每个星期一 学校会有训导主任 在门口检查 顾明对这个事情 一直抱怨 他嫌自己的头发 长得太快 虽然他一直在小区 剃头大爷那里理发 一次采两块钱 不过他还是觉得 这笔开销不值 他总是觉得自己 比别人的理发钱花得多 高一时候的一个星期一 顾明被查出 发型不合格 不准他入校 让他把发型 弄合格了再来 顾明生气地 背着书包回了家 第二天 他来上学的时候 成功地将训导主任 气脱了血 顾明剃了个光头 一点头发茶都没留 站在阳光下 就是一层青皮 他的这个行为 被认为是对 训导主任威严的严重挑衅 于是顾明 被记了一次大过 并限期在两日之内 写一份思想深刻的检查 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 顾明按期完成了检查 贴在了公告栏 结果成功地 把校长也气脱写了 他写的东西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我想在那个时期 跟我们在一所学校 并肩学习的战友 也同样记忆犹新 检查 1998年4月20日 这一天将被永远地 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一天 我的天变成灰色 我的人生从这一天 开始有了污点 昨天我很忐忑 整夜难眠 我很懊悔 并整宿自责 其实我一开始在怪我的父母 我怪他们没有做好忧生忧郁 遗传给我如此不良的基因 导致我的头发 比别人长得多快 后来我想 也许并不全是他们的责任 其实他们也是不想的 也许是我自己 在进化的道路上走偏了 才导致了猛涨头发的后果 我懊恼 非常懊恼 我不应该忽视 我基因不好的事实 我应该每天早上起来 先拿尺子量一量 我的头发 到底长到哪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 披着长发 而又十分危险的马 每天游走在悬崖边 还好有训导主任 在我即将掉下悬崖的时候 拉了我一把 我感谢您主任 要不是您在4月20日的那个早上 伸手抓了我下边 那危险的两厘米 我真不知道 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更正 不是下边 是上边 下边的话 肯定是比两厘米要长得多的 我一宿没睡是有效果的 我内心觉醒了并呼喊着 我充分认识到了 我的错误是有多么严重 我破坏了笑容笑貌 破坏了五讲四美三热爱 破坏了祖国的长治久安 破坏了澳门回归 还好香港已经回来了 我错了 深深的错了 我昨天差一点就流下了悔恨的泪 但是因为某些生理原因 我憋不住先去了厕所 所以悔恨的泪 就变成了悔恨的其他流走了 真的是差一点啊 警醒啊 同学们 我就是你们最好的反变教材 你们要时刻谨记 在你们的身上 长着那危险的两厘米 绝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该下手时就下手 不要再让可敬的 殉岛主任伤心了 他已经为我们操碎了心 他每个周一站在学校门口 不停地抓你们头发 你们以为这工作容易吗 他的每一抓 都带着对同学们无尽的热爱 和恨铁不成钢的含义 他那两鬓斑驳的白发 和眼角的鱼尾纹 都是他一抓一抓抓出来的 我将自己剃成突瓢 并没有挑衅殉岛主任威严的意思 我是在削发明智 表达我痛改前非的决心 我希望主任 不要只看到我消了法 希望您也能看到我明的智 从这一刻开始 我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 我要脱胎换骨 我要对我的一生负责 我绝不允许 我再长出那罪恶的两厘米 绝不允许 请训导主任和同学们 看我的表现 高一三班 顾明 检查被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里 三天时间 围观同学的数量 以指数及增长 许多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笑 有的笑出了眼泪 然后奔走相告 再然后 会有更多的人来看 直到人数多的 再次引起了训导主任的注意 我不知道 训导主任看见检查室的表情 传出来的消息是 训导主任被雷劈了 他选择了处理愤怒 他们预计 他不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因为有人看见 训导主任私下的检查 去了校长室 顾明一时间 成了整个学校的英雄 他的事迹被广泛传送 在同学间被传为佳话 然后很多女生给他写信 表达了对他这种 感受感做行为的赞许 和对他本人的爱慕 并决定力挺到底 放学后 出了校门没多久 就看见顾明 怨疼 丁磊三个人 蹲在不远处嘀嘀咕咕的 估计又在讨论 从他们面前 走过去的哪个女生 嘴里叼着烟的样子 看了实在让人厌恶 他们看见我出来了 都站了起来 准备一起回家 我下意识往旁边躲了躲 加快了脚步 顾明也加快了脚步追了上来 你干嘛去啊 回家 我们撒着等你半天了 你跑什么呀 你别过来啊 我拿手指了指顾明 我干嘛别过去啊 废话 你也不看看你那样 我什么样 你什么样你 自己不知道啊 刷样呗 你撒泡尿罩罩 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下 转头看了看苑藤和丁磊 他把你们俩也算进去了 你少挑拨离剑 我现在是英雄 你知不知道 你对英雄尊重点 什么狗屁英雄 嘿 不拿出点证据 来你还不信 顾明说完 又把烟邪叼在嘴上 从兜里掏出张信纸来 你来看看人家 给我写这信 怎么形容我的 说我敢于向恶势力挑战 我必将画符朽为神奇 对 最早被崩的那个 你看你还不信 来拿去好好学习学习 端正下自己的态度 看看别人 都是怎么对待英雄的 顾明晃动着信纸 示意让我接过去看看 我看着顾明 眯着眼睛 顶着个光头一脸的嘚瑟样 气就不打一出来 哎呀 我十分烦躁地 一把抓灭 他嘴上叼着的香烟 揉成了团丢在地上 还使劲地踩上两脚 出手迅速地抓住 还带火星的香烟 曾是我得意一时的杀手锏 很多人会觉得 那一定很烫 然后他们会真切地感受到 我表达了 多么强烈的愤慨之意 其实那没什么 只要你够快 手上什么感觉都没有 顾明也曾经对我这种举动 忌惮过一阵 不过后来 他也掌握了这项技术 于是对他的那一点震慑里 也随即消失了 不过我做这种举动的时候 他大概能知道 我是在生气 我把钻在他手里的那张信纸 撕成碎片扔了一地 头发长出来钱少理我 说完我就看着怨疼 怨疼赶紧回家了 别跟流氓待一起 怨疼被我弄得左右为难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我转身拔腿就跑 顾明看着我的背影喊 谁想理你啊 一天到晚扔我的烟 我告诉你 我刚抽一半 你要不改了扔我烟的毛病 你也少理我 我告诉你 顾明在我背后的喊声越来越小 因为我头也不回地 越跑越远 那天之后 我们又开始冷战 谁也不理谁 顾明顶着他校园英雄的封号 得了个留校查看的处分 如果非要让我讲心里话 我必须得承认 我的内心暗爽了一下 我们谈恋爱之后 回忆起这件事情 我很坦白地告诉他 我当时觉得他特活该 顾明仍然是一脸得意的样子 你这是赤裸裸的嫉妒 嫉妒我耍混 都能把自己 耍成学校的英雄 后来我们是怎么和好的 让我想想 此刻 顾明就坐在我的面前 围扬着嘴角看着我 魅惑的单凤眼 透着男眼的亮光 我却陷入到回忆里无法自拔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头上的伤疤 我们冷战之后 我就开始独自行动 自己每天都特开心 乐呵呵地上下雪 有一天我走得很晚 出校门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离开学校没多远 就被两个高壮男生拦住了去路 他们开口 要跟我借点钱花花 当然 这是一个听起来 不让人那么腻歪的说法 说白了 他们就是抢劫 这两个人 其实我有些眼熟 他们隔三差五 就会出现在学校门口不远处 借钱 对于以这种形式 借钱的恶势力 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 因为我从来就没钱 但是那天真的很不巧 我刚好有 那是姥姥为了鼓励 我身后是沿路的一条窄河 死水常年无人清淤 犯着隐隐的臭气 我心里在盘算着 为二十块钱冲到河里 游到对岸弄一身臭气 到底值不值 两个人凑过来 伸手要掏我的兜 我一闪身躲了过去 朝两人一直摆手 别 别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想什么 我得自我心里建设一下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 我继续捂着我的 都在路边坐下来 低着头 腿一直在抖 五分钟的时间 两个人已经不耐烦了 你干嘛呢 快点好不好 自己积极主动点 别让我们动手啊 我的样子很凄惨 很委屈地抬头看着他们 你们知道吗 这钱是我一星期的早饭钱 我要是给你们 就没钱吃早饭了 你们绝不觉得我特别惨 我们俩一星期都没吃午饭了 这样 那你们俩比我更惨一点 那 那要是这样 那我就给你们吧 但钱特别少 你们别嫌弃啊 也就够 你们俩吃两顿面条的 只够吃面条的钱 你们还要吗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跟你借钱这功夫 够我们俩再借三人的了 少废话赶紧拿来 我站起身来 在拍屁股上的土 拍了一分钟的土之后 我突然伸手 一指他们身后 警察 两个人慌张回头 我转身撒鸭子就跑 两个人反应过来之后 我已经沿着河岸 跑了几十米 两个人一直在后面追我 离过河的桥越跑越远 我被两个人越追越近 我一咬牙 开始往河里跑 说实话 不到五月份的河水 还真有些凉 下水没走几步 我才意识到 这条小河沟也不浅 没走五米水 就快没到大腿根了 两个人被我的举动 弄得有些犯傻 站在河岸半张着嘴 看着我愣了好久 你压至于吗 兜里揣的是美元啊 我转头朝那两人喊着 你管我揣什么呢 我就不想给你们 有本事下来追我呀 我让他们没这本事 关键时刻能狠心至此的 我认识的人里 就那么一个 我当时很得意 真的 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 冷静又果敢 总体来说是有胆有谋 爱拼所以我能赢 谢盈 别跑了 快回来 水漫过我宽步的时候 我听见有很熟悉的声音 在后面喊我 我转头看见院藤站在岸上 顾明和丁磊 已经和那两个人 互相推荡着 我的心情异常激动 我觉得我拖延时间的策略 是完全 正确的 我果然等来了我的救兵 我开始昂首挺胸地往回走 十分得意地爬上了岸 现在的形势是我中敌寡 我插着腰站在那里 看着那两个借钱的人 从我一上岸 所有人都是没头微醋 我想我身上的味道 可能不是那么好味 顾明倒是没醋没 他看着我微扬着嘴角 似笑非笑地打量了我一下 你说说 你究竟比我强在哪了 我知道他在挖苦我 讽刺他剃光头的事情 我朝他摆了摆手 别说这个了 就他们俩要抢我的钱 顾明转头看着那两人 伸着手 来 拿来吧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东西 抢的钱啊 哥们 误会 真的 纯属误会 我们根本就没抢着他的钱 不信你问问他 废话 我还用你告诉我 你没抢着他钱啊 他要让你们抢着钱 那我才觉得奇怪呢 我让你们把你身上的钱 都掏出来 两个人互看了一眼 眉头皱得更深了 你意思是 你们现在要抢我们俩钱是吗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你们平时到我们学校门口 都说什么来着 都说借是吧 拿出来我看看 你们这两天借了多少 放我这儿我帮你们保管 Chapter 15是算 抢劫之人反被抢 这是哥哪儿也说不过去 两个人撸胳膊挽袖子 开始聊狠话 小子 本来今天这是 咱们个台 一手过去就算完了 现在 可是你没事找事啊 你先把后果想好了 真把小優惹急了 我们可是不见血不算完 你们把我妹逼的都跳河了 这是玩得了吗 你们看看她这一身臭水 这都谁弄的 你们知不知道 她原来多爱干净一人 饭前便后 永远都记得洗手 我看见怨腾和丁磊都想笑 只是忍着没笑出声来 谁逼她跳河了 她自己飞往那臭水沟里跑的 我们俩也吓一跳呢 我们哪知道 她是这种露术的女的 看着跟其他女生区别不大 怨腾和丁磊 终于没忍住 黑黑地笑出声来 我没好气地择了一声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劫道的你们 还有理了 你们老实点 把赃款交出来算完事 说完话 我就要往上冲 顾明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把我拉到身后去了 极度不耐烦地说 后边待着去 把你能耐的 她伸手指了指面前的两个男生 看着怨腾和丁磊 嗖他们 怨腾和丁磊刚一上前 抢劫的一个男生 一挥一拳打在丁磊的拳骨上 丁磊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 打了个 猎切捂着脸大喊着 你动手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我很急 真的 发自内心的急 我想帮忙无从下手 我在边缘四处游走 搓手跺脚 寻找着一招致敌的机会 我必须再次强调 我是一个智慧和胆量并存的女性 关键时刻绝不手软 是我一个致命的优点 致谁的命 我看就致我的命了 这句话 是后来顾明对这次事件的总结 抢劫的两个男生说 他们是不见血不罢手 所以真的应验了他们的话 这次事件只于另一个流血事件 而我在这个事件里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顾明不这么认为 他说 我就看见一个女的 在边上上蹿下跳的 想打便宜一手 也许吧 也许我当时的心情 确实是我们人多 而我必须仗着人多插一手 我四处寻摸 看见了不远处的一块板砖 抓起来掂量了一下 顺手 我嘴里高喊着 我跟你们拼了 然后就一板砖抡了过去 我对天发誓 我出手前是绝对描过准的 至于为什么出手以后 那板砖落在了顾明的脑袋上 我想也只有天知道 我后来做了技术分析 也许是他的突瓢脑袋过于显眼 目标太过明 我一砖砸下去 手里的砖瞬间碎成了两半 而我傻在了原地 不止我傻 所有人都傻了 本来嘈杂的斗殴场面 瞬间安静了 顾明的头上 被我砸开了一道伤口 一波鲜血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顾明邪眯着眼睛看着我 对我一砖砸在他头上的行为 极其不理解 我当时真害怕了 我真怕我一砖头把顾明砸傻了 你 你 没事吧 顾明邪眯着眼睛继续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 上扬了嘴角 说不出是何种效益 我要说没事 你是不是在丢补半砖啊 说完顾明扫射下我手里 还紧握的那半块砖 我吓得赶忙把手里的那半块砖丢在一旁 我的声音里都是哭腔 上去拉他的胳膊 顾明 咱们去医院吧 你这头一直流血呢 他们的脸都染成了血色 样子十分猙獰 他转头看着那两个男生还没开口 那两个男生先开口了 哥们 哥们别打了 我们服了 打心眼里服了 你跟你妹 真是一家子都是这个 两个人说着话挑了挑大拇指 全北京市 论三亲子 你们俩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嘿 你怎么说话呢 顾明微醋眉头 似是要急 不是 不是 夸你们呢 没听出来吗 说你们俩特敢 我们不敢的 你们都敢 真的拿去 不就是钱吗 钱没了 可以再结吗 两人说完 把兜里一坨一坨的钱都掏出来 塞在顾明手里 都打成这样了 就没对你们俩起到点交易意义 顾明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 不是 不是 我是说钱 没了 可以再结吗 还敢来这儿借 顾明的声音提得很高 不来 不来 院藤和丁磊检查了他们身上 确实没钱了 才放他们离开了 他们三个人 嘻嘻哈哈地在前面走着 我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 低着头跟在后面 心里一直在惦记顾明头上的伤 三个人有了钱先去小卖部 买了三包烟 要放平时 我早就开口骂他们了 现在我是半生 都不敢知 三个人蹲在花坛上点了烟 顾明依然斜叼着烟 半眯着眼睛 满脸邪气地看着我 再配上他半脸的血 斜得有点吓人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问我 我还是流氓吗 不 我理亏气短 那我是什么 顾明的尾音 拖得很长像一副说教的口气 英 凶 那对英雄应该是什么态度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很快又低下头去 尊 重 怎么个尊重法啊 我抬眼簇没看了他许久 顾明看我的表情 以为我又要挤 你想好了说啊 你想好了说 顾明咱去医院吧 别我这一问关键问题 你就跟我扯那些没用了 我现在就问你 这英雄的头发 仍然还没长出来 你还骚不骚着他了 你打算跟英雄说话吗 说 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顾明难掩得意的神情 从花坛上跳下来喊着 回家了 边走嘴里还边嘟囔着 不去医院啊 我在后面小跑着跟着他们 一共就结了一百多块钱 我傻呀 跑医院都送给医生去啊 最后我们在家门口 秦大爷开的门帘诊所看得伤 秦大爷插队的时候 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 以他的话说 他自己是个全能型医生 不分科室 头疼脑热 感冒发烧 胃炎肠炎 灵病没毒 不孕不育 不举早线 你说得出来的病他都敢治 他看了顾明的头 琢磨了一会儿 得封几针 成 顾明痛快地回答了他 用麻药吗 多钱 三十 不用 那得腾几下 成 顾明想了想 腾几下多钱 十块 给个线钱 街里街放的便宜点呗 八块 最低了 啥线啊 拿出来让我瞧瞧 秦大爷拿出团线来 在顾明面前拽了两下 可能那线长年不用一下被拽折了 什么懒糟线啊 五块 可秦大爷又砍了半天价 最后顾明给了秦大爷五块五 秦大爷给顾明脑袋上缝了三阵 我伸手摸着他头上的伤疤 思绪渐渐回到现实的世界里 秦大爷给你缝针的时候 一定很疼吧 不疼 顾明很快回答了我 他的气息很静 魅惑的眼神就在我的眼前 微扬的眼角 掩藏着一点点笑意 嘴角勾勒出一道浅浅的弧度 眼睛里的光芒 透着一丝欲望 长单凤眼男人的眼神 总爱被理解为挑逗 顾明更是如此 他不挑逗的时候 常令别人误判 何况他此刻此情此景 我看着顾明的眼睛 我亲吻了一下 像是试探 我会是何种反应 他没有离远 仍然靠得很近 他鼻息间的热气 似乎都能吹到我的脸上 我愣愣地直视着他 想了一会儿 也靠了过去亲吻了他 暧昧的气氛 就在这亲吻间 被来回牵扯着 似是又到了某个平衡点上 我们静静地看着彼此 时空像是被定格了 沉寂了几秒钟之后 那两个清浅的吻 像是起了某种化学反应 也许比化学反应更强烈些 像是核裂变的物理反应 瞬间膨胀爆发出来 难掩的冲动和欲望 瞬间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们开始深稳纠缠在一起 深沉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不需要思考什么 都不需要 此刻我们需要的 似乎只有彼此 顾明伸着胳膊 将我的上身紧紧固在怀里 他边吻着 我边把我抱进卧室 我们倒在了床上 顾明压在我身上 继续伸吻着 我的手揽着他的腰 在他的后背游一了两下 很想真真切切地触碰到他 我开始拽他的衬衣 顾明的衬衣被掩在裤子里 或者是压住了哪里 我承认我是耐心有那么一点手 拽了两下没拽出来 我的眉头不禁皱在了一起 我想如果说我没耐心 顾明估计就得加更紫 我的表情似乎被他察觉到了 他直起了上身 眼神里都是焦急的渴望 他自己把衬衣拽了出来 他是绝对不会有耐心 去一粒一粒捡那些扣子的 他抓着自己的领口用力一扯 那些扣子飞的到处都是 有一粒差点蹦到我的脸上 他继续服下 身体开始拽我的毛衣 他拽了一下毛衣没动 似乎有撕裂的声音 他又拽了一下 仍然没动 我想他第三下 一定会更大力气 就伸手按住了他的手 你等等 我等什么啊 我等不了 顾明似乎还要拽我的衣服 我说 你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好像是我的衣服被撕坏了 顾明拽着我衣服的下缘 犹豫了一会儿 情绪似乎平静了点 这毛衣是他送我的礼物 都十年了 要真被扯坏了 估计他自己也心疼 他做了个深呼吸 我看看 顾明四处打量着 这件陈年毛衣 半分钟之后 他眉头深蹙地看着我说 这毛衣下面破了洞 你知道吗 是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这衣服放柜子里 那么久了 被重铸或者反朝毛线 有些变糟 也在情理之中 脱了好几股线 顾明继续嘀咕着 我去 顾明突然提高了声音 大喊起来 好几股线 全缠你牛仔裤的扣子上了 这倒好衣服脱不了 这连裤子也脱不了了 这叫什么事啊 顾明难掩急躁 越喊声越大 喊完之后 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Chapter十六愿望 我躺在床上 听着他对我毛衣现状的分析 忍不住哥哥笑起来 我琢磨这是 哥谁都得骂街 此时温度湿度适宜 气氛烘托到位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居然因为毛衣脱线 缠住裤子而停止了 估计跟谁说 听的人都会以为是个笑话呢 顾明很执着 表情是不甘心 他开始很认真地 研究起我牛仔裤的扣子 我躺在床上仰着头 看了看窗外 暮色降临 天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 做了个深呼吸 感觉我的心也渐渐地静下来了 我曾经激荡过回来 害怕回来后 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 更害怕回来后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 那我要如何 我没回来的时候 很清楚我要如何 回来之后 就越来越不清楚了 太多太多的事情 都不在我 事先想过的如何之中 如果我们坦诚相见 我要如何解释 我身上的伤口 要如何解释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要如何告诉他 有可能面对 和必须承受的事情 还要承认我嫁给安东尼 是为了图彩 也许一切是我想太多了 也许只不过是一次激情而已 一次激情而已吗 越想脑子越乱 我用肘支撑上身坐了起来 我说 我还没说 顾明伸手一推我肩膀 我一个重心不稳 又倒了下去 躺着 别乱动 这就快绕出来了 顾明皱眉 还在绕那扣子上的毛线 我又支撑着坐了起来 我跟你说啊 这天黑了 我得回家了 回什么家 什么事都没办呢 我把你弄来容易吗 顾明仍在低头 专注他的事情 语气里很多烦躁 我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顾明 你这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顾明终于将手里的事 停了下来 挑着眼皮看着我 我是什么 伪君子 我什么时候 又成伪君子了 我不一直是臭流氓吗 顾明 合着你打着带我看房子的借口 把我带你家来 就是为了 把我给办了是不是 顾明连有怒意 眉头微醋 我说你这人说话 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压根就没这种想法 我把你带家里来 是真心实意的 想让你办了我 走开 我伸手推了他的肩膀 顾明微扬了嘴角 带了点笑 我白了他眼蹭下床 他这拖鞋往门口走 顾明伸手拉住了我胳膊 你都这岁数了 怎么还这么没耐心啊 你再坚持坚持 一会儿就好了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急啊 我比你还急呢 你有正经没正经 你看不出来 我现在有多正经 我这辈子 就没这么正经过 我没理他 继续往外走 顾明跟在我身后 仍然不死心 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我说你是不是岁数大了 和尔蒙减退了 你走之前的那天晚上 可不是这样的啊 不记得了吗 足足折腾了一宿 我突然转身 拿手指着他 住口 我好怕他提那天 他一提我就慌了 我捡起地上的鞋子 单腿站在那往脚上套 心跳得很快 不太敢看他 顾明靠过来 双手撑在墙壁上 我被困在了 他双臂间 背靠在墙上 他离我很近很近 近的都看不了他的表情 顾明的额头 抵住了我的额头 声音尽是低沉柔和 你看看 你现在这矫情静 都老夫老妻的了 怎么还能让我给说嗨臊了 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想试试 我有没有进步 我加大力气 猛地推了他 手里 还握着穿了半天 没穿上的鞋子 捏着鞋子指着他 你别过来啊 你再跟我这起腻 保不起你下半辈子 就直不起来了 顾明黑黑地笑出了声 你可真长本事了 行吧 不是就不是吧 那你等我换件衣服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低着头 终于把我鞋子穿好了 不用 那我就这么出去 我转过头 看着他仍然赤裸的上身 脸一下子又开始发烫了 也行 我怕什么呀 就是冷点 别人要问我 我就说刚被你绊过 顾明 我只是喊了一声 就打开门 飞快地冲了出去 头也不回地 迅速跑掉了 回家的时候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小区里很黑 楼道里更黑 黑的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这些灯 可能很多年都没人修过了 我坐在二楼 通往三楼的楼梯上 想起了大学毕业后的那段时间 那时候 我常常像现在这样 坐在漆黑的楼道里 等顾明回来 顾明的妈妈 再次脑溢血 住进了医院 情况很不好 偶尔清醒 大多数时候是糊涂 生活不能自理 顾明欠了医院很多医药费 因为可能会随时被医院叫走 有时候 晚上需要留在医院里 照顾他的妈妈 所以他毕了业 一直没能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时候他打好几份工 我也打好几份工 可是顾明告诉我这样不好 他说 我应该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听到他的建议 四处投着简历 有时候 我会在医院帮他照顾妈妈 有时候 我会做点晚饭 然后就坐在这个楼梯上等他 顾明的时间被排得很满 再出去 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那段日子 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常常见面的地方 就是这段 从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上 他坐在这边 吃我做的饭边聊天 有时候聊着聊着 顾明就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 我不说话 就让他那么靠着 快到十点的时候叫醒他 他就像又被充电一样 出去工作了 那些时光 仿佛就像是一只 不断下探的股票 我们内心想着 总有触底反弹的一天 不知道现在算不算反弹 很多人有了钱之后 回想当初的日子 是无尽的痛苦 想起来就觉得不堪回首 他们说 真是穷怕了 我没怕过 回想起那段日子来 常常是不由自主地笑 能想起来的事情 似乎都是快乐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 从来没把自己当穷人看过 从我们设定了 将来一定要当富豪的目标开始 我们就真的 把自己当富豪看了 我们两个经常坐在一起 讨论富豪 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 比如我常问他 将来咱家钱太多 放箱子里发霉了 可怎么办 晒呗 在哪晒 阳台上呗 还能在哪 那得弄个大阳台 小了我怕地方不够 那肯定的 我们俩总是说的跟真实似的 顾明也有他担心的问题 比如他担心厕所多了 他不知道上哪个好 我建议他给厕所门口 贴上男女的标志 然后他上男厕 我上女厕 我一说这个建议 他就跳起来了 他推了我脑袋一把 谁家里厕所分男女啊 你不是不知道上哪个好吗 这不就知道了吗 我怎么分析 都像是你给我下了套 这我万一上错了 你肯定直接给我扣一个大帽子 顾明还在没日没夜的工作 和照顾他的母亲 我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终于下定决心 去投奔我的亲生父母 我对于他们来说 是个应该承担的 不然他们 是我干嘛 我没想过我会回来 我想 我走了之后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可是心里总是觉得 有件事得做 必须得做 那是我离开中国前的 倒数第二天 我拿到了机票 坐在家里看了很久 仿佛握着一张通行证 独自 单程 通往一个未知的世界 离开家的任何地方 是天堂或是地狱 对于我来说 全都一样 毫无区别 那天傍晚我炒了好几个菜 我本打算让顾明来家里吃饭 于是我很早就坐在楼梯上等他 心里很紧张 设想要和他说什么话 如果他拒绝 我要怎么办 想了很多种可能 想的心都乱了 那天很怪 九点八了还不见他的踪影 我在楼梯上来回踱步 我想 这也许是我走之前的 最后一个愿望了 为什么不让我实现他 总觉得不甘心 怀揣着希望 我去敲了他的家门 没敲几下顾明来开门了 这倒是 把我吓了一跳 你回来了 嗯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还在楼梯那等你呢 头疼 他们让我早下班了两小时 本来想睡一小会儿去找你的 结果都已经这时候了 顾明转头 看了看墙上的挂表 差不多该去工地了 顾明的脸红红的 显得很倦怠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好像在发烧 你发烧了 是吗 也许吧 顾明应该烧得不低 整个人的反应 都变慢了似的 他四处看了看 拿起了凳子上的外套 准备出门 你吃晚饭了吗 晚饭 顾明这个问题 都像是思考了半天 好像没有吧 回来就睡觉了 你这样不行 是没关系的 等我 我疯疯活活地跑回家 拿了饭菜 去了顾明的家里 三分钟不到 顾明又倒在床上睡着了 我站在床边看了他很久 忍不住蹲下去 摸了摸他发烫的脸颊 在他的唇上亲吻 顾明闭着眼睛 眼球在里面滚动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地把眼睛睁开了 我就蹲在他的床边 离他很近 微笑着看着他 顾明直直地盯着我看 看了好久 他缓缓地说 是不是到点了 已经过点了 我想 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在他身旁躺下来 又吻了他一下 抱着他的腰靠在他胸前 你身体不舒服 今天就别去了 不如 你留下来陪我吧 顾明被我抱着 许久都没说出话来 我只能听见他深沉的呼吸声 两个人安静了好久 我是不是稍糊涂了 我抬眼看他 没回答他任何问题 忽然靠上去开始吻他 吻得很用力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自己的嘴都有点疼 我脑子里总是想着 以后就再也吻不到了 顾明被我的举动吓到了 他时而回应 时而躲闪 我扶着他的头 让他躲都躲不定 不知何时 他已经压在我的身上了 我很着急 开始去解他的衣服 没解开两个扣子 就把手伸进去 抚摸他的身体 顾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把身体撑了起来 他表情很严肃 一直在审视着我的面容 我们这样做好吗 语气里有很多的不确定 好 好 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我开始控制不住地喊叫 我今天就是要给你 你必须得要 必须得要 喊到后来 我的声音都有些抖了 再喊下去 我估计 我就哭出来了 我挣脱手腕不看他 继续努力去解他那些扣子 我听见顾明做了个深呼吸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手说 我自己来 我想 我们两个都很紧张 我解他扣子的时候手在抖 他自己解的时候 手也在抖 在别人看来 我们是一对豁的出去 什么事都敢干的男女 唯独这件事情 我们是真的不敢 也许是由于从小一起长大的缘故 我们对彼此的脾心再了解不过 我们总是经历着吵闹和好 再吵闹再和好 也许是因为有太过相似的困苦经历 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分不开 却又害怕被对方抛下 我们一直很克制 我怕被顾明看不起 顾明也怕他越了这道雷池之后 我看不起他 可能会疼 顾明在我耳边的声音 还有些犹豫 我不看他也不说话 只是紧紧抱着他的腰 把头埋在他的胸前 我不记得有疼痛的感觉 因为那是 那天我必须实现的愿望 无论是什么感觉 我都要实现 顾明那天很兴奋 他是出场云雨的小伙子 觉得一切都是神奇 和不可思议的 他那天没去工地 我们就在家里做了很多次 他已经把他发烧的时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天我一直配合他 只要他想要我就同意 一直到外面的天 都有些泛白了 我们两个都累得做不动了 顾明紧紧地搂着我 声音低沉 却难掩兴奋 我很累 靠在他的怀里 昏昏欲睡 小盈 顾明轻声地唤我 嗯 我们结婚吧 我本来靠在他怀里 都要睡过去了 却因为他这句话又醒过来了 我睁着眼想了想说 好 顾明将我抱得更紧了 虽然我现在是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可是以后我们什么都会有的 你信吗 信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顾明随即笑出了声 我们睡一会儿 天亮了 一起去看我妈妈 告诉他 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明天 今天 今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好吗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顾明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 Chapter 17转运 我们睡了两个小时 我结婚了 顾明妈妈的监护仪 抖动了几下 顾明开心地指给我看 你看他听到了 肯定是高兴的 我坐在旁边笑 希望自己能笑得自然一些 其实我很累 我想 我的表情肯定也显得很疲倦 那天并没有像顾明计划的那样 去领结婚证 因为医院的科主任 找顾明谈话 说了一些他妈妈的病情 其实是告诉他 住院押金已经用完了 希望他能尽快补齐 顾明想让他再宽限一些时日 科主任说 费用不算少 他自己说了也不算 最好能有院领导的批示 顾明想去找院领导 他转头看我的时候 我已经靠在墙上睡着了 我感觉到顾明捧着我的脸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累了吧 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温柔的 我摇头 可是眼睛眨得很慢 顾明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现在我还有事情要办 应 我们明天一起去领结婚证好吗 我笑着点头说好 顾明有点担心的 仍然捧着我的脸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今天我可能要留在医院 明天一早我回去找你 然后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结婚证 顾明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回去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点起来 打扮打扮做我漂亮的老婆 我站起来转身想走 突然没忍住扑过去 抱住了他 顾明 我的声音抖得厉害 极力地忍住不哭 我想要是现在哭了 肯定会哭得昏天黑地 一发不可收拾 喊了他之后 我就说不出话了 使劲抱着也不肯撒手 你看看 我就是怕你胡思乱想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要去找院领导说事情 跟他说说我现在的情况 为了我妈要废的事 不知道要说多久 我怕你太累了 不是哭了吧 我想顾明肯定以为 我在担心他不娶我 他想掰开我的手 摆正我的身体看我的表情 我就拧着劲 靠在他胸前不抬头 过了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情绪又稳定了 顾明以后 你要多注意自己身体 千万别让自己太累了 顾明沉默了一会儿 恩了一声 都像昨天晚上那样 时间长了 身体肯定是受不了 得学会克制 我终于抬起头 着着实实地 在他的胸口捶了一拳 这也许是我平生 最大力的一次 仿佛是想要在他心口 砸出我的烙印 我想那天顾明 可能真的很高兴 他的脸上一直是笑意 没有揉胸口 甚至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他只是让我回家好好休息 等着他回来 然后我们一起去民政局 领结婚证 我回家了 可是一夜没睡 我在家里很认真的 想要收拾我的行李 四处翻找毫无目的 最后 我几乎什么都没带走 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 在手提包里 没有什么东西 是值得我带走的 除了装在脑子里的回忆 离开家的任何地方 无所谓风俗习惯 无所谓风土人情 无所谓风霜雨雪 国外所有的一切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 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第二天 我一早就出门了 拎了一个很小的包 天还没亮 时钟刚指向五点钟 我就已经踏上了 去美国的旅途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一起飞 我就显得很兴奋 一直趴在窗户上向外看 湛蓝的天空 飘着朵朵的白云 那些雪白的云朵 好像我伸手就能抓到一样 脑子里忽然在想 也许天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我笑得合不拢嘴 邻座的阿姨 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情 她很有善地和我攀谈 你是第一次坐飞机吧 是啊 我难掩兴兴奋神情 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这样 趴在窗户上一直看外面 再坐几次就该觉得烦了 我仍然趴在窗户上 看着窗外 满脸的幸福表情 忍不住自言自语着 仔细想象我这辈子 也没什么遗憾 我的声音很小 还是被隔壁的 阿姨听见了 她被我这句话 逗得前仰后合的 你这小姑娘可真有意思 还这辈子这辈子的 你才多大 我看也就二十出头吧 这辈子还长着呢 坐自飞机算什么呀 我也笑了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可能在那样一个年纪 对自己的人生 做那种总结性发言 在比我年长的人眼里 看起来是挺可笑的 可是当时我就是那么想的 那一路上 我想了很多事情 想我和顾明的第一次见面 想我们无数次吵架 无数次和好 想我们为自己 未来设计的幸福生活 想我在离开之前 和她那么亲密的在一起 我唯独没去想的 就是她回家了 发现我不见了 她会怎么样 我不敢想 如果想了 我就走不了了 也许是再也走不了了 忽然传来 被结实地踩在脚上的 钻心的疼 才我的人重心不稳地 朝我跌了过来 我自我防护的抬脚踹了出去 那人后退了两步 跌坐在地上 楼道间充满了 我们俩的惨叫声 我捂着脚一直揉 嘴里还不忘大骂蟑 你这人上楼也不看着点 看不见这楼梯上 坐着个活人 你倒实在把我当台阶踩了 跌坐在地上的 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来按量照了照 你这大姐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这几点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 你在楼道里坐着干嘛 我上一天班挺累的 挨你一脚步说 混 差点下霉了 小伙子有点口音 我想应该是这里的租户 我们两个互相指责着 各自回了家 回到家看了看表 的确不早了 想想 要不是来个人踩了我一脚 真不知道 我会坐在那个楼梯上 继续想多久 在我搬到安东尼那所大房子之前 医生告诉我 应该放下心理包袱 试着 重新过正常人生活的时候 我从来没去想过 我可能又是个正常人了 我个人认为 法国医生说话都很煽情 也许与他们热爱浪漫有关 他们会直视着 我用激动的语气说 你真是个奇迹 我承认我从来没信过他们的话 因为有许多次 我挣扎着把眼睛睁开的时候 他们会坐在我的面前 语重心长地说 趁着你还清醒 我们想和你商量个事情 比如 下次你在晕过去的时候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治疗你 我想 这可真是个蠢问题 我用你教我怎么死吗 当然 我对医生的态度很好 我很肯定地告诉他们 要治 他们会继续问 如果脑死亡了呢 然后他们会跟我强调 法国的医疗保险条件 是十分苛刻的 而我根本不在这个范围内 而我会告诉他们 我亲爹棒了一个富婆 那富婆有的是钱 除非我死透了便硬了 你们才能放弃 那个时候 他们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也许会是个奇迹 他们只跟我说 我可以把我的眼角膜捐出来 这样 别人会通过我的眼睛看事件 而我的眼角膜 会替我活很长很长时间 医生说完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只说了一个字 就是滚 我记得那天我有些失控了 我朝他大喊着 你们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现在还想要我的眼角膜 你做梦 从那之后 医生没再来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妈告诉我 他们都说 那个中国女人是个疯子 天气似乎总是随心情变化的 太阳暖 微风 是一户外行走 立东已经有些日子了 却感觉不到寒意 随便翻了件轻便的大衣 出门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 看见什么都能站在旁边傻笑半天 似乎早就把我还是个黑户的事给忘了 路过一个展览台 看见围了很多人 我凑过去看了看 好像是某种工艺事业在卖彩票 一等奖两百万元 听起来挺诱人的 呱呱讲能刮出五个苹果 彩票两块钱一张 我站在外圈琢磨了一会儿 忽然鼓起勇气挤进了人群里 翻了翻兜里 一共623块 一咬牙600块钱 全拍给卖彩票的了 买了300张彩票 卖彩票的 看我挺豪气的 一直说我大手笔 我心心满满地看着他 等我创造的奇迹 给你看看 卖彩票的 把我的300张彩票 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我拎着一兜子彩票 兴高采烈地走了 几乎都没怎么多想 自己就溜达到了大学校园 下午三点钟 操场上有人踢球 看台上的人三三两两的 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 看了会儿男生们踢球 然后开始慢悠悠地 刮起我的彩票来 我趴在侧壁上 刮得挺认真 嘴里一直念叨着五个苹果 五个苹果 手机在兜里震动 是顾明的电话 喂 我歪着头夹着电话 手下还不停地创造着奇迹 在哪儿呢 在哪儿 在你家 的对面 顾明安静了几秒钟说 等我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顾明来得挺快的 不到四十分钟 他就出现在看台上 顾总现在可真是老板了 下午三点多 就可以到处闲逛了 我还在专注地刮我的彩票 嘴里说了句逗闷子的话 我转头看他的时候 竟有些泛愣 顾明穿了件浅驼色的风衣 照在他黑色西装的外面 把他的身材 凸显得更加挺拔了 以我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的头衔 我琢磨 他这件衣服绝不便宜 顾明脸上的笑容充满自信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一个男人 对女性视觉 是很具有杀伤力的 我想 这钱可真是个好东西 顾明这样的人 到了这个年纪 配上点身家 穿上像样点的行头 往这一站猛一看 没准会误以为是偶像剧的男主角呢 打火机撞针的声音 把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我回过神的时候发现 顾明隔了几个位子 坐在那点燃了一支香烟 仰着嘴角 不时侧眼邪腻我一眼 你要再这么盯着我看 我又该想把你弄 我们家去了 顾明这句话 让我有点尴尬 我想我刚才的样子 可能是有点嗖咪咪的了 我努力端正了下 自己的思想态度 看着他坐在不远处 吐出了长长的一团烟雾 学校不让抽烟 你知不知道 我的语气充满谴责 是吗 什么时候开始不让抽烟呢 一直就没让抽过好吗 入学的时候 就在校规里写着呢 学生不让在校园里抽烟 那关我屁事 我又不是学生 我被他说得愣了一下 很快撇了嘴 不满地叨叨着 真是白瞎了这身衣服了 我继续挂我的彩票 不再看他 顾明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 我又听见打火机撞针的声音 然后他问 你趴在那干嘛呢 发财呢 你没看出来吗 你在墙上磨你的指甲 就能发财啊 什么磨指甲 我在刮彩票呢 我手里晃动着一张五奖彩票 向他证明着 我不是在磨指甲 顾明拿手指了至我周围 这一地都是你扔的吧 素质可真够差的 还好意思说 我抽烟呢 幼儿园老师都说过 不能乱抛垃圾 我本来是把刮过的彩票 在身后堆了一堆 想着刮完以后 再装在塑料袋里带走 不知何时 那堆彩票被风吹的 散落在我的周围 到处都是 你有事没事 你要没事 别来打架我发财 我被转过身 继续趴在看台的侧壁上 刮我的彩票 刮完了就往脑后一扔 心想 反正都已经是素质差了 也不差这几张了 能发多大财啊 一等奖两百万 哼 那可真不少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不及魁布 无以至千里 不及小刘 无以成江海 懂不懂 谁能倒霉一辈子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就要转运了 这两百万是我的启动资金 只是我金融帝国的一片瓦砾而已 你还狗屎运地 中了四千万彩票呢 我怎么就不行 我也不看顾明 只是很认真的在挂我的彩票 嘴里一套一套地说着 自己要转运的期许 我没中彩票 顾明的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 我停下了手里的事情 转过头看着他 顾明看着操场上跑动的男生 长腿搁在前面座椅的椅背上 样子显得挺悠闲自得的 那是我继承的遗产 我爸死了留给我的 Chapter 18遗产 你 找到你爸了 没有 我不知道要去哪找他 那他找到你了 顾明呵呵地笑了两声 没有 他也没来找我 他出车祸死了 和他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被撞死了 他的律师找到了我 我想了两天之后 觉得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后来我就接受了 然后我把他的工厂卖了 带着钱和院腾 丁磊他们一起 开了现在的公司 顾明看着操场上 来来回回奔跑的学生 表情和语调都是轻松和愉快的 他突然伸手把手里 那半支香烟抓灭了 扔下看台 我妈以前总是跟我说 你爸去给你挣大钱去了 看来他真没骗我 他也的确是挣了不少钱 你爸他没再婚吗 他们没再要别的孩子 顾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他可能很想再婚吧 不过咱们国家不允许 他要生在荷兰就好了 要是在那的话 他就可以再婚 然后和他心里最爱的那个人 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不过其实他们过得也不错 我满脸疑惑地一直看着他 顾明专注地盯着操场上 踢有一赛的同学 嘴里还喊着 船啊船啊 起脚了 他刚喊完一方就进了球 顾明显得异常开心 吹了一个很响的口哨 还在操场上的同学 寻声看向看台时 挥了一下手 顾明转头看我 你不来一声 你口哨吹得可比我想多了 我摇头看着他 心里觉得 顾明是想说什么 却又想回避什么 他是个同性恋 我也是去办遗产交接的时候才知道的 顾明脸上的笑意未减 给人的感觉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似乎操场上的比赛 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他和那男人早就相爱了 结婚前就在一起了 后来那男人家里逼得紧 没办法 他们就分手了 那男人为了传宗接代娶了个女人 然后我爸就娶了我妈 结果那男人没传宗接代成 我爸到传宗接代生了我 他们结婚后一直有联系 那男人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 离了婚找我爸 说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我估计我爸也早就受不了了 他跟我妈摊牌的时候 我妈差点崩溃 你想三十年前 你要跟人说你嫁了个同性恋 比跟人说你嫁了个太监还丢人呢 他们俩就特别低调地把婚离了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用很小的声音在一旁询问着 他跟那男人走了之后 给我妈写过一阵信 锁在她的保险柜里 里面写了 她在婚姻里特别痛苦的感觉 说不能跟自己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 每天的生活都像炼狱一样 还说让她跟一个女人保持亲密的生活 比让她死还难过 希望我妈能理解她 她说她心里惦记着我 虽然她不富于 但是也愿意支付我一部分的生活费 说话间操场上进行的友谊赛已经结束了 踢球的同学也渐渐散去 顾明坐在那点了支烟 脸上的笑容也慢慢地隐去了 我妈只给她回过一封信 怕我已经记事了 她跟邻居们说我爸南下做生意去了 后来她就把这个话延续下来了 她说不需要我爸的钱 她怕我长大了 懂事多了 会问这些钱是哪来 不过我猜她可能没料到 我爸后来的生意做得还真挺大的 我妈带我搬了一次家 没告诉我爸地址 她后来写的那些信就都退回去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以为是我爸不愿意回来见我 闹半天是我妈不让她回来 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 心里恨过她 活得特别累的时候 心里有过埋怨 我觉得自己几乎一无所有的时候 有人突然冒出来 通知我去领遗产 看见我爸写的那些信我竟然恨啊 怨念什么的都没有了 不是因为他给我留了钱 真的不是 不管你信不信 他在信里写希望我妈能理解他 我觉得我倒是挺能理解他的 我清楚心里日思夜想的惦记着一个人 却又不得不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是重什么感觉 那时候我想 老天让我这个人存在 原来不是为了要变着法的逼死我解门完 顾明将手里的烟弹了出去 划出了点点火星的弧线 估计没人能想到 胡同里的小裁缝和他挚爱的男友 两个人携手去了浙江 后来在义乌开了一间服装加工厂 我爸负责设计衣服款式追踪时尚信息 他男朋友负责销售掌握营运状况 两人配合得挺好 顾明说道 自己忍不住开始笑 笑了一阵他看着我说 我要跟别人这么介绍他们 别人会不会以为我爸是乔治 阿玛尼亚 想想也挺幸运 刚好他喜欢男人 来回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要不然弄一堆孩子出来 还不知道这钱得怎么分呢 顾明的声音又换成了愉悦 语气满是自我调侃 我白了他眼 转过身去 继续趴在看台上 扣我的彩票 哎 我跟你说话呢 顾明在我身后喊我 少嘚瑟 我不看他 高声悔喊了一句 我嘚瑟什么了 我转头看他表情很认真 我跟你说 我也挺幸运 我在法国我的 我的 生活和留学费用都是我爸出的 所以我运气也不差哦 顾明听我说完话之后 愣了一会儿 然后开始笑 他一边笑一边点头 顾明已经坐到我身后来了 他从身后抱住了我 下巴煮在我肩膀上 轻微的呼吸声 都听得真真切切的 顾明把我手里的彩票拿走 钻成团扔在了一旁 一块钱掰成两块花的时候 都没见你买过彩票 怎么开始迷信这个 我坐在那听着他说的话 感受着他温热的呼吸吹在耳后 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太敢相信 我这样的人也有转运的一天 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顾明在我的颈间亲吻了一下 把我抱得更紧了 硬 你回来了真好 你走了 有些话我也就懒得再跟别人说了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也不知道别人听了会是何种反应 反正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同情 同情管屁用啊 还不如给咱们点现钱呢 我随口附和了一句 顾明将头组在我的肩膀上 闷闷地笑出了声 还是你了解我 我知道老天让我这样一个人存在 其实是因为这世界上 还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顾明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眼里有点热热的 转头看着他 我在他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想要离开的时候 顾明忽然按住了我头 他吻得很深 突然间袭来我躲也躲不掉 我想 我们两个有点过于忘我 一时经忘记了 是在校园之中 一道光照在我们脸上 侧头是晃的人都有些睁不开眼 你这招什么呢 顾明拿手挡着眼睛 逆着光想看清楚来人 举着手电的人忽然大喊起来 你们俩是哪般的 也差不多点吧 亲不躲书后面 亲还坐在看台上 表演呢 是个女人的声音 听着像是上了些年纪 女人凑过来 皱着眉头看了看顾明 又看了看我 她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过了一会儿 又看了看顾明 你是 你是那个顾明吧 女人把手电的亮度调低了一点 我们终于能看清楚女人的脸了 顾明也簇眉看了她一会儿 小声嘀咕着 张老师吧 她转头看我口气似是询问 是张老师吧 我也仔细看了看 朝她点了点头 我们俩疼了一下 从看台上站了起来 跟立正式的站的背直 张老师 您怎么来看台了 我还要问你们俩 怎么没事来学校呢 我还要问她 都叫老师 哪儿冒出来的阿姨 张老师是射间 看男生宿舍大门的 坐视雷厉风行 检查宿舍的时候 常常推门 就竟把小男生吓得嗷嗷叫 要说顾明这人没什么怕的 其实他还挺怕张老师的 张老师的致命武器 就是不停叨叨 一件事要是没做满意的 他见到你就说 说到认错都不行 必须说到 按他的要求做好的事 那时候和顾明约会 他常常着急 往回赶 一直跟我说往回去五分钟 他能念叨你一星期 张老师喜欢别人叫他老师 虽然他一堂课都没教过 几十年了 一直在学校管理宿舍 不过他跟我们说 在学校里 当然都是叫老师了 这一地都是你们弄的吧 张老师又打开手电 再四处照了照 你说说你们俩 都这么多年了 这精神文明 怎么一点都不提高呢 你们这行为 让现在的大学生 看了会怎么想 你们有没有 为祖国的下一代考虑过呀 张老师 您看您这一句话 都把我们俩说老了 我们跟他们不隔代 别平了 还站着干嘛 还不赶紧把这看台上的 垃圾都收了 我们俩盲点头称是 开始在看台上 捡那些被风吹的 到处都是的彩票 张老师这么多年了 您还没退休呢 退了 又被反聘了 反聘管女生宿舍了 这天一黑 我就四处转转 现在的女孩子都容易冲动 怕他们一激动 干点什么想起来后悔 这不就让我碰见 你们俩了吗 我们这不属于激动的 谢盈 你跟顾鸣结婚没有 张老师在看台 一个椅子上坐下来 像是一个监工似的盯着我们 我看着他 笑着摇摇头 还没结呢 张老师的声音有些提高 你们谈恋爱的时间可不短了 光恋爱不结婚敢是毛是不是 敢来敢去 不还是你们俩吗 换换别人倒行了 可是也没话 我们是想先立业后成家 顾鸣在一旁打着圆场 那立了也没有 算立了吧 那就赶紧结吧 我要没记错 你们俩都得三十好几了吧 没有三十好几 就三十出头称死算三十一 三十一也不小了 你要不娶谢盈 可别耽误人家女孩 再大可不好找了 娶 怎么会不娶呢 顾鸣转头看了我一眼 我赶忙把头别到一旁低头捡东西 放心吧 很快结婚了 到时候请您 不用出份子 来喝喜酒就行 张老师一直监督着 我们俩把看台清理干净 才算罢休 顾鸣拎着垃圾袋 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 他转身 在前面慢慢走着 忽然他张开了一只胳膊 这个动作这个背影好熟悉 那时候 顾鸣在女生宿舍楼下等我的时候 看见我出来了 他就掉头先走 然后张开一只胳膊 我就像那欢快的小兔子一样 一头扎进去 他那只胳膊就会落下来 紧紧地搂着我 我们常常开心地笑作一团 我还在犹豫 顾鸣微侧脸看我 来啊 我突然狂奔着过去 扎进他的臂弯里 他的手臂落下来 紧揽着我的一侧胳膊 冷了吧 我靠在他的臂弯里摇了摇头 脸上忍不住带着笑 他揽着我在狭长的涌道上 缓慢地走着 把你妈妈接回来吧 我抬着眼皮看他 他低头看我笑了笑 长辈吗 接来孝敬安度晚年 是晚辈应该做的 那我妈妈回来了 我怎么办 突然觉得 这话好像哪里说的别扭 在看顾鸣的时候 他挑着单凤眼 那表情像是我问了一个 无比奇怪的问题 你问我你怎么办 你当然是回法国 接着嫁你的路易十几来着 反正你不是要当贵族吗 去吧 去吧 我支持你 咱们家还没出过贵族呢 好不容易出你一个 多光荣啊 为国争光了 我一生气 照他的肩膀捶了一拳 捶完之后互瞪了两眼 最后还是 忍不住笑作一团 Chapter 19落叶 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开心 我告诉了他 顾鸣想把他接回 中国安度晚年的事情 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见他长长的叹了口气 我想到会是这样了 哪样 你说你碰到顾鸣了 我大概猜到 你不会再回法国来了 我的护照丢了 带一百个护照回去也会丢的 你的心根本就没在这里 你的心要是真在法国 丢一百次护照你 也能回来 我想 母亲这人文化水平不高 但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 偶尔说出的话 似乎还隐藏了某种辩证法 我没什么意见 我都随你 大半辈子都晃过去了 想想我这半辈子 既不是好女人 也不是好母亲 以前有人给我看手相 说我有老来福 现在想没准 还真让她说中了 母亲纠紧的声音 像是也慢慢放松了 你们之间的事 都说清楚了吗 你指什么事 我指什么事 所有的事 还有前两个月 你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给你生活上的建议 是不是也应该让她知道呢 我在电话里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很小的声音 隐隐的感觉像是心虚 我们还没说到那些事 没告诉她我生病了 母亲又开始安静了 只是呼吸声越来越沉 过了很久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懂你们俩 真的不懂 我这个女人 当得有点失败 一辈子没恋爱过 年轻的时候 想尽办法 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以为嫁给你爸爸日子 就彻底改变了 结果你爸爸到现在 心里都在怨我 应别瞒着顾明 他和安东尼不一样 你的事他都有权利知道 如果你心里决定了 就都跟他说吧 我该决定吗 我很小声地问了个问题 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是在问自己 还是在问母亲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嘴上总是说 将来一定要发大财 可是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么想的 那时候我跟他说 我想住得离大学校园近一点 可以每天都看见那些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然后下了班 赶紧回家做饭 辅导孩子功课 希望能把孩子培养的 不像我们俩的样子 顾明说他喜欢吃炸酱面 他想让我多炸点 存在冰箱里 饿的时候 就能吃到最喜欢吃的东西 想着就觉得幸福 这些事都挺简单的 我走的时候想 他的幸福 其实挺简单的 谁想过 我还能活着回来 没敢想过 我回来了 见到他了 他还在哪 就还站在那里 一切都没变 还和从前一样 我这两天忽然觉得 我怎么这么幸福 妈 你说 我应该让顾明娶我吗 这样做好吗 干嘛又回来了 这通电话到后来 变成了无数自我纠结的问题 我矛盾的内心 翻涌着一浪高过一浪 我知道 母亲不会给我任何答案 她只是听 我想 她可能 也在想我想的问题 要是像你刚回去那阵 还一门心思 想嫁给安东尼的话 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我不懂 我说不出好建议来 母亲停顿了一下 对了 安东尼这两天 在研究北京的天气 估计你再不回来 她就要去北京找你了 我们俩沟通也困难 我法文只会喊一声 就你的那几句话 英文也是半调子 安东尼基本不会英文 有时候我们俩说话 都在华图 这两天 她也挺惦记你的 总问我在中国办个护照 很难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就跟她说 我也不清楚 我好多年 没回去了 想想安东尼人也不错 你有什么决定 别忘了给她的交代 别过两天 她满心欢喜的去了中国 你又告诉她 你不准备嫁她了 你 不要来来回回 纠结那些问题了 随自己的心意去吧 你妈也是糊涂 不知道这么劝你对不对 母亲把电话挂了 我想 可能她也被我说的混乱 又纠结了吧 以她的话来说 她这辈子没恋爱过 我不是个爱情的产物 顾名也不是 有时候想 也许我们真就是 分别装在男女壳子里面的 同一个灵魂 到美国见到母亲之后 她跟我了解了父亲 我才大概了解到 我的定义 应该被叫做一个筹码 父亲家在天津 是当年难得一见的硕士生 被派到工厂基层 车间学习 母亲在工厂食堂工作 她说见到父亲的时候 觉得她算是一表人才了 她那时候 要是能嫁给父亲 是不是就不用在工厂食堂 这么干一辈子了 父亲每次去食堂打饭 她都给他多成 有时候还送他几样小菜 来来回回说话 就越编越熟 有一年十一国庆 工厂车间里聚餐 很多人都喝醉了 父亲是醉醉的一个 因为他平时就不怎么喝酒 可是那天被大家逼着 喝了很多的酒 母亲晚上去了他的宿舍 说是给他送几样水果 然后他们就发生了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爸酒醒之后 懊恼急了 他那时候有个相爱的女朋友 是大学同学又是老乡 本来打算等他 从场子里学习完了 回去结婚的 我妈跟他说是 我爸强迫他的 他拗不过他才顺从的 他必须得对他负责 要不然 他就去派出所报警 告他强奸 我爸害怕急了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了 他不想娶我妈 可是我妈非逼着他娶她 事情还在来来回回 纠缠没有结果的时候 我妈怀孕了 于是他买了张车票 去了天津 找到了那个时候 我爸的未婚妻 跟他说了他和我爸的关系 我妈说他记得那女人的脸 足足定格了十分钟 然后他就站起来走了 后来他和谢长明分手了 不过他也没让谢长明好过 他去工厂党委告了他 那年部里 有两个公派 去美国留学的名额 几千人打破头的争夺 谢长明是内定的其中之一 结果他有了个 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 被人抓住了小辫子 所以他没去逞美国 虽然他和那个 和他乱搞关系的女人结了婚 但是这罪名 始终对他有很大影响 后来 我爸自己考到了 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辞了职 自己留学去了 我想 要不是因为八年前 我拎着个小包 站在我妈面前 告诉他 我来美国 找他的真正原因是 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 而我必须在死之前 见见我那个混账亲爹的时候 我妈大概是不太想让我见他 我见到谢长明的时候 并没觉得他一表人才 只觉得他唯唯诺诺的 他看到我先是吃惊 然后说 你就是小影 都长这么大了 我跟他说 二十几年了 我不往大的长 难道我还要缩小吗 不见他的时候 从来不觉得对他有怒气 一见到感觉 是怎么都压不住我 令我妈更没想到的事是 我第二句话 是跟谢长明要钱 我说的简单明了 我生病了 很严重的病 不治的话死得很快 可是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所以我得治病 治病需要钱 很多的钱 我妈在中餐馆给人刷盘子 我逼死他 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所以我来见你了 他说 你现在有自己的公司 你肯定有钱 所以你得管我 因为你是我爸 要不然 你生我干嘛 我说这话的时候 谢长明一直在看我妈 我妈不停地在那摆手 他大概以为 这些话是我妈教我的 我妈不知道 我要跟你要钱 你别瞪他了 谢长明的表情为难极了 他看着我说 我也没钱 那公司不是我的 是我现在太太的 我在他公司里 帮忙当财务总监 就跟打工一样 他给我开工资 他那个人很精明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公司已经不小了 财务总监要找自己人 可是有时候 他连我也怀疑 前两天做错了一笔账 他就有点怀疑 我要套他的钱 我以前没跟他说过 我在中国还有个孩子 这突然间冒出个孩子 来还要跟他拿钱 谢长明坐在那 一直唉声叹气 我当时愤怒极了 也不管是不是公共场合 突然开始拍着桌子骂他 你到底是不是人啊 几十年了不回家看我一眼 现在你女儿生病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 突然冒出来骗你的钱啊 我从我的包里 开始掏在国内 做的检查 我没骗你 你看看我没骗你 我是真的有病 你们怎么这样啊 你们不想管我 那当初干嘛结婚 干嘛要生我啊 就为了把我生出来 看着我病死啊 爸妈都不说话低着头 呼吸一声比一声重 过了不知道多久 谢长明抬头 看着我母亲说 这是不是就叫孽债 这话说完 母亲的眼泪哗哗的流 我的心也凉了半截 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 我换了央求的口气 爸 能不能跟你老婆说 算我借的钱 等我病好了 我还他 我全都还他 我算利息给他 谢长明看着我 整段书上的字 皱着眉头想了很久 他缓缓地站起来说 我去想想办法吧 我知道 对于他老婆来说 我这个不知道 从哪蹦出来的亲生女儿 现在就如同一个无底洞一样 那些还他钱和算利息的话 简直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谁能证明我能好 谁能证明我好了之后 有能力还他 回去之后 母亲告诉了我 他和谢长明之间的事 我那半截未良的心 也彻底的凉了 我妈说 他不是不想管我 实在是他自己的能力有限 他当初追着谢长明来美国 就是怕他离婚 他本想在美国稳定了 把我也接来一起生活的 可是他还是和谢长明离婚了 他自己也没什么本事 辞了只来美国 在中国的时候 在食堂工作 到美国了 在中餐馆 来来回回 就是打杂的生活 他知道我们在国内生活的 也很艰难 他本来打算在美国 攒够了养老的钱 回中国去的 结果没想到 我生了重病 到美国找他来了 母亲 把他在外漂泊这些年 攒的钱都拿了出来 看着我说 要不然 我跟你一起 回中国去吧 我不回去 我很坚定的摇头 落叶总是要归根的 我说了 我不回去 我的声音 一声比一声大 你是不是因为顾鸣啊 你是不是怕他不 全世界的人不管我 他都不会不管 我都没听完 母亲说什么 就喊叫着打断了他 我就是不想让他管我 我得让那家伙 觉得我过得好好的 那家伙肯定有办法 比我过得更好 他要做不到 他就不是我男人 我极力地平静着 自己的情绪 我要去法国 去法国干什么 度蜜月 度 和谁度蜜月 我自己 我要是不来这儿 现在已经和顾鸣结婚了 结婚了本来就是要度蜜月的 很早以前 我就跟他说过 有机会我要去法国看看 看看那个文明世界的 浪漫之都 究竟怎么浪漫 他说 将来我们结婚了 可以去那儿度蜜月 妈 我结婚了 领没领结婚证 我都结了 明天我就申请去法国 尽快走 我要是不能死在中国 我就死到法国去 反正我不死在这儿 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 又见到了谢长明 他递给我一张 两万美元的支票 他说 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说 那都是他自己的钱 给我看病用的 不用我还 说实话 我特想很有骨气地 撕碎了抛向空中 然后仰天长啸 头也不回地走掉 可是事实上 我犹豫了半天 还是把那支票 接了过来说了句 谢谢吧 Chapter20意外 周末顾明和丁磊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去了香港 需要三五天的时间 怨腾留下来 照顾公司里的其他事情 顾明说 我要是有事可以找怨腾 我说话特好使 比他说话还好使 他说 大概是我和怨腾 有段旧情的缘故 没准这小子 对我一直念念不忘了 他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瞥着嘴拿眼斜他 他看我的表情摆了摆手 算了 当我没说 我自己也觉得 这话有点酸 反正这小子心系 比丁磊戏多了 办事让人放心 周末 我都在想要怎么跟安东尼说 我们之间的事情 因为我又接到他的电话 他说 我之前跟他说出差 离开法国十天 可是现在已经走了一个月了 安东尼说 法国这两天 天气变得有些凉了 不知道北京怎么样 让我多加衣服 电话里都是 安东尼的关心 把我想说的话 全都憋在了嘴里 我支支吾吾了半天说 安东尼 我有可能不打算回法国了 安东尼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恩了一声说 也可以 我的职业去中国的话 应该能找到工作 其实我早就想去中国看看了 不认识你的时候 就想过要去看看 年轻的时候 想去很多地方 结果现在五十多岁了 离开巴黎的次数都那么少 Emma生病的时候 一直在照顾她 更离不开 我听说 在中国 不管孩子长多大 都会和父母 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比如 像你和你妈妈这样 要是这样 我觉得挺好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在中国长大 我原来想过 安东尼要和我结婚 可能只是一时冲动 比如 找个亚洲女人 会让人觉得她很特 可是随意和她聊聊 发现她对今后的婚姻生活 想得很多 似乎有哪些可能 她都早就考虑过 安东尼先挂的电话 说她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她要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我没说别的 按她的意思 把电话挂断了 周六的早上 我醒得很早 天还没亮指 泛着一点点白 站在窗口发现 树叶又落了一层 树枝在风中摇曳 我竟然从冬天 快掉光的树枝上 看出了婀娜的感觉 披了剑大衣出了门 忽然想起 离家两站地的一处 有一个早餐摊 那个时候 每天都会准时 出现在那个固定位置 老板在摊位前 摆着一块牌子 写着礼祭早餐 那个摊位的豆浆很浓 油条炸得又酥又脆 我们钱多的时候 会买一个包子 老板人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去那里 包子粘在一起的时候 他干脆就多送我们一个 那时候 我们常会站在蒸笼前 期盼着他夹出来的包子 最好还粘着一个 像是抱着某种 试一试的心态 想看看礼祭早餐的摊位 还在不在 走在马路上 几乎没见到车 只有环卫工人在清扫 想着路不远可以走过去 当成是我清晨的锻炼 两站地的距离 没怎么费力就走到了 有些意外的是 礼祭早餐真的还在那里 只是原来的早餐摊位 换成了店面 不太亮的店面里面 像是有人在忙碌 推门走了进去 老板换成了年轻人 七八张桌椅规规矩矩的马放 不大的店面里 还有收银台 厨房操作间用玻璃隔着 两个人在包包子 一个人在炸油条 年轻的男人在擦桌子 女人站在收银台前面 在小本上记着什么 听见有人进来了 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欢迎光临 我找了靠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年轻的男老板 拿着一张简单的餐单 朝我走了过来 您起得够早的呀 这 还是原来的礼祭早餐吗 是啊 东南西北这一带 就这么一个礼祭 男人想了想 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说 您问原来 那是多原来啊 听着您像是我们家的老顾客 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八九年前吧 那个时候还是个摊位呢 是位大爷在卖早餐 哦 那是我爸 前年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干脆让他在家休息了 五年前这一带街面上不让摆摊了 盖了一排店面 我们家一直做早餐的 后来就租下来 继续做早餐了 哦 我笑着点头 低头看了看餐单 包子都有这么多种线了 五种 不过今天是周六 客人们都起得晚 包子刚上帖 您要想吃包子 还得稍微再等一会儿 我笑着说好 要了豆浆油条 还要了最原始的那种包子 等待的时候 又有三三两两的客人走了进来 豆浆油条上的很快 我坐在那儿 慢慢地津津有味地品质 感觉进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年轻的男老板 轻轻敲了我桌子 打脚拎下 有人跟您拼个桌行吗 他不等包子 应该吃得很快的 我忙点头英语 桌子前面站着个女人 身材高挑 穿着时髦 一头的波浪大卷 化着浓重的烟熏装 女人的眼神 显得有些疲倦 精神状态 却是不由自主地亢奋 身上的酒气很重 从她不太能聚焦的眼神 大概判断出 她至少还带着气氛醉意 我想她肯定是周末 去夜店玩了一夜 天亮吃了早饭 准备回家睡觉的 我只是扫射了她一眼 又继续低头吃东西 女人站在我对面 一直盯着我看 由于她迟迟不肯落座 我又好奇地抬头看她 她突然拿手指着我 她一直拟了半天 也拟不出什么来 被她这么指着我 又忍不住仔细打量她 似乎也觉得是有些眼熟 你 她拟了好一阵 突然伸手一拍桌子 不是那个村姑吗 村姑这种称谓 从何而来 她这一觉 让我摸不着头脑 我还在继续搜索 我脑子里所认识的人 始终觉得都对不上号 你不认识我了 这么快就忘了 女人坐在我的对面 眼睛开始上下地打量我 今天没穿你那 土的掉渣的破毛衣 想起来没有啊 我轻微地摇摇头 觉得她这么热情 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好像有点不礼貌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印象 您是 我去 连口音都没了 你戏剧学院的 长得也不像啊 好好想想 咖啡店 女人一说咖啡店 我立刻明白过来 这女人就是二十天前 我拿咖啡 泼过的那个叫郭瑶的女人 也难怪我认不出她 那天她坐在那里 怎么说也算是端庄 猛一看 像是位淑女大家闺秀 今天这个样子 可把那天的形象 完全颠覆了 我认出她之后的第一反应 就是 立刻端起我面前的豆浆 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干净 我把碗料在桌子上看着她 你有事吗 郭瑶咯咯地笑出了声 你干嘛 你怕我拿豆浆泼你啊 郭瑶从包里 拿出一只女士香烟来点上 你放心 我是高素质的女性 我是不会像你那样的 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郭瑶还是笑 哎 想吃什么随便点啊 我请客 帮上更大的款了 哎 还真叫你说对了 想想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 没你我也下不了狠心 跟她姓名的分 扣得要死 给我买什么东西 全把手据拿走 估计鸭炮我拿回去退了套现 我套现怎么了 他给我买东西不就是送我了吗 你管我是自己用还是套现呢 说话的时候 郭瑶点的东西被端了上来 他一边抽烟 一边吃早餐 我看着老板说要结账 你住这一带啊 这可都是穷人住的地方 我看着他点头 你也住这附近 郭瑶听了我的问题愣了一下 我当然不住这儿了 我是碰巧路过 老板算了结账的钱 我刚要掏兜 郭瑶赶忙阻止 别呀 说了我请的 那谢谢了 我刚要起身走 他突然按住了我的胳膊 你这么着急干嘛啊 咱姐俩聊会儿啊 哎 你跟那顾总怎么样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那男的可不好弄 外面看着条件好的 挑不出毛病的男的 骨子里没准就是个变态 那顾名就是变态里的极品 鸭特狠对谁都狠 对自己都狠 别提多变态了 我觉得 鸭就是那种 我玩你可以 女人要想从他那刮走半毛钱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郭瑶长长地吐了一口烟 我一把把他嘴上香烟 抓灭了拍在桌子上 他被我这举动弄愣了 这是跟他性故地学的 我站起来靠得他很近 郭小三 咱俩熟吗 不熟啊 聊聊不就熟了吗 我跟你没话 我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 我要不是看你像喝多了 我早就大嘴巴抽你了 我建议你 下次见到我绕道走 说完 我从兜里掏了二十块钱 扔在了桌上 转身就要离开 你牛什么 跟他睡过了是不是 睡过了就牛成这样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郭小三 我要是小三没准 你连小一百都不是 我的表情是不屑加上点鄙视 郭瑶似乎被我这表情点满了怒火 我跟他上床的时候 估计你连他公司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呢 你跟我面前 这装什么大尾巴郎啊 我实话告诉你 那性故的 我还不稀罕呢 有一次就够了 上了床没完没了的 我半条命都快搭进去了 下了床就翻脸不认人 半个子都不吐 你是不是以为他 这种男人会娶你啊 我劝你对自己定位要准确一点 去打听打听 他这种男人会娶什么样的女人 你见过他老婆吗 能装成他老婆那样 你就想办法装 装不成 你就别做梦 我的整个人都僵持在原地 脑袋里嗡嗡作响 呼吸变得极度困难 我缓缓抬起眼皮看着郭瑶 他结婚了 郭瑶的脸上全是吃惊 隐藏不住的窃笑 我的妈呀 你连他结过婚都不知道啊 Chapter 21疼痛 我想 女性物中有特定的争斗方式 她们大多数时候 不是选择伤害别人的身体 而是伤害别人的内心 能突然令对方陷入到无措 尴尬 无望的状态里 大概比看到对方流血 还觉得快胃吧 在很多事情里 我是个抗伤害的好手 但有那么一两件事情 我想我可能没有任何防御性 形形色色的人 在乎形形色色的事情 她们每天为她们在乎的事情 做着各种努力 我也不过是这形形色色的人中的一员 我要什么都不在乎了 何必还活着站在这里 我现在有点后悔 二十天前 我拿咖啡 泼了面前这个叫郭瑶的女人 如果现在这是她的报复的话 那她真是成功了 脑子里忽然想起 顾明在车里问我的话 她说 如果这是真的呢 她还说你难受了吧 我那个时候说得多大气 无所谓毫不在乎的样子 我从来没想过 如果这是真的呢 我那么愣着 不知道站了多久 在看郭瑶的时候 她换了一副好奇的面容 别骗人了 我丢了一句话 想马上离开这里 郭瑶听见了 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她跳起来拉住了我 你发傻站在那半天 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我还以为 你要放多狠的话呢 刚才不是挺威风要抽我吗 松手 我没工夫听你在这跟我胡扯 郭瑶笑得更大声 我怎么胡扯了 你不相信什么啊 你是不相信她结过婚 还是不相信 我跟她上过床啊 郭瑶此刻就像个乘胜追击的将决 似乎非要置我于死地一般 哎 她这胳膊蓝尾 伤口可小了 我看也就三厘米 我估计是她小时候做的手术 她屁股后面 这好大一个伤口 L型 我看怎么也得缝十几针吧 我问她了 她不告诉我是怎么弄的 住口 我狂叫了一声 伸手推开了她 郭瑶险些被我推 我转身逃出了早餐店 一走出早餐店的门 一股冷风就卷了过来 我的胃开始抽痛 我头晕得几乎变不清方向 转到角落里 翻涌着一阵阵恶心 手扶着墙壁 低着头喘着气 一包烟滴到了我的面前 我侧头 郭瑶表情平静地站在一旁 滚开 我努力挤出两个字来 然后就开始吐 把我早上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我是好业 郭瑶的语气变得平和 没有任何挑衅和争斗的腔调 我这样的人 除了长得好看点 没什么太大本事 我自己心里知道 只能靠着这点本事 改变我的现状了 我是真不知道 原来你是真喜欢她 我以为你跟我一样嘛 郭瑶把她手里的香烟 扔到地上采息了 她不合适 惊艳之谈 我知道 女人岁数大了 就想嫁个靠谱的男人 过后半辈子 要是能衣食无忧 那当然更好了 我劝你赶紧跟她断了找别人吧 这男的 咱们跟她玩不起 别提心多狠了 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就没心 你知道的屁啊 我很烦躁 我想让郭瑶快点离开 我还是想拖 我也还在一阵阵地抽紧 你这女人 怎么这么死要强啊 好赖话听不出来啊 我知道个屁 我知道个屁 也比你知道的多 郭瑶转身离开了 走了 几步她又快不走了回来 哎 估计咱们以后也碰不到了 我再好心多劝你一句 别跑去 跟她说你怀孕了 我醋没看她 我想这女人看我站在这儿吐 没准以为我怀孕了 我没怀孕 那最好 那幸苦的最讨厌的一件事 就是拿孩子威胁她 你要是真那么喜欢她 非要一直闷头走到黑的话 你就千万别说你 怀她孩子了 你要说了 你们就真完了 我挑着眼皮看着她 表情里满是质疑 你看看 你又不信是不是 女人怀不了她的孩子 她劫炸了 什么 我的声音提高了很多倍 脸上的疑问更多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犯过傻呗 那时候年轻 我听说她结婚快两年了没孩子 我想 她这种生意人肯定特想要孩子 就告诉她我怀孕了 我想让她娶我 结果她知道之后 把我给开除了 她说 你有没有孩子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 就算有孩子了 那也肯定不是我的 是谁的你去找谁去 我是不可能了 但怎么也得要点损失费吧 我一赌气 就跑去他们家找她老婆去了 她老婆挺漂亮的 看着特别淑女 一看就是家教特别好 反正就是男人见了 想娶回家当老婆的那种女人 我在那假哭 她老婆坐在那真哭 我们俩就坐那儿 哭了好长时间 后来她回来了 看我们俩那样 跟没事人一样 她老婆让她解释 她说 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孩子不是她的 因为她结扎了 所以 我不可能怀她的孩子 她老婆听了之后 哭得更伤心了 问她为什么 她说方便 你听见了吗 你说这男的是人吗 她这心得多狠啊 不仅对她女人狠 对她自己都狠 有男人为了玩女人 方便自己劫杂的吗 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吗 我心口又翻涌上一阵恶心 已经没有什么可吐的了 我开始突围咽 我谢谢你 快点走吧 别再跟我说话了 我用了点哀求的语气 希望她快些离开 仿佛她离开了我的痛苦 就会消失了 郭瑶站在我身旁叹了口气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自为之吧 姐们 再劝你一句 别对男人认真 跟他们认真你就输了 你认真了 吃亏的永远是你 郭瑶没再说 别的终于离开了 可是我的痛苦 并没减轻半分 我有些踉跄的 走到路口 打了个车回到了家 到家我就一头再倒在沙发上 我的本意 是希望自己什么都不要想 让那些在脑中盘旋的话 就那么静悄悄地飘过去 最好是我猛地一睁眼 发现一切只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我真的做了个噩梦 在高楼林立的陌生城市 我被困在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中央 身旁走过各式各样 穿着考究一态优雅的男女 只可惜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四处请求帮助 希望他们告诉这是哪 告诉我 哪里才是回家的路 我喊了半天 结果没一个人理我 最后 我被突然驶来的豪华轿车给撞了 我猛地睁开眼 吓了一身汗 抓起手机来 一秒钟的犹豫后 我打给了怨腾 怨腾的声音懒洋洋的 我说 你都回来 一个月了 你还导时差呢 几点啊 打电话 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凌晨一点了 想不到自己 一下昏睡了这么长时间 我努力稳定了下自己的情绪 怨腾你们仨 可太不够意思了 顾名那家伙 结婚都不跟我说一声 不知道我现在恭喜他 还来得及来不及了 怨腾没有马上接话 我们俩举着电话 安静了好一阵 跟你说了 他的这阵安静 让我心里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也随即破灭了 谁跟我说了 没人跟我说 你这个王八蛋 合着你们仨和起伙 来耍我一人 跟我这装模作样的一往昔 我感动得连北都找不到了 行啊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发财了有钱了 该结婚结婚 该玩女人玩女人 可真是什么都不耽误 现在该玩什么了 追寻年少时的青涩之恋 是不是 我的声音十分高亢 似乎想要借着这喊声 把胸中的憋们全都喊出来 这是我该挨的骂骂 怨腾的声音很小 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着我被耍 在旁边简论是不是 押顾铭自己的事 他自己不说 我多什么嘴啊 顾铭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怨腾 你说你不啊 你就说你怕他不玩了吗 是得怕 人家是大老板 你是什么啊 我猜你心里特别感谢他吧 你哪敢得罪他 回头人家急了一脚 把你踢了 不带你玩了 估计你得找地哭去 我现在想想 亏着我当初没跟你 要不我不得跟你窝囊一辈子 我那些急了魂不灵的基因 此刻正发挥着功效 努力想着最狠的话说 想让那些让我疼的人 跟我一样疼 谢盈 你别吃饱了 趁着大半夜 打电话在这耍混 我不是顾铭 我不受你这个 不过你说对了一样 我是挺感谢他 不是因为他带着我发财 是因为他当初提醒我 千万别跟你好 我现在想起来 都从心眼里感谢他 他说 我迟早有一天得烦你 还真叫他说对了 我现在真是从里 往外地烦你 我就问你一句 你要是心里觉得 都是他对不起你 你怎么不直接 打电话给顾铭啊 你跟我喊什么呀 你跟我喊有用吗 怨疼的声音 似乎比我的还大 这世界真是变了 曾经总是被我挤兑的怨疼 如今也变得 伶牙利齿的不输半分 不知道我挖苦了他半天 他疼了没有 可是我却觉得更疼了 怨疼可能也觉得 自己的话有些重 过了一会儿 他换了些缓和的语气 顾铭他四年前已经离婚了 离得挺彻底的 他给了安雅南不少钱 说没别的要求 就是以后都别再见面了 你说谁 什么谁 我问你 顾铭娶的谁 安雅南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眼泪就掉下来了 想忍都忍不住 我早就想哭了 忍得很辛苦 现在终于不用再忍了 这可真是滑稽的一天 仿佛这么一天 把我离开这些年的事情 都呈现在眼前 我心里的感受 要是能像我前些天 表现得那么豁达 无所谓就好了 可是我知道我走了之后 顾铭娶了安雅南 心里就是明明白白的不甘心 你哭了 怨疼的语调 显得有些无措 我哭了 对于她来说 可能是个大事 真没劲 满大街都是淑女 看着谁家教都比我好 干嘛非得娶她 能当好老婆的人多着呢 干嘛非得是她 娶老婆娶的 都这么没创意 就这样吧 不说了 你睡觉吧 Chapter 22发现 你等等啊 谢盈 怨疼出声阻止了 我将要挂断的电话 你看 顾铭去乡党的时候跟我说 万一你打电话来 肯定是有什么事 甭管白天晚上 我都得当的真实版 她这刚走一天 你这半夜就打电话来了 你问我这是吧 她也确实是个真实 这顾铭要是回来了 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啊 跟我趁着她不再玩命 在这挑拨离间似的 回头再怀疑我对你不死心 这不就越弄越乱了吗 我想 怨疼在这绕着圈地说话 她大概想知道 我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顾铭跟那个叫郭瑶的女人 上过床 怨疼反应了半分钟 突然冒出了一句 我去 听口气 可以当成一句感叹词来理解 谢盈 这个女人的话 根本就不能信 拿小三当事业的女人 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你真别拿她的话当真 毕业实习那会儿 顾铭就已经忙着四处打工了 有一次晚上 她去那个工地搬砖 可能天太黑了吧 她踩在一堆刚卸下来的 脚手架的管子上摔了一跤 屁股被钉子划了个大口 那天她都没干完活 自己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我让她去医院 那家伙老师那句话 说她才不傻了巴基的 把钱送给医生去呢 也是凌晨一点多 我扶着她 去敲秦大爷那个诊所的门 现在想想 秦大爷可真是个好医生 那么个小诊所什么都有 连破伤风针都有 我就是怀疑都是过期的 我还怀疑她给顾铭消毒用的酒精 是她喝的二锅头 我也不管怨疼愿不愿意听 好像我一说起我们的事 就停不下来 那家伙真好笑 秦大爷要给她缝针 她就是不让缝 非得让我出去才行 我当时以为她怕我看见 她的伤口担心她 宁静上来了 就是不出去 还是秦大爷提醒我说 你出去吧 她害臊 不好意思让你看她的屁股 顾铭还跟秦大爷喊呢 说人家胡扯 不过你没看她当时的样子 脸都红了 说到这儿 自己忍不住呵呵笑出了声 怨疼没接话 我估计她不知道要从哪接 或者我到底要说些什么 后来怎么样 还不是我给她换了一个月的药 哎 怨疼你跟顾铭这么多年兄弟了 她给你看过她屁股没有 你知不知道 她屁股上有个L型的伤口 缝了酒针啊 怨疼的声音很小 像是在自己敌 我们俩大老爷们 她没事给我看她的屁股干嘛 再说了 就算她真想给我看 我也不一定愿意看的 是啊 她不想给你看 可是她想给郭瑶看 我去 怨疼又在感叹了 感叹了半天 说不出半句话 现在想想 我那天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上蹿下跳的在那表演 估计你心里一直偷着愣呢吧 是不是觉得 我跟跳梁小丑似的 谢盈 天地良心 我对天发誓 我真不知道 顾明跟那女的有一腿 你那么要强一个人 我要真知道 我拼死也不可能 让你过去瞎闹 算了 不重要了 谢盈 你说 咱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 就算我没顾明了解你吧 我觉着我也比其他人了解你 我说两句 你听听看在里不在里 咱们也不是什么中学生大学生了 到了这个年纪 有了些经历 这感情的事 是不是别没事跟自己交近啊 说句你可能不太爱听的 这是顾明跟安雅男日子过不下去 你说你回来了 要是人家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你能怎么样 他也单着了 一见面感觉还在 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我们问过 你在法国的事吗 顾明他从来不问 你在法国有过多少感情经历 为什么不问啊 我们不在乎 对吧 是吧 是这么个是吧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远腾 我在法国过得不好 声音带着颤抖 我又忍不住哭了 远腾在那不停地叨叨 结尾问了一堆疑问句 句句都在逼着我承认 他说的有道理 可是他越问我对不对 我这心里就越难受 他说的有道理吗 有 他说的对不对 对 如果他劝慰的女主 绝不是我的话 他说的句句话都在里 如果我在现场的话 我可能还要帮枪两句 我想 女人遇到感情的事 就是这么矛盾 我当初拎着个小包 翘无声息地离开 心里想着绝别的话 盼着顾明好好的生活 一定要过得幸福 可是我回来 又站在他面前 那些美好的感觉 每天都在充斥着我的内心 有那么多次 我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 似乎总能看见他的影子 他拉着我的手说影 撑过来 我就在家等你 我想 这种心态在男人听起来 可能觉得太可笑了 也许吧 可是女人总是希望 自己在心仪男人的眼中 是最特殊的一个 我曾经对这个是很自信 因为顾明在我眼中 是最特殊的一个 我想 这辈子不会有人能取代他了 就像我总是觉得 也许我们俩根本就是一个人 我们面对事情 总是有同样的想法 有同样倔强的性格 如果我不会那样 他就也不会 原来 是我想错了 至少怨腾说对了一句 也许是我太 跟自己较劲了 怨腾听见我抽气的声音 语气又开始慌张了 谢盈你别这样 打小我就没看你哭 这么会儿 你都哭两回了 你这在国外天的什么毛病啊 你别看我们现在的样子 好像挺风光的 其实我们刚弄公司的时候 也难着呢 我就是把顾明夸得神了点 你想几个毛头小子 也没什么经验 到哪都是四处碰地 真的你别为这是不甘心 你要没走 我们肯定得带着你 当然了你回来了 我们也不能把你丢下 谢盈你成熟点 别老跟小姑娘似的 你在国外待这么多年 怎么也算是见过点世面了 非得要求一男的替你守着 特别不现实 尤其现在顾明这身家 有女的愿意往上贴 那都正常现象 贴我的都论框装 我不是夸顾明 他真算不错了 你看看生意场那些人 三妻四妾的都明着来的 他跟郭瑶那撑死 就算个一夜情 一睁眼都忘了的事 安雅南那顶多算试婚 他一世不行 不就麻利的散了吗 他跟安雅南结婚那阵 是我们生意的上升器 有时候连着好几天都不回家 安雅南打电话 就问他回不回去 顾明说不回去 人家就说 让他少喝点酒 就把电话挂了 一句多余的都不问 真的 女人必须得有这种心胸 得想得开 院腾的话音刚落 我就朝着电话喊了出来 整天过着难道女娼的生活 还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誓吧 你是不是觉得 我回来看见你们发达了 就特别不甘心 打从心眼里 就各种羡慕嫉妒恨啊 还真叫你说对了 我就是不甘心 就你们这几个臭流氓 凑在一起都能发达 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到现在也不后悔 我当初走了 这是我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让你们带着我干嘛 一起堕落 放心吧 当初没走 我也不可能跟着你们混 我层次再低 也不可能跟你们低到一起去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院腾 你这男人的劣根性 长得极茂盛啊 好几天不回家 还不让问了 问了就心胸窄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他妈心胸也宽着呢 他要是遗嘱都写我的名字 我还盼着 早点进进人王呢 你这狂犬病还没治好 是怎么着呀 这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张嘴就咬人啊 顾明究竟喜欢你什么啊 喜欢你什么啊 你给我提提醒 至于说这么狠的话吗 晶晶人王都说出来了 他知道了得多伤心 我就这么说了 赶紧打你的小报告去吧 去晚了 你主子不高兴 真是不可理喻 什么女人啊 太悬了 我差一点就跟你好了 我把电话直接挂断 一声气 顺手摔了出去 听着像是摔坏了 我也懒得去看 又栽倒在沙发上 我心想院腾有时候 真够二百五的 我越不爱听什么 他越说什么 唉 内心在叹气 心里缓缓地出现了 安雅南的影子 那个长相甜美的女孩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闺蜜 也是唯一的闺蜜 她向我主动示好的时候 我真挺吃惊的 心里还高兴过一阵 那时候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周末回家 都会带好多吃的回来 每次都单独 为我准备一份 还常常有那种 见都没见过的水果 我就抱着一大包吃的 去找顾明和她一起分享 她知道顾明也吃的时候 下次就准备的更多了 其实我心里挺不好意思的 我想要回报她点什么 可是好像 她什么都不缺 她缺的 那我就更缺了 后来我发现 她喜欢听我说话 讲我和顾明的事情 她常常 笑得前咬后合地说 怎么那么有意思啊 那天晚上 她喊顾明的名字 我听见了 没准我是宿舍里 第一个听见的 安雅南睡在我上铺 她一边喊顾明的名字 一边在笑 听着 就像是做了一个春梦 我睁着眼想了想 然后又跟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把眼睛闭上了 我想要为这事掰了不直 多数人窜到我面前问我 你听见了吗 安雅南昨天晚上 喊你男朋友的名字 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 没有啊 我一睁眼都天亮了 我装得有点吃惊 安雅南笑了半宿 可风骚了 一边笑还一边说 别啊别啊 顾明别这样 养死了呀 哈哈哈哈 凭良心讲 跟我学话之人的这一段 绝对是杜传 因为安雅南这种家教 良好的大家闺秀 绝对说不出 金平梅里面的台词 当然我谴责了她 希望她不要再继续造谣声势了 其实我的内心 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多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本以为她是真的 想跟我交朋友 才主动示好 谣言没被压下去 还越传越凶 越传越乱 没几天都传到顾明那儿去了 她特认真的 找我长谈一次 我听说睡在你上铺 那姐们一直暗恋我 我巴结了两下嘴看着她 可能吧 我也没问她 什么啊 他们都跟我说了 说她一晚上 一遇我好几回 这绝对没有 真的 人家挺好一女孩 这帮人可真行 要有你可得跟我说啊 别整天一副嘚瑟样 跟我吃你点东西 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 还以为是你有益的见证吗 那半天 是我被一银换来的 我这么大牺牲 是不是应该换我嘚瑟啊 那天 安雅南也找我聊了 她向我承认 她是喜欢顾明 她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挺喜欢她 她觉得顾明长得很帅 而且 她特别喜欢单眼皮 又单凤眼的男生 笑起来又坏又可爱 她向我发誓 她绝不会破坏我们俩 她只会在那默默地喜欢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就说 你不默默也没事 反正大家也都知道了 心里喜欢谁是个人的自由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我想跟她继续保持良好的友谊 这样每个周末过后 也许还有点惊喜 我觉得 安雅南不像 她表现得那么低调的时候 是她刚跟我发过誓之后 没几天 就跑去跟顾明表白了 我们俩还为之是吵了一架 顾明特生气地到宿舍找我 质问的口气 你让她跟我表白的 没有啊 那她干嘛跑来 跟我说 你跟她说了 你们都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她说 要是我也喜欢她 你愿意自动退出 不用觉得谁对不起谁 我他妈是妓院的花魁啊 谁开的架高我跟谁 顾明当时脸气得铁青 我被逗得笑叉了气 你傻了 我能那么说吗 顾明看着我笑 她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些 估计也觉得 生这么大气 有点傻 她极力地想挽回点面子 我傻 你才傻呢 好好的友谊 不懂得维持 现在完了 以前过完周末 还有点盼头 现在真诚痛苦的星期一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 她突然这么冒出来 说了一大堆话 然后一直问我喜不喜欢她 这么突然 我真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 我在那想半天跟她说 我说这是挺大的 我一人做不了主 你等我问问谢盈 我说你要是实在着急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院腾 离这儿不远 才进大学的 她小时候刚生下来的时候 也是单眼皮 真的不蒙你 我见过照片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霜了 但是这都不影响她 这人特坏的本质 她是那种闷骚型的坏 不像我这么张扬 你喜欢闷骚型的坏吗 我本来想 她要是不喜欢闷骚型 我还可以给她介绍丁磊 可我还没提丁磊呢 她就哭了 然后周围人就都看我们 然后她就走了 后来在宿舍里 我想跟她说话 可是她就跟我不存在一样 我试好了两次 她也不理我 所以我也不再理她了 没过几天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一个多月之后 有一天 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问我 有时候来找你的 那个戴眼镜的男生是谁啊 她有没有女朋友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我说她叫怨腾 我刚说完怨腾的名字 还没说别的 安雅南就跳起来朝我大喊 你混蛋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别在这装模作样 谢盈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生 枉费我对你那么好 我还要跟你做朋友 我爸妈要知道 我跟你这么没教养的女生做朋友 他们肯定会骂我真是回了头了 我听她喊完之后想了想 没什么特殊反应 我又继续跟那个同宿舍的女生聊天 那个怨腾是闷骚型 你喜不喜欢闷骚型 她小时候生下来是单眼皮 不过现在便霜了 如果一开始是无意识的 现在我绝对是故意的 安雅南一下子暴怒了 冲过来抬手 想要伤我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我可没有挨耳光的习惯 再说了我这么没教养的女生 真动手也是你吃亏 你想好了再动手 不管怎么说 我要谢谢你跟我做朋友 可真是难为你了 我还得劝一句 别觉得自己什么都有 就应该什么都有 我有一两样你没有的 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安雅南收拾了她的书包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我要去自习室 以后你别跟我说话 最好这辈子都别跟我说话 安雅南背着书包 往宿舍门口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说 好啊 不说就不说呗 她突然转头看着我 谢盈 你信不信你们俩迟早得分手 男人不可能傻一辈子 你不敢你这脾气 有你哭的时候 有本事你就跟我赌一把 我不和你赌这种东西 谁和谁不是要分的 我死了就和她分了 你赢了 行了吧 安雅南没再理我 摔了宿舍的门出去了 很重的杂门声 把我从睡梦中吵醒 我睁开眼 发现天已经大亮 想看时间 手机被我摔坏了 杂门的声音越来越大 然后是人呼喊的声音 卸影 开门 是顾鸣 我没动 精神疲惫 身体疲惫 没想好自己要表现为何种态度 没想好之前 我想装成家里没人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 顾鸣又喊了一声 我继续装不在 过了一会儿 门外安静了 我想 她大概相信我不在家了吧 我想 自己应该沉淀一下 我要如何面对她 脑子里还在混乱地思考着 听着门外有两个人的对话声 然后我听见门锁 像是被什么东西扣动着 我蹭地跳了起来 走到门口 猛地把门拉开了 门外的两个人 都被门突然打开吓了一跳 顾鸣站在门外 显得很疲倦 看着我开门了 挤出一点笑容来 你电话 怎么一直不在服务区啊 摔坏了 我指了下身后地板上的碎片 顾鸣从兜里掏出手机来 把手机卡抠下来 把手机递给我 先用这个吧 回头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我没看她的手机 眼睛正怒视着 她旁边站的年轻男孩 她手里握着两个尖头铁丝 被我盯着直往后退 我用手指了指她 你是干嘛的 男孩转头看着顾鸣 像是求救的口气 大哥 你说你没带钥匙 家里没人啊才帮你的 可你这家里有人啊 顾鸣掏出钱包 拿了一千块钱出来递给男孩 没你事了 你先走吧 男孩转身想走 我蹭个一下窜了出去 一把抓住了男孩的手腕 光天化日之下 溜门撬锁 你胆不小啊你 跟我去派出所 男孩又转头看着顾鸣 大哥 你看咋弄啊 俺说不干了 你非叫俺干 这被发现了 Chapter 23急诊 大嫂 真的 你问大哥 他不叫俺帮他开这个门 俺哪敢开啊 俺咋成了溜门撬锁 俺是助人为乐 哪儿冒出来的大嫂 别没事瞎套近乎 我跟你没那么说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不走正道 偏往邪道上管 谁告你你这是助人为乐 大哥跟俺说俺是助人为乐 他还告诉拐卖妇女的 是搭却桥呢 这社会上 什么坏人没有啊 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自己分不清好话呀 你根本就没认识到 你的错误有多严重 你的整个人生都走偏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很有可能 就要面对铁窗生涯了 还在这找借口 大哥 小伙子又转头看着顾鸣 你说俺帮你开锁 你给我一千块钱 那你也没跟俺说 要面对铁窗生涯啊 顾鸣拉了我胳膊一下 让他走吧 是我让他帮我开的 我喊你 你一直不开门 我怕你出什么事 我自己心里也知道 这么死命地拉着这个小伙子 不让他走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看着小伙子 仍然一脸的严肃表情 我跟你说啊 下不为例啊 你下次再捅别人家的门 被带到 可不一定碰到我这么好说话的了 明白吗 小伙子蒙点头 我刚要松手 突然又抓紧 还有评判一个人的好坏 不要只看着人穿得好坏 有些人穿得人母狗样 看着像是很有钱的样子 他撬人家所未必就不是偷东西 知道吧 小伙子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顾鸣 然后又继续朝我门点头 知道了 我松开了手 小伙子飞快地跑走了 我转头微笑着看了顾鸣一眼 我不是说你啊 我主要是为了帮助年轻人 你别往心里去 顾鸣点头 我知道 我转身走进门里看着他 你看我好好的 也没什么事 还要进来吗 我随口问了个问题 也没等他回答 就要把门关上 侧身让他进来了 我把门关上 面朝门站了好久 稳定了下自己的情绪 换了笑容的脸看着他 不是说要去四五天吗 生意上的事这么快就解决了 嗯 提前走了几天 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杯水去吧 饿了吧 我这儿有方便面 还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呢 你吃不吃 我给你煮一包 我站起身想往厨房走 顾鸣拉住了我的胳膊 坐下来说两句话 一会儿就好 边吃边聊 顾鸣拽着我手腕的力量加大了 我都隐约感觉到了疼痛 算我 求你好不好 求 这个字 我第一次从顾鸣嘴里听见 就像他从来不说我错了 从来不说请原谅一样 他不说的字 我也从来不说 他现在说了 我大概能体会 他希望我坐下来 安静听他说话的心情 我反转了手腕 把手挣脱出来 努力做了个深呼吸 坐回到顾鸣对面的沙发里 低着头 双眼看着茶几上的某一处 放弃了想要逃避这个话题的努力 屋子里很安静 顾鸣呼吸的声音很沉 我接到院腾的电话了 顾鸣说完这句话 像是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还是坐在那 眼睛盯着茶几的某一处 我想我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在发呆 其实我的内心一直在翻涌 我有点害怕 怕自己控制不好情绪而失控 所以我尽力不去看他 这个是从你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要怎么跟你说 我想了好久 可是我怎么也张不开嘴 我听见他长长的出了口气 我结婚了 呵 安雅南 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闭了眼睛 牙齿紧咬了嘴唇内侧 心里揪痛了一下 我蒙喘了口气 然后又把眼睛睁开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 听着顾鸣亲口告诉我这件事 一切真的是还好 我想我能控制好我自己 所有的一切 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难 我缓慢地抬了眼皮 什么时候 你走之后 半年 嘴里有股血腥的味道 我想我可能 把自己的嘴给咬破了 突然间 我的胃又开始疼了 犯着恶心 有点想吐 我看着顾鸣脸上带着微笑 努力用着轻松的语调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那女孩人不错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还老吃人家的东西呢 小康之家 知书达理 长得也挺漂亮的 关键是他喜欢你 还是特别喜欢的那种 顾鸣我有时候 觉得你挺傻 可有时候 你还真挺机灵的 我要是男的 我也得急着娶她 这么好的女孩 我也特别怕她跑了 她 怀孕了 胃里突然一紧 一股酸水 翻涌进口腔 我捂着嘴直 冲进了洗手间 顾鸣吓了一跳 她站起来想要跟着我 我慌忙 把洗手间的门关上锁了起来 顾鸣在外面一直敲 谢影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觉得胃好疼 有灼烧的感觉 也许不是胃 是心里有灼烧的感觉吧 我趴在马桶上一直吐 其实没什么东西可吐 马桶里的水 却泛着圈圈的波纹 我这才意识到 我又哭了 眼泪直接止不住 捂着嘴 怕自己忍不住嚎啕出声 干脆把水龙头打开 踏踏实实地坐在浴室地上哭起来 顾鸣听见洗手间水龙头的声音 就不再敲门了 我偶尔侧头 洗手间的花纹玻璃 还有她的身影 我知道她就站在门外 只盼着她赶紧离开 我觉得好难受 浑身上下疼痛 心里的感觉很不好 我挣扎着坐起来 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 眼泪终于止住了 用冰冷的水洗着面颊 内心是不希望被看出我曾经哭过 其实我明明知道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想我又能控制好自己了 开了洗手间的门走了出来 顾鸣就站在门口 她看着我 表情里都是担心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我摇头 然后四处找我的大衣 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最近两天老想吐 也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 你看你刚说怀孕的事 我这就有反应了 安东尼一直想要孩子 她可喜欢小孩了 她一直跟我说 我们要生很多孩子 然后看着他们在家里跑来跑去的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 我离开法国也一个月了 我不招呼你了 我去医院检查检查 万一要真是 我自己可以 我送你 我说了不用 我的声音开始控制不住的变大 顾鸣不松手 只是看着我 我瞪了她一会儿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我去看妇产科 你一个男的也帮不上什么忙 万一我真怀孕了 别人该以为你是孩子她罢了 多不好啊 我不在乎 顾鸣的表情很严肃 手始终抓着不肯松开 我像是突然暴露一般 猛地大力推了她 可是我在乎 我甩开她朝门口走 转身指着她 我警告你 你别跟过来 你过来我跟你玩命 说完 我就摔了屋门跑了出去 我打车去了医院 亮呛着一路撞进了外科急诊室 急诊室门口坐了很多人 有人还在门口向里张望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挤开了等待看诊的患者 一屁股坐在诊疗椅上 医生像是 正在给一个患者看脚 我一坐进去 四处看了看 就开始喊人 人呢 来个人啊 要死人了 正在给病人处理脚的医生 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是干嘛的呀 看不见这排队呢 我是急诊 这儿全都是急诊 医生说完话 门口的人也跟着搭起枪来 我们这等半天了 你倒挺会 挤进去就得先给你看啊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 你们跟我计较什么 来这儿的人都说 自己要死了 坐在诊疗床上 正被医生处理脚的患者 也开始说话 我站起来 快步奔了过去 我看看 你怎么了 你怎么就快死了 那患者的大拇指 肿得很高 看着像是有一个浓炮 你这脚怎么了 甲勾炎 我现在高烧三十九摄氏度 我也是排队进来的 那你死得可真不值 你要勤洗脚 多捡捡脚指甲 你能得甲勾炎吗 你死于这么个病 你冤不冤啊 我都替你冤 你有病吧 我是有病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八年前得了胃癌 切了二分之一的胃 五年前又发现了结肠种物 切了结肠 你知道 结肠切下来 能装满满一大盆吗 我化疗掉成的秃子 别人都不敢让我重度感染 你知道我住过多少次 ICU 我最瘦的时候 只有五十斤 你跟我比吗 一屁股又做回诊疗矣 趴在医生的办公桌上 谁也不看了 我觉得我此刻就像是 唐博胡点秋香 那部电影里 卖身葬全家的角色 在这大喊着 谁能比我惨 最好在一棒子敲在头上 一命呜呼了事 身后有许多怜悯的目光 我猜他们都相信我说的话 不然谁会为了加个 塞这么狠的咒自己 我想 反正是一些不相干的人 怎么看 我都无所谓了 我趴在桌子上 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二十岁的时候 也能吃两碗饭 食堂买排骨 自己舍不得吃 我怕他吃不饱 非说自己吃饱了 要不就说要减肥 早知道有一天 我能收到五十斤去 我减什么肥啊 真不值 医生敲了敲桌子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 干嘛 你到底看不看病 看啊 看病去四楼肿瘤门诊看去 别以为在这哼哼唧唧的说 自己这儿疼那儿 疼我就能给你开肚冷丁 我只起身来瞪着他 我像个瘾君子 医生没否定也没肯定 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去不去啊 我刚才给四楼门诊打电话了 给你加来的号 我都没说我叫什么 你去吧 他们能认出你来 你比别的病人看着都不正常 我们急诊这儿特忙 没工夫接待像你这样的患者 我站起身来 看着急诊医生说了声谢谢 转身出去了 Chapter 24 顿悟 四楼的患者很多 有点像菜市场 嘻嘻嚷嚷的 四处看了看 一个座位也没有 身体还是很累 贴着诊室外面的墙坐在地上 内心刚刚被怒意点燃的亢奋情绪 稍微平缓了一些 转头看着 墙角有块污渍 像是贴过小广告 没被清理干净 我坐在那儿 开始用手扣那些没清掉的残留贴纸 扣了两下 露出后面白色的墙壁来 一时像是有了某种成就感 我开始很专注地干这件事情 姑娘 姑娘 有个声音在一直喊 我起初并不认为 那是在喊我 所以我仍在努力干我的事情 哎 我叫你呢 声音又大了些 我抬起头寻生看去 坐在对面后针椅上的大妈 正在看着我 她拿手指了指身旁的座位 这有个座 你过来坐呀 我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 又来了一个患者 把那个座位给占了 你看刚才 这座一直空着 没事 我有地方坐 哪有座地上的 多凉啊 我没继续跟她搭话 又开始努力清除那墙上的污渍 你老抠那墙干什么呀 这贴了块脏东西 我想把它抠掉 你做糕点 不就看不见它了吗 我抬头看着大妈 可是这东西就贴在这儿啊 看不见 它就不在了呗 您这是违心主义 不科学 什么主意我可不懂 我就是看着你 坐地上 飞跟那半块交不较近 觉得挺别扭的 以我的经验之谈啊 你那么使劲抠墙皮 回头让你抠掉了 看着更难看 这东西得放点水 慢慢捂着它 时间长了 没准自己就掉了 再说了 就算掉了 估计也有色差 不过谁有功夫干这事啊 咱们都是来看病的 让他们保洁员干还差不多 我坐在地上 不再扣那块墙壁了 眼神直愣愣地看着大妈 心里觉得这像是一个哲学对话 仿佛在迷茫的大海中 看到了灯塔 大妈 您真有深度 您是大学的哲学老师吧 不是 我退休前是皇位工人 管中关村那一带 那街面上铺天盖地的小广告 我天天不干别的 就拿个铲子清 这些东西了 现在我在走那儿 看见也都没看见似的 不是我自夸啊 这后来干活的人真不行 不过这活我真是干够了 我退休了 该让别人来清了 反正我问心无愧 我在岗的时候 都是干干净净的 我又开始想自己的事情 表情陷入呆滞的状态里 姑娘 姑娘 想什么呢 哦 在想干您这行的 还真出了不少哲学家 谁啊 说两个我看看认不认识 就那个 那个天龙八部李娜扫地僧 大妈的表情 陷入一种茫然状态里 我看着她的脸摆了摆手 我一时脑空白没想出来 等我想出来 我再告诉您 哲学家叫什么呀 我们正说着话 诊室里的护士 站在大厅里还试了一下 突然走出来指了指我 你是不是就是 从急诊转上来的那个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朝我招了招手 进来吧 果然挺好认的 我跟医生大概说了我的情况 她对我开了一堆夹急的检查 我检查完了 回到她的办公室 看着她盯着我的报告 眉头皱得很深 她一边翻 一边发出责的声音 这表情 让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恶心地感觉再次袭来 我捂着嘴 差点怕自己吐出来 你 责 唉 医生轻叹了口气 我看着她挠了挠下巴 没事 你有话直说 我心里有数 你要是需要我捐眼角膜 我愿意 我长这么大 也没为祖国做过什么贡献 捐眼角膜那是不归我管 你回头自己联系去吧 医生把报告扔在桌子上看着我 你到底感觉是哪不好 疼 恶心 哪疼 浑身上下哪都疼 你要这么说我真没法给你看了 总有个特别疼的地方吧 胃疼 反酸恶心 你这未经报告上 也没写你胃有事啊 是写了你切了一半尾 问题你现在这位黏膜好好的 连个溃疡都没有 你中午吃的什么啊 没吃 早上呢 也没吃 睡醒都中午了 则 医生又开始显出不耐烦的表情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啊 没 吃 你就直接说 你最近的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 昨天早上 吃完了 然后就给吐了 你这不是拿自己开玩笑吗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是正常人啊 我是正常人 我中午吃四两饭 现在饿得胃还疼呢 这刚下午三点 你是什么意思 不想活了是吧 奠计捐眼角膜为国家做贡献 我特别讨厌你们这种病人 都癌症了 恶劣的生活习惯仍然不改 要是这样 你还治什么呀 一开始就把眼角膜捐了 还省事了呢 医生在病例本上写了几笔递给了我 自己想活的时候才能活 自己不想活了 死得快着呢 回去先吃点饭 再疼的话再来 我拿着病例本 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大妈看见我出来了 脸上露出点笑来 姑娘你 也是来看 那个肿瘤门诊的呀 嗯 是 你 哪儿不舒服啊 胃癌 胃癌好 胃癌挺好的 治愈率高 人都说胃癌挺好的 啥时候发现的 八年前 八年 你抗癌八年了 那你成功了 你康复了 后来又发现结肠种物了 啊 大妈表情有点吃惊 随即又缓和了 那也挺好的 人都说结肠用处不大 吸收都靠小肠 那你今天是来复查的 胃疼 医生说啥了 说我是饿的 饿的 你咋把自己饿得胃疼了 你这样可不好 咱们这样的人得比别人多注意身体 可是 您刚刚说我康复了 你这丫头可真爱钻牛角尖 我以前的时候 以前就别说了 谁以前都是好好的 大妈打断了 我要说的话 想起以前觉得真幸福 什么事都觉得幸福 别老想以前的幸福 想想现在的幸福 我觉得我就挺幸运 我是肾癌 刚好人有两个肾 切了一个我还有一个 我化疗恢复的挺好 我现在觉得 我能活着就挺幸福 下个月我就七十了 要是再活五年 我觉得我都赚到了 那以前的都不要了 要啊 收在心里 想幸福的时候就翻出来想一想 然后再藏好 过好现在的日子 毕竟我们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很多事肯定是要变的 医生跟我说 你以为你是正常人啊 医生总是把最糟的情况跟你说 吓唬你 他这么说也对 这叫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要用健康人的心态生活 但是在生活上 一定得把自己当成一个患者 至少是刚刚病育的患者 大妈 您真是个哲学家 什么哲学家 我就是个环卫工人 你肯定是第一次来这看病 你要常来这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去接孙子了 我早就看完病了 我就是等他幼儿园下课时间呢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也许是我要求太多了 也许像我刚回来时的心态那样 没希望过什么 自然也就不会失望什么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暗了 我慢腾腾地上了楼 拿着要是刚要开门 你回来了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哆嗦 转身看见顾明坐在二楼 通往三楼 我们常坐的那层台阶上 你还在啊 顾明站在我身后 听见他长出了口气 医生怎么说 看不出来 哦 这样啊 那下次我陪你去 我仍然背着身背看他 顾明你回家吧 我很累 我想休息 好 那我明天来找你 你找我干嘛 不知道 看你想干嘛 我什么也不想干 就想自己待着 那我就坐在楼梯那 你想见我的时候 叫我 我说你公司是不是特闲啊 你在那斯达克上市没有 没有 没有你还不给整上市了 你在我们家门口坐着干嘛 你说你一男的 怎么这么没上进心啊 我特别烦你这种没上进心的男的 顾明突然从身后抱住了我 能别烦我吗 以前我们吵得再凶 你从来都没说过烦我 顾明 那是以前了 现在我们都变了 你没变过 我知道你没变 我伪装的好罢了 不管怎么说 反正你是变了 以前你可不这么年年糊糊的 以前我要是说我烦你了 你肯定说我还烦你呢 然后就头都不回地走了 以前我真的没说过我烦你吗 应该说过吧 你那时候那么烦人 说到这儿 自己先忍不住哥哥笑起来 谢盈 你是我认识的女孩里 最漂亮的一个 得了吧 别说这些好听的谎话 逗人开心了 是真的 你自己不这么认为罢了 我一次见你 那个周末 你妈妈领着你到你姥姥家 我像每个周末一样 趴在窗户上 想看看 我爸有没有可能回来 你梳着两个小辫子 穿着一条红裙子 上面有白色的小花 你一走进院子 我就忍不住一直看你 我当时 就想你可真好看 我看着你妈妈 把你领进这个楼 我高兴极了 开了门缝想听听你要去谁家 后来才知道 你是去二楼里奶奶家家的 我趴在三楼的栏杆上想 要是你能出来就好了 结果你就真的出来了 我想叫你 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 当时着急 脑子一热 就把一缸子养鱼的水 都浇到你头上了 结果你跑上来 回敬了我头上一鱼缸的水 我当时心里想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顾明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 他放开了手 可是仍然站在我身后 声音有点颤抖 第一个说 这个话的 不是我 是丁磊 我们撒在学校门口的花坛那等你 看着那些来来回回的女生 丁磊突然问我们俩 你们觉不觉得谢宇那丫头 长得真不赖 当时怨腾特激动 他说我觉得 小影是学校里 长得最好看的女生 我当时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我一直以为 只有我自己这么觉得 可那时候我还想不明白 我当时就想 可千万不能让你知道这事 要不你得得意成什么样了 丁磊说 要是以后你脾气 能变好点就好了 他一定想办法把你娶回家 怨腾说 你脾气不好 他也想娶你 他说人几年 等你老了 就发不动脾气了 我没觉得 你脾气不好是缺点 因为我脾气也不好 你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被转过身去 特大声地嘲笑他们俩 我说 谢宇那丫头 脾气要是能变好 母猪都能上树了 偏巧就这么倒霉 你出来刚好听见我喊这句 然后你就罩着我后背来了一拳 我当时不转身 我都知道是你打的 你下手老是那么狠 其实学校好多男生喜欢你 我总是跟人说 你是我妹 有些人就以为 咱俩真的有亲戚关系 有的人托我跟你说 我就跟他们说 你一天照三顿饭地打人 要是受得了 我就帮你 有的人就被我吓回去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 第一个跑去 跟你表白是胖黄 你一出校门 他就拦着你 结结巴巴地说喜欢你 他说他肉多 你一天照三顿饭地打他 他受得了 我们三个站在不远处听见 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你以为他是拿你寻开心 然后你就真打他了 你一边打他一边喊 我还给你加餐呢 顾鸣 别说了 我带了点央求的口气 又把钥匙掏出来 楼道里更黑了 我哆哆嗦嗦地都分不清是哪把 钥匙哗啦 一声掉在地上 我蹲下去四处摸索着 顾鸣也跟着我蹲了下来 我明明白白地知道 我喜欢 是你骗我说你要去美国找你罢了 那天晚上 我一宿都没睡 一想起来以后都见不到你了 我哭了一晚上 我有时候想我爸不回来可真好啊 这样我们两个就一样 你有什么心理事都愿意跟我说 我也愿意听 你说的那些事 好多就是我心里的那些事 那时候我想我真幸运 那天我在你们家门口转悠 我是想让你别走 可是我知道我就算说了也是白说 我就希望你能记得我 后来你说 让我好好学习 你说我学习好了 你就能留下来 我当时 想要是你能留下来 好好学习算什么呀 我终于摸到了那串钥匙 捡起来努力辨别着 哪把才是家门钥匙 顾鸣突然把我安静他的怀里 你18岁生日那天 我本来想着跟你表白的 我带你 去学校后面的小吃街 请你吃羊肉串 结果你这丫头没五分钟 就把羊肉串给吃完了 然后你瞪着大眼睛看我 问我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我脑子乱哄哄的 语续都没组织好 我当时 想我要多带点钱就好了 然后多买几串 你再多吃两分钟 是不是我就能想清楚 要怎么说了 后来我就跟你说 明年我多请你吃两个鸡翅 你眼睛瞪得更大了 看着我问明年 我还特肯定地朝你点头 你说那好吧 那就明年吧 那我回去了 现在想起来 怨疼那小子比我胆大多了 怎么说也得感谢他 没他没准 我还真得等到下一年呢 我一见到你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想的也多 我想 咱们这么多年好朋友了 要是我跟你说了 结果你不喜欢我 那是不是 你都不会跟我做朋友了 我想你长那么好看的一个女孩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妈妈身体也不好 家里负担也重 我心里总觉得 我配不上你 我怕你跟我受苦 可我也不想让你跟别人好 你抱着那一大捧花站在楼下 我当时真是气疯了 气自己气愿疼气你 在宿舍里摔东摔西的 谁跟我说话 我就骂谁 我还把射尖张阿姨给骂了 那天天挺闷的 我光着膀子 坐在宿舍里 还在想你的事 他一推门就进来了 进来就开始批评 我们宿舍乱 我特生气地跟他说 你怎么那么为老不尊啊 知不知道进门得先敲门啊 我都没穿衣服 我自己就跟找到宣泄口似的 在宿舍里大喊 现在的女的 老的为老不尊 小的随随便便 什么叫 你喜不喜欢我 你要不喜欢 我可跟他好了 当时张阿姨站在边上呵呵笑 他说 你说谢尹啊 我还特横说管你屁事 张阿姨说 这不是他变相跟你表白的吗 你听不出来啊 傻呀 非得让女孩追着你 你才高兴是吧 你不是大老爷们吗 我听他说完 抓起我的T恤就冲出去了 我靠在他胸前 听他讲我们的故事 心里觉得他讲得很美 仿佛跟着他又回到了从前 想不到那个时候 我们内心里装的小世界都一样 他怕我不喜欢他 我怕他不喜欢我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 看待那份感情 突然我的胃一阵纠痛 我又差点吐了出来 这阵疼痛 好像是电影散场的铃声 提示我该离场了 我推开了他 我要累死了 我得回家了 我迅速找到了那把钥匙 把门打开 进门转身 要关门 顾明伸手把在门口 那么多疯疯欲欲 我们都扛过来了 你给我这一次机会行不行 我只要这一次 顾明 我两天没吃饭了 你再不松手我会死的 你不会想看着我饿死吧 我说完这句话 顾明立刻把手松开了 我顺利地把门关上了 顾明在门外轻敲门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 不用了 顾明 谢谢你讲了个动听的故事 我会把它藏在心里的 还有我已经三十岁了 已经不是你眼里 那个漂亮的女孩了 不过还是 谢谢你让我知道 我也曾经漂亮过 我想那个大妈说的是对的 美好的东西 应该留在心里珍藏 想幸福的时候 翻出来看一看 就特别幸福 而且那些藏起来的东西 总是那么美 第二天 我起得很早 晚上喝了粥 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一下觉得舒服多了 我想 这和我端正的心态有关 我想要的不那么多 心里的痛苦就少一分 我想 不管怎么说 我必须面对的事实 是我始终曾是个癌症患者 大妈切了一个 身为自己预估五年算购本 我切了半个为家一段结长 不知道要为自己 定个什么目标 才算现实 我去了派出所申报了户口 他们的办事效率 一点都不像我描述的那样 他们告诉我 下星期就可以去领户口 我算了下申领护照的时间 然后去电信城 买了个廉价的手机 我想 大概把我回法国的时间 通知母亲一下 回到家 刚把卡按上 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你这两天 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啊 急死我了 手机摔坏了 我没事 好好的 你上回不是跟我说回中国的事吗 不 又改了 我决定回法国去了 可是我都已经到了 什么意思 我到中国了 飞机刚降落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说一声啊 想说啊 你关机啊 这刚几天啊 我只说了打算 你倒好 飞过来了 那个 那个 还有件事得说 什么 安东你也跟来了 乱不乱啊 你把他弄来干嘛啊 他比我准备的还早 签证早弄好了 我跟他说 我要回中国一趟 他立刻说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是不是得来机场 接我们一趟啊 行 知道了 我收拾了包冲出了门 刚走出大门 跟院藤撞了个满怀 他一把拉住了我 你干嘛去 出去一趟 去哪啊 机场 机场 那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去 我甩了院藤的胳膊 跑到大街上 打了车直奔机场 我想 还是别用他送我了 这家伙嘴跟大喇叭一样 我现在觉得 事情乱七八糟的 我就别再给自己添乱了 国际出战口 我向你展望着 等待着母亲 和安东尼的出现 等人啊 熟悉的声音 呼呼悠悠的飘过来 我侧头 顾明站在我旁边 双手插在裤兜里 眼睛也在向你张望 你怎么在这儿 接人 你不是大老板吗 还用得着你亲自接人啊 谁说我是大老板啊 我都没上那斯达克 我就是一个 没上进行的小本生意人 寻找着母亲 和安东尼的身影 没一会儿 看见两人 推着辆行李车走了出来 我高兴地朝他们招了招手 母亲也看见了我 向我挥了挥手 安东尼看见我之后 表情变得异常兴奋 她扔掉了行李车 朝我狂奔过来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 安东尼到了这把年纪 伸手还如此敏捷 她居然从出闸口的护栏上 翻了过来 一把把我拽进怀中 然后将我后仰放倒 来了一个法式长吻 事实上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接吻 以前我总是让她轻面颊 或者轻着嘴唇 这吻可真是突然 我瞪着眼睛看着她 重心失衡 眼珠子四处转着 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 安东尼把我拉了起来 把我的头按在她的肩膀上 嘴上说 亲爱的 我太想你了 我看着站在她背后的母亲 做着各种表情 小声地谴责着她 这怎么回事啊 你没跟她说这儿的规矩 母亲的表情也很吃惊 她摊着手 一脸无奈 顾明凑过来 看着 还在拥抱着我们俩 你这法国老未婚夫 还挺热情的 还翻栏杆 她不怕把腰闪了呀 你得跟她说说 别让她这么随便 这是中国 她要老这样 保不齐出门 就得把她当流氓给抓了 Chapter 25 设宴 我和安东尼的 这个拥抱 是被顾明拿手掰开的 说实话 我从心眼里感谢她 我觉得 安东尼要是再不放手 我可能会被她勒背过气去 她一松开手 我的一口气 总算倒上来了 我拿手拍了拍胸口 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顾明用法语 向安东尼做了自我介绍 我忽然意识到 顾明也是懂法语的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 又开始跳跃起来 意识觉得 情况可能又有点复杂 要是她不懂法语 很多事萌萌翩翩的 也就过去了 现在多一个人懂法语 想骗人的机会都渺茫了 安东尼看着顾明愣了一会儿 然后哇哦地发出了一声感叹词 她脸上难言喜悦 转头看着我 拿手指了指顾明 然后继续哇哦着 我应付得几出点笑来 安东尼转过身去 紧紧地拥抱了顾明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兄弟一般 在她的左右面颊上搁亲了一下 安东尼如此难以抑制地亢奋情绪 很快又让我们这几个人 成了四周的焦点 我靠过去催促安东尼 希望赶快离开这里 安东尼开心地去推她的行李车 我看着顾明 表情略带尴尬 顾明的脸很黑 从安东尼一出现 她脸就黑 此刻黑得跟心扑的柏油露似的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伸着拇指在脸上蹭了一下 我看着她的胸口很大的起伏 像是做了个深呼吸 没说任何话 转身去跟我母亲打招呼 安东尼一手推着行李车 一手揽着我的肩膀 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说她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 说她对我是如何的思念 我看着行李车上放了三个大箱子 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 哦 亲爱的 你那天打电话 不是说我们也许不回法国了吗 我没马上告诉安东尼 我的最新决定 不太想这么直白地让顾明知道 不然我可能办一百本护照 也一样走不了 你不会把餐厅的工作辞了吧 我去跟老板辞职了 不过他跟我说 我已经为餐厅工作快二十年了 他希望我不要这么决心辞掉工作 他给了我三个月的代薪假期 他说 如果我三个月之后仍然决定不干了 可以再通知他 我想想 有三个月的代薪假期 总是件好事 我们推着行李 走出了街机大厅 刚一出门 一阵寒风卷了过来 我紧了紧大衣 旁边的安东尼却张开双臂 抬头望天 高声喊了一句 谁都听不懂的 又再次将周围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他喊什么呢 我低声地询问母亲 觉得安东尼的形势 实在让人难以预料 我爱你中国 我想了一下 他的发音大概是这个 谁教他的 他在飞机上 让我教他的 他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在飞机上 给他吃什么了 母亲也满脸惆怅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 他趴在窗户上呜呜地哭 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开法国 还是去那么远的地方 他心里又激动又害怕 他怕中国人对他不好 我跟他说 你对他们好 他们就会对你好的 然后我就在飞机上 教了他几句中国话 以为他到中国能安静点呢 结果一下飞机 他更亢奋了 我想 也许我对安东尼的了解 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只是认识 并交流了两个多月 他向我求婚 我就答应了他 然后我们又通了一个月的电话 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是在聊法国历史 他在那说 我哼哼哈哈地随声附和 骨子里有着浪漫主义情怀 多愁善感 且没见过什么世面 大半辈子 都窝在巴黎一地的法国老男人 他的浪漫主义情怀 让他为了一个认识 三个多月的女人 放弃了工作二十年的餐厅 追随而来 他的多愁善感 让他在喊完那句 我爱你中国的之后 自己先热泪盈眶 当然也有 可能是因为他喊了半天 没人知道他在喊什么 他的没见过什么世面 是看着顾名司机开过来的 那辆豪车之后 嘴里又开始不停地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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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特别想拿胶布 把他的嘴贴上 在他喊到第五声哇哦的时候 我突然大喊 行了 别喊了 我略带怒意的声音有些突然 把安东尼吓了一哆嗦 他有点吃惊地看着我 有点懊恼 几个月里 我在安东尼面前 都装得像为温柔 典雅的东方女性 他刚到中国半小时 我就差点圆形毕露了 余光扫见顾名脸上隐藏着笑意 心里一下就更觉得 窝火了 安东尼一上车 就趴在玻璃上向外看 看到他觉得新奇的东西 就只给我看 我也配合着他 挤出点新奇的表情来 他当了一会儿好奇宝宝之后 转头问我 宝贝 你现在带我去哪 我带他去哪 我要带他去哪 我应该带他去哪 这问题我还没想 我接到电话 就冲到机场来了 后续问题 我还一概没思考过 去酒店 我已经替你 订好房间了 顾名在一旁接了话 安东尼听了他的安排之后 突然撅着嘴像是 撒娇式的靠过来 他揽着我的肩膀 在我面颊上亲了一下 宝贝 我不想去饭店住 我想去你家住 我想看看我的宝贝长大的家 凭着安东尼如此说话 我觉得后背 从尾椎骨往上冒凉气 顾名坐在一旁拿出支烟来 钢叼在嘴上 突然又一把拽了下来 传成了一团 打开窗户扔出去了 他侧头看着窗外 呼吸变得越来越沉 我家的房子很小 只够我和我母亲两个人住的 而且 那个地方环境也不是太好 没什么可看的 我觉得 你还是住酒店要好一些 你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 需要好好休息 安东尼的表情更失望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住在一起了 不要这样 我从法国飞过来 就是不想和你分开了 我永远都不想和你再分开了 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去住外面 你在法国的时候 不是答应过我说 这辈子都要和我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了吗 我们已经分开一个月了 不能再分开了 闭嘴巴你 顾名在一旁喊了出来 我想 他还有些克制 是因为他这句话喊的是中文 他转头看着我 脸上全是怒意 我说你能不能劝劝这位大爷 他多大岁数了 他是不是以为他还小啊 坐在那儿哼哼唧唧 这什么毛病 法国贵族就都这样 永远 永远 你都没跟他说过 你也跟我说过永远啊 结果呢 顾名又继续侧头看着窗外了 我被他问得接不上话 坐在那儿沉默着 安东尼虽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但是也看得出顾名在生气 他用很小的声音问我 顾先生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礼貌的话 跟你没关系 我解了点笑容给安东尼 希望别吓到他 安东尼又看了看母亲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母亲转头看我 你们两个不要总是吵 有话得好好说 哎 算了 我不懂你们 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你们 谢尹很早就请顾先生 帮你订房间了 结果你现在又说不去了 他现在有些失落而已 其实他很想进行招待你的 母亲编了个理由 用很别角的法文 为安东尼解释着 安东尼一下变得很恐慌 像是自己真的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一直在给顾名道歉 解释他并不知道 我想 安东尼的心里一定很恐惧 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刚一下飞机 我跟顾名在这轮流发脾气 我拉了他的手 很小声地安慰他 没关系的 顾先生不是个爱记叫的人 顾名的情绪似乎也缓和了 他露出些微笑来 今天先去酒店住吧 晚上安排了接风宴 离酒店也不远 我叫了谢尹在中国的几个朋友 咱们一起吃个饭 表示 一下我们对你的欢迎 顾名把安东尼送到了酒店 接着他又送我和母亲回家 阿姨 你回家先好好睡一觉 晚上我派车来接你们 母亲笑着说好 我刚才不该发脾气 顾名的声音很柔和 我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话 我没回话 侧头看着窗外 可是你不该骗他 顾名柔和的声音 又再次传了过来 我骗他什么了 我终于把目光收了回来 骗他说 你要永远跟他在一起 谁说我骗他了 我说的 你凭什么说啊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有我在 我的脸上 忍不住挂了点不屑的笑 觉得这对话真是莫名其妙 怎么听着都像是挑衅 我环抱着双臂看着他 请问你算老几啊 独子 非要论排行的话 算老大吧 跟我这扯什么大啊 唉 说着说着 就骂起来了 老妈在一旁插了话 小颖 你能不能跟顾名好好说话 哪个女孩给你是的 阿姨 我们俩这就是好好说话呢 顾名此刻笑得很开心 替我解释了一句 转头看着窗外不再挑衅了 只是笑容挂在脸上 始终不曾退去 晚上很早就有车来接我和母亲 小顾呢 母亲随口问了一句 有笔生意得处理一下 最后签字接断了 她可能要晚点来 她让我们先来招呼一下 谢英 听说还有一位你在法国的朋友 男的女的 长得漂不漂亮 丁磊好奇地向我打听着 怨腾的脸上也是探寻的表情 我一是有些泛愣 看他们俩的样子又不像是装的 原来顾名没跟他们提过安东尼这个人 男的 哦 丁磊撇了撇嘴 像是有点失望 怨腾推了他一把 干嘛呀 你惦记泡羊妞啊 说话间门被打开了 服务员带着安东尼走了进来 他一眼看见了我 本来还有些紧张的面容 立刻放松了 他走过来 在我的嘴上亲吻了一下 下午真是睡了个好觉 现在觉得精神百倍了 这个举动显得有些轻密 怨腾和丁磊本来还挂笑的脸 笑容渐渐隐去了 这位是 怨腾伸着手掌 指着安东尼 哦 我为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安东尼 我的 那个 未婚夫 两个人本要站起来 听完我的介绍之后 又都踏踏实实地坐回到位子里 丁磊指了指圆桌对面的座位 招呼着安东尼 别站着 挺大岁数的了 别再给站坏了 咱们一起喝茶等等顾总啊 安东尼转头看我 想让我为他做翻译 我很温柔地告诉他 他们请他入座 因为顾民还有些事情 稍微晚几分钟 安东尼会议地坐在桌子旁 他在桌子下面紧拉着我的手 我想 就算他再没见过世面 也能听得出别人的语气 看得明白别人的表情 我猜他又有些紧张了 来 快给大爷倒杯水 尊老敬老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愿藤还带了点善意的笑 只是说的话不是那么动听 反正安东尼也听不懂 两人说 这种怪话 明摆着都是给我听的 服务员给安东尼倒了水 愿藤坐在那 一直皱着眉头看着他 看得安东尼直发毛 他小声地问我 是不是他脸上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愿藤要一直看他 愿藤 你别那么死盯着人看 愿藤坐在那叹了口气 谢盈 哪冒出这么个人来啊 这位大爷 真的是你的未婚夫吗 丁磊坐在那朝服务员招了下手 服务员靠过来踏尔语了几句 服务员点头出去了 你要干嘛 我很谨慎地质问他 没事 国际有人提高点规格 丁磊 你别没事整幺蛾子 我幺蛾子有你多吗 丁磊的声音喊得挺大 安东尼手紧握了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我女人 我一天照三顿饭打你 就没见过你这么气人的 丁磊还没说下文 包剑的门又被打开了 顾明快步走了进来 他一进来 就朝安东尼笑了一下 一直用法文向他道歉 安东尼紧动的情绪 在看见顾明之后 终于放松了 一直在说 没关系 丁磊拉了顾明一下 这位你知道吗 知道啊 安东尼吗 不是 我是指他 哦 米其林二星餐厅的甜点师 我是说他的身份 身份 那个 路易十六时期的贵族 后来没落了 你呀有正经的 没正经的 丁磊侯侧头看着顾明 哦 你说那个 现影的未婚夫 你是要说这个吧 闹半天你呀知道 知道啊 这丫头有事从来不瞒我 她的事我都知道 顾明示意 服务员可以开始上菜了 没一会儿 服务员摆了八瓶五十六度茅台 在桌子中间 我指着那些 酒看着顾明 你这是什么意思 顾明转头看服务员 我们要这个 我要的 丁磊在一旁插了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喝呗 来中国了 能不喝酒吗 好东西 请安大爷尝一下呗 我趴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站起来怒指着他们 你们干什么呀 对我有意见是吧 好啊 终于三人穿一条裤子了 别别别 小颖别激动 你一激动 你看看 你说这话多难听啊 院藤在一旁尽量安抚着 你们有意见冲我来 和其火来欺负一老头 算什么本事 我突然意识到 把自己未婚夫称为老头 实在有些不合适 我盯着丁磊大声地喊道 你想动我男人 就先踩死我 我喊完之后 包间内瞬间安静了 母亲在一边拉着我的手 安东尼拉着我另一边 嘴里不停地问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服务员 开酒 顾明的声音 很平静地传了出来 他的表情也显得很 顾先生 要开几瓶 全开 顾明要求换了大玻璃杯 在桌的男士每人都倒满 我拉着安东尼想要离开 顾明举着杯子 看着安东尼 中国的待客知道 朋友来了有好酒 是真心交朋友的 都会坐下来喝上几杯 欢迎你到中国来 顾明说完话 自己先把那杯酒喝了 样子就像再喝一杯白开水一样 怨藤伸手想拦他 但是没拦住 你压悠着点啊 别废话了 丁雷捅了怨藤一下 两人也端起杯子 把酒都喝了 安东尼皱着眉头 举着杯子 一点点丢往嘴里抿 我看着他的表情实在痛苦 我伸手去拿他的杯子 不想让他那么勉强 16岁的时候 那天早上 我妈晕倒在洗手间里 我发现的时候 他都已经晕了半小时了 我把他送到医院 医生说他是脑溢血 需要抢救 随时可能会死 我当时心里害怕极了 我想我妈要是死了 那我就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你 我想你会理解我在怕什么 在学校后面的那个小花园 我跟你说了我的恐惧 那是你第一次拥抱了我 因为我在你面前哭了 虽然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谈恋爱 可是我很早就知道 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喜欢别人了 因为老天不可能再给我安排 另一个和我这么像的女人 什么都不用说 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你当时给了我 一个承诺你还记不记得 你说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不管什么事情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 因为你永远都会在哪 你说了我就信了 我当时的心里 觉得好踏实 我们谈恋爱之后 在大学后面那条商业街摆地摊 那次是我们第一次 在新地方摆摊 我刚把摊位摆好 你说 你去买饭 我记得 好像是我们一不小心 把别人常摆的摊位占了 你回来的时候 我跟别人都快打起来了 那人还亮着刀 你当时也像刚才那样 冲过来 差点把那人推一个跟头 你说想动我男人 先捅死我 顾明的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容 他又拿起杯子 把他那杯酒喝了 其实男人挺单纯的 所以有些话 你别随便对他们说 你说了他们就信 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 不因为别的 只因为喜欢 有时候明知道那是骗人的话 也逼着自己信 就因为他愿意被自己喜欢的女人骗 所以 别老跟这位憨厚的大叔 说什么永远在一起的话 他这么单纯会全信的 Chapter 26帮忙 顾明说完这些话之后 基本上我就无话可说了 不管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我骗了安东尼 或者骗了他 总之 我是个感情的骗子 而且我专挑单纯男人下手 或者趁着男人们 还处在单纯的时候下手 不为别的 就因为好骗 自从我在医院 遇到了那位哲学大妈之后 我个人认为 我的思想境界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不再禁锢 在我狭隘的感情观里 尽可能地超脱出来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去审视关于我感情的问题 以目前形成的既定事实来说 我确实是个骗子 而顾明是对爱情不忠 玩弄女性的臭流氓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女骗子配臭流氓 细想 怎么觉得还是挺配的 也许我们的命运 总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他16岁那年 他妈妈第一次脑一血 他害怕他妈妈就那么离开他 在那个时期 那个环境下 能走进他内心世界的 大概只有他妈妈和我 而能走进我内心世界的 只有姥姥和他 那次他妈妈被抢救了过来 只是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18岁 我们准备考大学那年 我的姥姥突然去世了 也是脑一血 不同的是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顾明的恐惧 我真真实实地体会了一把 我没去跟他说 我在害怕什么 不用说他都知道 那个时候他 总是跟我说 没关系 还有我呢 顾明一直在帮我办理姥姥的身后事 姥姥的尸体 在火葬场停放了三天 等着妈妈从美国赶回来 葬礼很简单 只有我们三个 和几个老邻居 回家之后 妈妈试探性地问了我 要不要跟他去美国 说完这句话 他接着又说 国内正如火如荼地 搞着下党再就业 他这样的人 现在回来 估计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我要真跟他去美国 大学肯定是读不起的 他听姥姥说 我的学习还不错 如果留在国内 的话应该可以考个不错的大学 姥姥的存折上 还留了几万块退休金 他去美国继续打工的话 每年也可以给我几些生活费来 然后他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想 我妈一直是个特别现实的女性 她对现状分析的头头是道 不带半分感情色彩 她让我充分认识到 我要跟着她去美国 还不如自己留在中国呢 其实她想多了 那个时候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 那些天 顾明也很担心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又看见她在家门口徘徊了 我想我得打消她的顾虑 我出门倒垃圾 她一直跟着我 我说 你老在我们家门口转又干嘛 看书累了 出来随便转转 我妈明天要回美国了 是吗 是啊 她要是走了 在中国可真的 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顾明一直在看着我笑 没事 还有我呢 然后她想了一下 又紧接着说 还有院藤和丁磊 怎么能是你一个人呢 现在想想 那时候的顾明 可真单纯啊 回来之后 想事情总是会 不由自主地越想越多 等我回过位的时候 身旁的安东尼 为了真心地结交中国朋友 不知道喝了几杯酒下肚了 整个脸红红的 连鼻头都红了 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说要去洗手间 一直没回来 安东尼笑着 晃晃荡荡地站起来说 我想尿尿 顾明听见了 朝站在远处的服务员说 带她去一下洗手间 服务员扶着脚下 伴散的安东尼 往门外走 安东尼看着包间里的沙发 直冲了过去 站在沙发边上 就要解拉链 服务员一直跟她大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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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知道 这句是不行的意思 她半眯着眼睛 看着服务员问 No 服务员点头指着沙发摆手 做了睡觉的姿势 安东尼看着她的样子 一头栽倒在沙发上秒睡了 服务员转头看着我们 顾明挥了下手 别管她 让她睡吧 丁磊坐在那说话声特别大 我知道她有些醉了 我们四个人里 其实丁磊的酒量最差 可是每次都是她吵着要喝 几杯酒下肚 话就开始变多 还越说越大声 拦都拦不住 顾明的酒量很好 她是越喝多了话越少 让你分不清楚 她到底醉了没有 其实我觉得 怨疼的酒量和她不相上下 只是她属于闷骚行 别人一说让她喝她 就一直说不行 不行不行 我喝多了 最后别人都躺着她还站着 丁磊四处找服务员 非让饭店给他们炒一大盘花生米 服务员表情为难 丁磊立刻急了 嚷嚷着 你们这么高级的饭店 连花生米都不会炒啊 服务员应了她的要求 很快炒了满满一大盘 三人乐呵呵地 坐在那边吃边喝边聊 完全当我是空气一样 丁磊坐在那 兴致勃勃地回忆着 我们的中学时代 说中学的时候 有个女生胸部 发育得特别大 跑起步来一晃一晃的 那女生一跑八百米 在操场上的男生 基本就什么都不干了 全在那盯着她晃动的胸部看 丁磊说完之后 三个人都坐在那 闷闷地笑 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 还记不记得 吴三那孙子 一到夏天 就在那装劳动飙兵 一下课就拿块湿抹布 把过道蹲擦的油光赠亮的 就会靠那点反光 偷看女生内裤 后来我忘了 是谁发现她的阴谋了 结果她一擦完 好些男生都在那歪着头看 你呀最厉害 丁磊拍了拍顾名肩膀 别人都在看颜色 你恨不得扫一眼 连什么材质都能说出来 你真不愧是卖内裤出身的 真够无聊的 我从饭桌上站了起来 心想 这是个属于男性的对话 似乎我在坐在这里 有些不合时宜了 我想出去看看 我妈为什么还不回 你坐下 丁磊突然拿手指着我 就快说到你了 马上说到你 我看着丁磊 觉得她表情像认真的 又缓缓地坐了回去 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肤浅 在你们女人眼里 大多数男人都肤浅 你们最常说的那句 怎么说来着 哦对 男人没个好东西 要不然就说 男人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我请问 下半身能思考吗 下半身就没长脑细胞 怎么思考 丁磊的说话声音很大 他侧头看着院腾 寻求着共识 比喻 比喻 这是个比喻 比喻的根本就不准确吗 我忽然觉得 这对话在向两性方面发展 面前的这三位男性 是彻底站在一条线上了 还是他们从始至终 就一直就在一条线线上 顾铭坐在那儿 低垂着眼瞼 环抱着双臂不说话 院腾在一旁听着 使而搭上两句茶 谢盈 我必须得让你知道 这三个人里 我是第一个喜欢你的 丁磊拿手推了下身旁的顾铭 是不是 你承认不承认 顾铭微扬了嘴角 没有驳斥丁磊什么 丁磊又转头看院腾 我是不是第一个 对 对 对 你第一 你第一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是第一 因为我 肤浅 丁磊转过头来 继续对我说教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我好像觉得 到现在都没再见过 比你漂亮的女孩了 我自从知道 我有了性能力之后 我几乎每个春梦梦见的都是你 哎呦喂 你呀喝多了吧你 院腾伸手捂住了丁磊的嘴 丁磊一脸不高兴 推开了院腾手 我才喝多少啊 就多了 都满嘴跑火车了 还没多呢 你呀可真虚伪 你心里 想的绝不比我少 顾铭转身看着墙角 站着捂着嘴肋的服务员 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出去 服务员出去之后 他又恢复到 原来安静倾听的状态 你别在这儿胡扯了呀 一会儿顾铭跟你急 他才不会跟我急呢 我就是想想 我也没干什么 哦 我想都不能想了 再说了他跟二沙子似的 这么多年了 他知道我喜欢过他吗 他连他自己长得巨漂亮 这是他都不知道 咱仨仨跟他说 他是一丑八怪 他就以为自己 是一个丑八怪 他都不知道 女生为什么不爱理他 脾气差吧 偏长得特漂亮 那女生的心眼 都跟真一样小 以为他在那儿装呢 谁能喜欢他 丁磊一说起话来 估计谁捂他嘴都不管用 不过我看他 也不在乎 天天跟顾铭蹲路边卖裤衩 他也不嫌丢脸 别的女孩谁干这事啊 城管来了 每次跑得都劈头散发的 他急了 恨不得连城管都敢打 我当时就想 怎么就没这么个女孩喜欢我啊 不用像你这么漂亮也行 能像你这样 不论我干什么 他都愿意在一旁陪着我 我知道你不可能喜欢我 就算我肤浅 我也不是傻子 你眼睛里只装一个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 怨腾要去跟你表白的时候 我一直跟鸭说 你别去你别去 你是自取其辱 现一喜欢顾鸣 他们肯定会在一起的 他们在一起多好啊 你别去添乱 鸭飞不听飞跟我说 万一呢 万一呢 万一个屁啊万一 丁磊转头怒登怨腾 你说 你是不是自取其辱 还 还行吧 万一呢 怨腾的脸上有点尴尬 还万一呢 他只能跟他在一起 他要跟别人了 打我这就不乐意 丁磊手舞足蹈的 在那点来点去的 你们俩后来好了 我高兴 真的高兴 我看着你们俩 我就想 这世界上 一定也有一个女人 是老天专门为我安排的 只是我现在还没碰到罢了 会碰到的 肯定很快就能碰到的 结果我还没等到我那个女人 你压就卷包袱跑了 我当时心想 嘿 你这人做事可真绝了啊 你跑了顾鸣的天塌了 我对女人那点希望 也他妈让你一块卷跑了 行了 就到这儿吧 顾鸣伸手拍了拍丁磊的肩膀 干嘛就到这儿啊 我重点还没说呢 丁磊甩开了顾鸣的手 拿手指着我 我知道你耍什么小心眼 你不是就嫌弃顾鸣结过婚吗 问题 你也没多地道啊 丁磊 顾鸣的眉头深簇 声音突然提得很高 听起来像是很愤怒 我这帮你呢 你压怎么不识好歹啊 我一三十多岁的公司老总 面对着一个 我喜欢了二十几年的一女的 在这掏心掏肺 苦口婆心的 是为了劝她 和我哥们能再好 我现在说出来 都觉得自己脑袋是被驴踢了 谢盈 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 你要是为了气顾鸣 非得嫁这位法国大爷 你真还不如嫁我呢 你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你那意思我还不如他呢呗 丁磊指了指躺在沙发上 打着呼噜的安东尼 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不嫁我 你要不嫁怨腾 你嫁我们俩 谁都能把顾鸣气一干颤 不不不不 怨腾坐在一旁一直摆手 你呀不是万一吗 关键时刻怎么掉链子 不是 我听你说的 觉得特乱 干嘛非得把郭瑶睡了 我转头看着顾鸣 打断了丁磊慷慨激昂的话语 丁磊坐在那眼睛转了转 想了一会儿 他转头看着顾鸣 你呀跟那郭瑶睡过 顾鸣坐在那面无表情 嘴巴紧闭在一起 沉默了一会儿 丁磊突然朝他大喊 你呀赔我八千万 Chapter 27 1 2 为了庆祝咱们四个人在相绝 咱们一起干一杯吧 谢云你也来一杯 咱们一起 怨腾站起来 显得特正式 表情看着特喜庆 行了 顾鸣在一旁摆了下手 他喝一杯酒 唱四小时国歌 我可受不了 哦 对 怨腾像是想起了什么 有一次喝了一杯 然后唱了三小时 丢手卷 我记得丁磊后来洞说 他要是再跟谢尹喝酒 他就是我孙子 怨腾拍了拍丁磊的肩膀 多悬啊 差一点就成晚辈了 怨腾说完话 对面坐的三个男人 嘿嘿地笑出声来 那咱仨为了庆祝咱们公司 今年业绩 又上一层楼干一杯吧 怨腾举着杯子刚要喝 我站起身 语速很缓慢 那没我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们仨慢喝呀 丁磊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把在座的几个人吓了一跳 他拿手指着我 你坐下 忽然又转头 看着怨腾喊起来 声音里都是谴责 怨腾 不是我说你 你这人就是爱祸悉尼 什么事你都喝不管对错 这么大事喝得过去吗 你站起来喝杯酒 泻饮就不问了 这事就过去了 我们不得让顾铭解释解释 他那天喝醉了 把郭瑶当成泻饮了 怨腾瞪大了眼睛 看着丁磊 表情里都是怒意 丁磊眼珠子直转 示意让怨腾赶快坐下 怨腾的怒意明显未消 把杯子狠狠撂在桌子上 力气太大 还洒出了半杯酒来 他转头朝门外喊着 服务员再炒一大盘花生米 丁磊笑嘻嘻地看着顾铭 怎么样 哥们猜对了吧 就是这么回事吧 是喝了但是没醉 而且我也不可能 把哪个女的当成他 丁磊的表情明显定格 他反应几秒钟 突然转身拿手指着我 感动不感动 听出真感情来没有 你看看 你多特殊啊 不比不知道 一比才知道 丁磊说完这话之后 直接就笑了 发自内心的没忍住 我满脸笑容看着他 丁磊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话听起来很怪 是不是女人注定就得为 你是我所有女人里 最爱的那一个而感动啊 有一天你老婆拉着你说 你是我所有男人里 最爱的那一个 你特感动吧 真矫情 丁磊一时没忍住 看着我大喊 他稍微缓和了下情绪 你说真没白念 怪不得你是硕士呢 他转头看着 坐在一旁低头喝闷酒 吃花生米的院藤 你呀就知道吃啊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一桌子生猛海鲜你不吃 你死磊那花生米干嘛啊 院藤也不抬头 将一颗花生扔进嘴里 拿起杯子 喝了一大口酒 少理我 是我的包 事宜我又准备要离开了 你等等啊 谢盈 丁磊伸手阻止了我 他侧身看向顾明 要不我跟院藤出去 你给谢盈道个欠算完事得了 人家都摆高姿态了 你别绷着这境了 我们俩一出去门一关 你该跪跪该苛刻 我们就到没这回事 顾明的脸显得很冷 狭长的丹凤眼微眯了起来 郭瑶是他自己犯贱 他活该 我不为这是道歉 院藤做了个深呼吸 没说话继续喝酒 看似注意力全都专注在那盘花生米上 丁磊的面目表情 又开始陷入到定格状态里 是承恶扬善吧 为了纠正社会上的这些不正之风 让那些一天到晚削尖了脑袋 想棒大款的女孩 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给了他多少钱评的这事 顾明嫌疑他 挑了下眼皮没有回答 丁磊猛拍顾明肩膀 没给 一看这表情就知道没给 顾明你 不愧是我丁磊的哥们 真的我必须向你道歉 哥们一开始误会你了 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 这义不容辞啊 你明显是舍身为大家吗 你呀能闭话嘴吗 你是不是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 你是满嘴跑火车 你还不承认 出来的时候 我就一个劲跟你说 你别搅和他们的事 非自不量力地说什么 你一劝泄影 他肯定被感动得哭 没准还得猛抽自己嘴巴 说自己不识大体白为女人了 你看他哭了吗 他一直坐那看你乐 你再说两句 他就该冲来猛抽你嘴巴了 他不冲过来抽你 我也得抽你 还为了责任和义务 怎么想的呀 怨腾喊完之后 又猛喝了一大口酒 丁磊坐在那拿着个酒瓶子 闭着一只眼睛往里看 这酒是不是假的呀 把我脑子都喝坏了 我为了能离婚 顾明很平静地说了句话 然后极力地做了个深呼吸 丁磊把眼睛从酒瓶子里挪了出来 他看着我说 不闹了呀 谢影 这事倒是真的 顾明特早就提离婚了 好像是你刚中了彩票没多久是吧 丁磊又侧过头去看顾明 一开始 为什么没历程来着 他让我净身出户 多净啊 说我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 他就同意了 太狠了 好歹给你留个本钱啊 你也苦了那么多年 有点钱多不容易啊 也不是他中的彩票 顾明拍了拍丁磊的肩膀 还是你了解我 钱跟我命似的 我可舍不得 后来 你压弄公司 把我们俩也弄进来 各占三分之一 是不是为了防着安雅南啊 这话听着 有点让人寒心 我是好话 夸你机灵啊 我跟怨腾心里都有数 我们俩从心里感激你 要不然 我们俩算什么呀 公司发展这么快 没本钱 也纯属扯淡 我是昨母几十年兄弟了 万一哪天我真一毛不剩了 你们怎么 也得救我吧 那是肯定的 来走一个 三个人养着脖 喝着玻璃杯里的酒 顾明第一个喝完 他把杯子扣在了桌子上 眼睛直视着我 我结砸了 这个也应该跟你说一声 顾明的话刚一说完 丁磊的一口酒就喷了出去 怨腾刚好喝到最后一口 好像也被顾明的这句话 咽了个半死 一直在垂着自己的胸口 你压是疯了吗 丁磊声音提高了许多倍 你结砸了 你要泻影 跟你拟拟你手活拐呀 丁磊的舌头开始打结 怨腾在旁边推了他一把 文盲吧 结砸 东西还在呢 丁磊的表情是恍然大悟 哦 还在啊 那我就放心了 他像是又想到了什么 看着怨腾 那功能还在不在了 我哪知道啊 我也没结砸过 你自己问他 功能在不在了 丁磊的表情 像是虚心求学的 看着顾明 顾明斜眼回看他 不说话 啊 这表情的功能 肯定还在呢 丁磊尝出了一口气 情绪又显得亢奋起来 顾明 不是我说你 你这有点走极端了呀 你不能一招背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你一下这么弄 现在泻影回来了 你们以前那晚 就中国足球的宏图大志 怎么弄啊 我好像听说 还能再放开 怨腾在一旁插了句话 哦 顾明的脸上挂了点微笑 那要看他了 看他有没有信心 跟我一起挽救中国足球 谢盈 祖国需要你的烧道了 顾明的眼里满是期许 他围扬着嘴角 等待着我的回忆 我内心的压力很大 我想让自己看起来平和一些 法国是世界杯冠军 我想 我还是应该向高起点看齐 顾明疼的一下 从桌子旁站起来 他点了支烟 站在桌旁猛吸了一口 瞬间抓灭了扔在桌子上 谢盈 我跟你说这么多 全是多余 别以为你在国外读了个硕士回来 我就弄不了你了 还给我来个向高起点看齐 我哥没跟你说过 有无数人说过 我背影看起来特像意大利人 我是结过婚了 你能把我怎么仗 你也别跟我穷白什么男女平等 我从今天开始 半句都不跟你解释 你在女人堆里拍地截 你也别做你还有第二个男人的梦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想找别的男人 你下辈子吧 顾明说完 离开餐桌向门口走去 丁磊看着顾明背影 推了院腾一把 看看咱哥们多霸气 对女人就得这样 顾明快走出包间门的时候 侧头看见 躺在沙发上 还在打呼噜的安东尼 他回身看着丁磊 这位大爷 你明天招呼一下 游览一下北京 别好不容易来趟中国 再说 咱们招呼不周 好歹是礼仪之帮 你轻敌让我招呼干嘛 我也不会法语 不会法语 不会顾翻译啊 跟我这费什么话 你已引我女人那么多年 我没抽你就不错了 顾明说完 开门出去了 丁磊被顾明说得满脸不高兴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当要抱怨 还没开口 我先喊起来 霸气你大呀 什么叫对女人就得这样 拍桌子耍魂谁不会 嫌我战斗指数不够高 想把我击成满阁是不是 我站起来 把我的大衣穿好 没事跟我这叫什么吧 我还真不吃这一套 我拿着包朝门口走 丁磊在身后问 安大爷怎么办 当然 是你给送回饭店了 你未婚夫 怎么成我当然了 废什么话 你已引我那么多年 我多大损失啊 这么点事 你都不干啊 不是 你看这两人 他们闹气 拿我当什么出气筒啊 算算算了 北京市排名一二的三亲子吗 你跟他们认真干嘛 院藤在一旁安慰着丁磊 丁磊看着我的背影喊 我要是在管你们俩的事 我就是你们孙子 我很大力地关了门 转身离开了 Chapter 28决定 我出了包间 四处寻找着母亲 发现她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我站在她身旁轻换她 她很快把眼睛睁开 母亲揉了下眼睛 看着我 你们聊完了 嗯 我看着她点点头 天冷了别坐在这睡觉 会生病的 刚回来 时差还没到过来 下午又一直在跟你聊天 你们说的事情我也插不上嘴 出来四处转转 结果坐在那睡着了 我和母亲打车回了家 快进家门的时候 发现小区外面的暴亭还亮着灯 就在暴亭前看了一会儿 买了本时尚杂志带回家中 母亲到了家里 精神状态像是一下又恢复了 她打开行李箱 开始收拾她的东西 我低头看了看 发现她带的东西可真不少 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嗯 你电话里说 顾明要把我接回来安度晚年 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就把能带的东西 就全都带上了 我没有继续母亲的话题 而是站在洗手间里 一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母亲在屋子里四处转悠 忙着 把她带回来的那些东西 都放在河里的地方 你和顾明 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吗 什么事情 我随口搭了句话 其实我的注意力 全都在镜子中 你的病 还有 她结婚的事 我从洗手间里探出个头来 你怎么知道她结婚了 母亲立定了脚步看我 丁磊的声音那么大 全饭店的人都知道了吧 我看着母亲笑了一下 又转回 身来继续看自己 妈 你说我长得漂亮吗 过了好一会儿 母亲在洗手间外面侧头看进来 嗯 漂亮 她看着镜子中的我 叹了口气 又转身继续忙她的事情了 你没生病之前更漂亮 只是可惜 从小也没人叫你守规矩 本以为你爸爸学历高 知书达理的 肯定能把女儿 教得像大家闺秀那样 有时候想想 谢长明的心可真狠 她心里得多恨我啊 这么漂亮的女儿 她见也不想见 算了 都过去了 我抑制不住地开心加兴奋 小跑着进厨房里 翻出根黄瓜来 切了一盘子黄瓜片 对着镜子 把黄瓜都贴在脸上 躺在床上 开始翻那本时尚杂志 你在干嘛 黄瓜面膜 保养皮肤 补充水分 怎么突然想起保养来了 以前也没见你弄过 以前不知道自己算漂亮女人呗 我又听见了母亲的叹气声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算做了多大的错事 我不过就是想找个 条件好点的男人 过两天好日子 而且到头来 我也是和谢长明离婚了 老天干嘛非得 这么对你啊 妈 胡说什么啊 生老病死人之常事 女孩子最知道漂亮的年纪 连件像样衣服都买不起 二十岁出头 最漂亮的时候就生病了 哎 母亲的声音里都是无奈 叹气的声音 一下接一下的 我抓起了桌子上 半个没切完的黄瓜 边吃边翻着杂志 听你说的 我怎么觉得我这么可怜啊 你不可怜吗 母亲的声音很大 似乎对我此刻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很不理解 不啊 我转过身 看着她摇了摇头 我二十二岁之前 你都不知道 我每天过得有多开心 那现在呢 现在也挺好的啊 这不活蹦乱跳 貌似健康了吗 两处原发癌症还不死 谁又我厉害 医生都说我是个奇迹 我坐起身来 把脸上的黄瓜片都摘了 随意抓了抓头发 侧着脸举着杂志问老妈 妈 你看像不像 我有没有点国际法 盈 你听妈一句劝 你去跟顾明说 妈保证 她绝不会嫌弃你 我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她不嫌弃我 你知道为什么不说 老妈仍不死心地想要追问 我只好又躺了回来 我把杂志扔在床头 被转过身去 安静了好一阵 我怕她说要娶我 她要说了 我肯定得答应 我经不住这种诱惑 我想跟她结婚 想了好多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是挺好的吗 不好 我身体不好 当不了好妻子 你三个月前去做最后一次检查 医生不是说 你已经是正常人了吗 医生说 我可以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 他说 我可以找一个轻体力的工作 也可以尝试结婚 他说 大概是我本身的基因问题 我属于一癌变的那类人 他不建议我生育 他说 体内大量激素的改变 都可能成为癌症的诱因 他说 如果我坚持要生的话 我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做祷告 当然还需要上帝能够听见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工作 结婚生孩子 但是我一生孩子 可能就又生病了 但是究竟并不并 他说了不算 上次说了才算 去跟他说 也许他不想要孩子呢 他想要的 以前 我们总是说 要生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孩子 去跟他说 是你的话 他可能就改主意了 我疼得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歇斯底里的朝老妈喊起来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这个让我逼着 他吃耗子药有什么区别 非得让我跟他说 你必须吃 你要不吃你 就是不爱我 可是他愿意啊 他愿意 我就要让他吃吗 端着毒药到他面前 心里明知道他肯定会吃 不喂别的 就因为是我给的 然后亲眼看着他吃下去 这样我就能踏实地 跟自己说他还爱我 他心里还有我吗 这种狗屁 逻辑对吗 我不知道 我不懂你们 我也说不过你 但你这个比喻不对 你不是耗子药 老妈转身继续收拾他的东西 我又很安静地躺了回去 那他结婚的事 你心里放下了 老妈轻声地询问着 还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放不下 总是希望所有的一切 都还在原点 所有的事情 能像最初那么美好 一点瑕疵都不带 后来才知道 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其实我们都变了 怎么变了 没变 你们明明都没变啊 怎么没变 我记得我在法国 去大学校园报道那天 没走进教学楼的时候 我撞了一男生 结果我自己摔了一跤 东西散了一地 那个男生低头帮我捡东西 他递给我东西的时候 脸都下白了 手多多缩缩的 只帮我捡了一样 塞到我手里 说了句对不起就跑走了 他要不那样 我还意识不到 原来我的样子挺吓人的 你那个时候 刚第一次手术完 还在化疗 体重不到七十斤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跟纸一样白 当然吓人了 我说过不让你去了 可是你就是想去 总是说 如果我好了呢 如果我还能回中国呢 是啊 有时候人就是贪心 有样了 就总是想要第二样 我背过身 有眼泪从眼角低落 不太想让老妈 看见我哭了 妈 你知道吗 顾明跟我说 我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 其实她也挺帅的 我一直觉得她是最帅的 只是我 从来都没告诉过她 就是不想让那家伙太得意了 眼睛看着窗外 天已经全黑了 玻璃上有我的倒影 看着那倒影 我挤出个微笑来 妈 你说男生对漂亮女孩 不是都特温柔 应该摆一摆顺的吗 可是顾明这家伙 从来都不让着我 他老跟我说谢影 我跟你交个心 你呀猛一看特丑 仔细一看 比猛一看还丑 我那时候就特别逗气地跟他说 那你确实比我强 我一看你就是想吐 不分猛一看 还是仔细一看 现在想想 还好他没看到 我生病的样子 我希望他这辈子 永远都别看到 要是有一天我再病了 我就找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安静地死掉就好了 我也不想他拉着我的手 坐在病床边哭 想起这场景 真是烦透了 我就想 当他记忆里面的女孩 永远想起来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老妈坐在床边 又开始唉声叹气了 那安东你怎么办 你又不能生孩子 你也没告诉他 你连你生过病 你都没告诉他 不会跟他结婚了 我想过了 安东你老实巴交地 到了这个年纪 还让个中国女人骗 也有点太可怜了 就当时我请他来 中国旅游一趟吧 原来我总是想要快点 把谢长明的钱还给他 我当初哭着喊着发誓 一定要还给他 还说会算利息给他 没想过到法国 会看这么长时间的病 我以为我很快就会死呢 当时就是想活 什么都没想 每次医生找我谈病情 说那些会出现的危险情 他问我出现了要不要治疗 我想都不想 就说要治 以前总是能把活着回中国去 当成坚持下去的目标 现在可以换个目标了 比如可以把谢长明的钱还清 免得他总是受他老婆的挤兑 老妈长出了口气 你决定了 嗯 决定了 老妈看着手里的东西 走回去又扔到了行李箱里 早知道就不带这么多东西了 我以为这次回来 就不会再走了 我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了 在国外漂了这么多年 我早想回来了 省吃俭用的攒了这些钱 没大病没大灾的也够用了 没想到 还是要回法国去 要不然 你留下 我自己回去 你这么个情况 我怎么让你自己回去 算了 不管我们俩谁先走吧 不然又把他收拾的那些东西 都装回箱子里 Chapter 29组织 丁磊这些天 真是在尽心竭力地招待安东尼 招待的安东尼 经常十二点了 还没回到饭店 要不就是醉醺醺地打电话来 没说上五句话 就能听见他打呼噜的声音 这些天我一次都没见过他 直到有一天 安东尼半夜打来电话 话语间仍有罪意 说上没两句话 就呜呜地哭起来 说他对不起我 请我原谅他之类言语 我问了他半天 大概才听明白 丁磊晚上带他去了某种声乐场所 还叫了很多美艳的年轻女孩陪酒 安东尼说自己 大概也许可能摸了一个女孩的屁股 好像还摸了很久 安东尼说 丁磊为他明天安排的行程是动物园 然后再杀去欢乐谷 说到这安东尼好像又哭了 我听出了他有些抱怨 我真的不想去动物园和欢乐谷 你不想去 就告诉他你不想去 我不好意思 你妈妈说 我对他们好 他们也会对我好的 可是我还没对他们好呢 他们就对我这么好 这么热情地招待我 每天吃饭喝酒 都花很多很多钱 我真的说不出不想去 可哦 我要睡觉了 明天还要早起 安东尼挂了电话 我就直接给丁磊打了过去 想了好久他才接起来 声音像是熟睡中刚被唤醒 丁磊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 特别累吧 嗯 丁磊摁了好长时间 像是终于清醒了 谢盈啊 还行吧 你要是为了特地感谢我就不用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回头北京玩差不多了 你赶紧请这位大爷回老家就行了 其实你还是应该谢我 我觉得你跟顾明都应该谢我才对 我这岁数也大了 就忙公司的事了 不锻炼真是不行了 天天跑的这胳膊腿 跟要散架似的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这有点是你自找的呢 你一天带他爬洒长城 你能不散架吗 你这么说话我特别不爱听 你说那巴达岭 牧田玉 居庸关都是名胜古迹 那去哪合适不去哪合适啊 人家好不容易来中国一趟 我不得带他都转转啊 那你就非得一天去啊 安排到现在都没地可去了是吧 动物园 欢乐骨都出来了 嘿 这安大也要这么办事 可真有点不地道了 我这脚尽脑汁地带他玩 他倒好 给我告黑状去了 他没告黑状 他在我这夸你 夸得都哭了 丁磊你差不多点行了 他挺大岁数 都快六十了 你再把他累病了 我觉得他病不了 到了长城跑得比我都快 蹭蹭的就上去了 一到上头又蹦又跳的 一直拿中文喊 我是好汉 我是好汉 这精力明显过剩啊 我要不给他 累得爬不起来 他一回去 不得琢磨别的事 你什么意思 你怕他琢磨什么事 哦 弄好几箱行李 笨中国 来找他年轻貌美的未婚妻 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 我怕他误会以为这是伊甸园 我举着电话想了半天 大概琢磨出他话里的意思 你是不是有点操心过头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是的呢 我 我多正派一男人啊 我顶多就是活动活动嘴 撑死活动活动心眼 受教育这么多年 其他的觉悟我还是有的 那找年轻裴酒小姐 是怎么回事啊 有给发小的未婚夫 找裴酒小姐的吗 你这安的什么心啊 这他都说了 丁磊在电话里黑黑的笑了两声 这安大爷道横果然是呢 你说他一个五十六岁的法国大爷 我们语言又不通 我看着他喝酒 我喝得下去吗 你都没看见 我喝得特别沉默 安大爷喝得特别嗨 又唱又跳的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海默 行了 他打电话来都跟我哭了 啊 嘿 他可真有一手啊 先下手为强啊 我还没说什么呢 他自己先坦白从宽了 谢盈 有时候我觉得 他把关为你揭露某些男人的真面目 有些男的吧 看似老实芭蕉 实则一肚子花花肠子 顾名就不一样了 看似花花肠子实则 当然了 实则也是花花肠子 但是这花花肠子里 绝不包括女人 他让你这么干的 没有 我自己自由发挥的 不过我跟他说了 我安排的旅游计划之后 他夸我安排的不错 这我就踏实多了 谨慎点好 省得你们最后说 我没事就会添乱 辛苦了 丁磊 这么半天 总算听见巨人话 不过别这么弄了 真的挺累的 安东尼是个老实男人 就算他不是 也不重要了 没有伊甸园 从来就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怎么理解这句话 是抒发情感 还是对社会和现实的控诉 要不就是说 你和安大爷之间 仍保持着纯洁的男女关系 随你吧 你怎么高兴 怎么理解好了 晚了睡觉了 不知道是丁磊听了我的劝 还是他自己也实在太累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安东尼似乎得了些休闲的时间 总是给我打电话 想来我成长的社区看一看 我退聚了两次 其实也确实是有事情 我在抓紧时间 办理我的护照 然后去申请法国签证 当然还在心里想着 要怎么跟安东尼说 我不打算嫁给他的事 第三次 我终于同意了安东尼来参观我的家 安东尼来到中国之后 可能见了太多新奇的东西 他来到我居住的小区 表情也同样是新奇 只是不怎么兴奋罢了 有时候 还能看见他 微微倔一下嘴 房子很小 五十平方米 他四处看了看 在沙发上坐下来 哦 亲爱的 你真的没有骗我 你说 我来也许会住不下 看来真的没有我住的地方 我附和地微笑着 真是不可思议 没想到 你会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这个社区住很多人 不 我是想说 没想到顾先生 也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你看起来很 而他看起来也很 安东尼在那撅着嘴 手掌翻来翻去的 表情像极了憨斗先生 我想他在斟酌着用词 体面 对 亲爱的你 真是善解人意 这里住的人都很体面 真的吗 可是这周围的环境 还真的是有些糟 我想 安东尼符和大多数欧洲人的直观思想 他不会去琢磨 我话里有没有其他意思 每天都很努力生活的人 你觉得他们不够体面 哦 亲爱的 你不会是在生我的气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顾先生在说 你们的成长经历的时候 我感觉 你们都像是富人家的孩子 好像每天都是欢乐 可是我在想你们住在这里 应该有很多忧愁吧 至少我不是太 喜欢这里 但是我去过的其他地方 我都很喜欢 你喜欢一个地方 是因为他给了你奇特又美妙的经历 你可能会在脑子里记很久 想起来的时候 他还是美的 我也一样 地方不重要 和谁经历了什么才是重要的 安东尼耸了下肩膀 眼神有点迷茫 你和苏菲马索 一起掉进粪坑里 粪坑也是美的 安东尼想了想 笑着掐了我的面颊 你真是个精灵 不过我讨厌粪坑 哦 亲爱的 你这样 优雅的精灵 不应该说出这个词 不过我懂你的意思了 顾先生什么时候 和你谈论我们以前的事情 问安东尼要不要去听京剧 我鼓励他去 他叫我一同前往 我想了的借口推掉了 平静地过了两天 两天后的傍晚 接到了安东尼的电话 他邀请我去他住的饭店 什么事情 心里是不太想去 来嘛 有很重要的是 安东尼的语气像是在撒娇 电话里说 哦 亲爱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给你个惊喜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是啊 你这么说我都有点难过了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 我都知道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租房子的时候 我看过你的护照 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可是你从来都不问我的生日 我想我几乎没关心过 安东尼生活上的任何细节 他告诉我什么 那就是什么 印象里只知道 他做的蛋糕很好吃 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他的邀请 我琢磨 安东尼来北京的时间也不短了 大概是应该把事情 跟他说清楚的时候了 如果再待下去 估计丁磊也想不出 可以带他去什么地方了 因为安东尼说 丁磊今天带他去捏脚 和拔了火罐 我到了安东尼住的五星级饭店 很高级 他的房间是套间 虽不是总统套房 面积却足够大 好像比我的家还要大 屋内的灯光很柔和 有些暖暖的黄色 房间里充满了淡淡的香气 他的床头点了熏香的蜡烛 屋内摆了一个长条餐桌 上面摆满了晶晶亮亮的餐具 酒架上放着红酒 我一进门 安东尼就靠了上来拥抱 他在我额头吻了一下 然后牵着我来到餐桌旁 他打开了餐盘上的盖子 新鲜的牛排颜色诱人 他打开 喂我倒了满满一杯 我不太能喝酒 我看着他表情有些为难 一点点 只喝一点点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俩在餐桌旁坐下来 安东尼笑得有些得意 亲爱的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幸运 这些都是我做的 还有我最拿少的蛋糕 哇 安东尼对我的反应比较满意 我跟饭店说 要借他们的厨房用一下 我说 我要和我的未婚妻 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 不过他们不借给我 我没有办法 只好请顾先生帮我 跟饭店疏通了一下 于是他们借了我一小块地方 可是 你想不到吧 他们西餐厅的主厨 也是个法国人 他也娶了个中国太太 我就这么无意中被发现了 他问我是不是甜点师 他说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可以来这里的西餐厅工作 太神奇了 我还没开始找工作 工作已经找到我了 中国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我的新人生就要从今天开始了 来 我们一起 祝我生日快乐 我举着杯子 对不起安东尼 我不知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连礼物都没来得及准备 其实我心里想给他准备礼物 反正今天是要打算跟他说 各回各家都找个妈的事 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心欲绝 反正失望肯定是有的了 如果连失望都没有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连安慰都省了 哦 礼物 你提醒我了亲爱的 安东尼放下杯子 去柜子里拿了一个牛皮纸盒子 递给了我 我打开看 是条深蓝色的粗针围巾 四处翻了翻没标签 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你买吧 不是 找地方知道 很快 我说我急需 两天就治好了 怎么想起要送我围巾 我把围巾拿出来 看了看挺宽大的 像是男士围的围巾 颜色也应该属于男性常用的颜色 我把围巾围在脖子上 抬头看安东尼 好看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安东尼把他的老花眼睛戴上了 手里拿了个小本站在我面前 他看着小本 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 安东尼说着话 还做了个手势 语气就像是迪士尼动画片配的花外音 深沉地说着 long long ago 不过他说的是法语 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 里面住着很多幸福的人 在小村子里有一个美丽的少女 和一个英俊的少年 他们很早就相爱了 他们曾经发誓 要相依相伴 直到年华老去 只是他们不知道 在他们这个幸福美丽的小村外 有很多黑暗的邪恶力量 可是村子里的人不惧怕黑暗 他们努力地和邪恶力量做着斗争 美丽女孩的外婆 被黑暗的邪恶力量夺取了生命 女孩很难过 男孩发誓 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永远守护在她身边 可是不久 男孩的妈妈 也被黑暗的邪恶力量抓走了 男孩想要努力地 救回自己的母亲 那年夏天 女孩开始织一条围巾 蓝色的 很宽 她希望自己能在冬天来临前之后 送给男孩给她鼓励 让她去好好地救她的妈妈 但女孩从来没织过围巾 她总是织了拆 拆了织 好像怎么都不满意 在女孩还在织围巾的时候 邪恶力量再次袭击了村庄 把美丽的女孩抓走了 可是女孩和男孩 都是顽强和勇敢的人 他们不惧怕任何的黑暗和邪恶 只是女孩战胜了黑暗 回到村子里的时候 她已经忘了 她曾经答应过 给男孩制一条围巾 这样每个冬天 男孩围着她 就会觉得特别地温暖 我真的忘了 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掉下来 我把围巾摘下来 捂着脸呜呜地哭 我怎么就能忘了 这些话是说给我自己的 安东尼一句都听不懂 因为我说的是中文 他看着我哭 靠过来拍着我的背 亲爱的 顾先生 说这是你最喜欢的童话故事 你每次听都会很感动 我问他我用什么来打动你 他告诉我 给你讲这个童话故事 我为了配合这个故事 才送了你这条围巾 你的反应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哦 看到你哭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拿着那条围巾 一会儿擦擦脸 一会儿擦擦鼻子 完全是在当一条毛巾在使 任由安东尼牵着我坐到了床边 揽着我的肩膀 在我耳畔亲吻着 亲爱的 童话故事的结局 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的 每个童话故事都是美好的 你真是多愁善感的小精灵 我最喜欢的故事 是睡美人 以后我就是你的王子 而你是我的公主 等着我来吻醒你 安东尼靠过来想要吻我 我还拿围巾 捂着自己的脸 他用力扒了两下没扒开 亲爱的 我真高兴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你今天不用送我礼物 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安东尼的吻 继续落在我的脖梗处 湿湿热热的很挑逗 他抬起手 想要附在我胸前 我一把把他的手推开了 你等会儿 你等我稳定下情绪 哦 好的 安东尼暂时不再摸我 但是他的脸 还在我的脖梗处磨蹭 手上用了力气 想要将我推倒 我一只手使劲地扒着床边 我不是叫你等会儿吗 你让我想想 我要怎么说 亲爱的 我们可以躺下来 边坐边说 你都答应嫁给我这么久了 我们都没好好接过稳 安东尼仍不死心 手上加大了推我力气 我双手扒着床边 看着他 忍不住拿中文抱怨了一句 不是 怎么老实巴交 一秒钟变老流氓了 我刚喊完这句话 突然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感觉像是被踹开的 一下子冲进四五个人来 嘴里高喊着 都原地蹲下 手抱头 不许动 来的人喊声之高 气场之强 颇具震慑力 吓得我差点直接 从床上跪到地上 还好我蹲住了 我按着他的话 手抱头蹲在哪 安东尼看着我 也学着我的样子 蹲在了地上 他的表情惊恐极了 嘴里一直在叨叨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其实我也很害怕 一直回他不知道 我的回答 似乎让他更害怕了 我蹲在地上 手里还握着那条围巾 脸上挂着泪水 鼻头和脸哭得红红的 我抬眼 看着闯进来的几个人 两个警察 两个保安 还有一个像是饭店的经理 警察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说 不是自愿的吧 啊 我看着他点点头 又摇摇头 其实我不知道 他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事 我们就是 来解救你这种士族妇女的 我是什么了 我蹲在地上 抬着眼睛看着他 看着不像没文化的 有人举报 这里有国际嫖娼组织成员 所以我们是来抓人的 是 什么组织 国际嫖娼组织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种组织啊 嫖就嫖呗 还组织什么 那国际卖淫需要组织 那国际嫖娼也需要组织了 你等好了你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警察对我的质疑很是不满 那国际上要成立什么组织 都跟你汇报 知不知道 现在北京在清查非法拒留的外籍人士 现在是看中国发展了 那些不着调的外国人 都往中国跑 警察看了看我们俩 指着安东尼 我看你就像是那个组织的 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安东尼蹲在旁边都快哭了 他一直拉着我的胳膊 摇晃着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拍了安东尼 安抚了他一下 抬头看着警察 你们弄错了吧 他不是非法拘留 他有护照 那护照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好人啊 你刚才不还在喊他是流氓吗 现在是有人报案了 有人报案我们就得处理 是不是真的 要带回去问才知道 是的话 要不立刻遣送回国 要不罚钱 要不就是判 那就不归 我们管了 他要不是我们还是会 把他放出来的 不是 你们再好好问问 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 这房间也对 警察突然指了指安东尼 用英语问他 你叫什么 安东尼很快回答了 你看 名字也对 就是他没错 起来吧 别蹲着了 跟我们走一趟 Chapter 30 坚强 警察伸手示意安东尼站起来 安东尼看我 我朝他点头 安东尼扶着床边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我的脑袋嗡嗡想像是有无数蜜蜂在乱飞 脸上表情显得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不想让安东尼的恐惧再加重了 警察上来 抓了安东尼的手腕 从腰间掏出个手铐来 我上去一把拉住了警察的胳膊 这个就不用了吧 他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组织的 这样不好吧 让一个国际有人 怎么看我们国家 那他跑了怎么办 他不会跑的 再说 手铐也管不住腿啊 警察又把手铐别回腰间 看着安东尼 走吧 安东尼还在等我为他解释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站在那想了一会儿 转头看着他 安东尼 你得跟他们去一趟警察局 为什么 安东尼的声音很嘹亮 仍然全是恐惧 是这样的 因为 那个 其实 我出了半天 也说不出警察说的那个组织 我们这里 没领结婚证的人在饭店里 是不能住在一个房间的 警察会突击检查结婚证 就好像机场里的警察 突击检查人们的行李护照一样 什么 安东尼的声音比刚才还大 警察没等他继续和我交流 就靠过来推着他往门口走 行了 回警察局再说吧 安东尼一边往门口走 一边回头朝我大喊 可欧威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跟他们说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规定 我不是故意的 你帮我通知法国大使 你让他救我 安东尼被带走了 留下一个警察 询问我一些个人的情况后 收拾了笔记本 要转身离开 你们不带我走吗 我看着他的背影询问 你也想去警察局 我拼命地摇头 警察没说别的离开了房间 我想在安东尼这个事情上 我的确藏了些自私的心理 警察说不带我走 我内心是庆幸的 我刚刚一直在担心 从饭店被警察 以这种罪名带出去 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 我甚至还在犹豫 要不要拿衣服把脸挡上 幸好他们不带我走 人的情绪 陷入到太大的起伏里 就会忘记思考 我坐在床边 想着安东尼说 要我通知大使馆救他 还有他临出门时 看我的气球的眼神 我想我得想办法帮他 在宝子里才刚刚意识到了什么 内心里控制不住的 生起了某种木逸 我掏出手机来拨打顾明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次无人接听 到后来直接被人按断 接着就是不在服务区 这种行为令我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我转而拨打了院藤的手机 响了两次院藤接起了电话 电话的另一段声音有些嘈杂 过了一会儿 稍险安静了些 顾明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呢 啊 是啊 我们仨都在一起呢 这眼看年底了 陪几个生意上来往的大boss娱乐一下 你们在哪儿 我现在过去 你过来 你别过来 这儿乱着呢 不适合你 一屋子人你来了都没地方坐 你就告诉我 你们在哪儿就行了 不不不 县衣你别来 你来了我怕你发脾气 这人嘛真的多 各式各样的 你说 你跟顾明那事还没弄利索呢 你一来了 我怕你又窜伙 你们不就是一屋子狗男女吗 你看 这还没说两句呢 这话又开始隔音人了 什么叫狗男女 就是喝喝酒 唱唱歌 聊聊天 有的老板就好这口 就喜欢身边做个小姑娘陪着他 我们这也是 陪着他们这些人逢场作戏 谁有功夫管你们这些 安东尼被警察抓走了 可能是情绪过于激动 竟带着哽咽 啊 怨疼的声音里都是吃惊 他向事也反应了一会儿 谢影 你别急 你先别急啊 他怎么让警察给抓走了 他干什么事了 警察说 他是国际嫖娼组织的成员 郭 有这种组织吗 我哪知道有没有 警察说 报案的人说他是 所以得带回去问他 到底是不是 没事 没大事 咱们橘子里有人 顾明头千年认识的一个警察哥们 现在职位也不低 他亲弟弟 还在我们公司工作 关系特别铁 别提多铁了 我跟丁雷也认识 真的 你放心 这不算大事 打个招呼一句话的是 撑死交点保释金 我去跟顾明说一句啊 怨疼停顿了片刻 像是又想到了什么 多句嘴啊 那个 安大爷 他不是正嫖着的时候 让抓的吧 不会是警察的什么 特别扫黄行动吧 带着报纸电视台那种 要是的话 你跟我们交个底 我们也好跟人地话 嫖谁 嫖我算吗 算警察的特别行动吗 还是那个王八蛋 专找他铁哥们 为我安排的特别行动啊 怨疼在电话里安静 过了一会儿试探性的口气 安东尼 再聊天好吧 我们再聊天 怨疼像是松了一口气 谢盈 这是要真是顾明安排的 打我这就过不去 这玩的有点太过了 他可能太把老安当自己人了 以为他能开得起玩笑呢 他不能把谁都当成 我跟丁雷是吧 我们一起长大不在乎 不是谁都 你让他给我接电话 我朝着电话喊出来 不想再听怨疼这些 无聊的变相解释 怨疼说了声 电话里的声音 是音乐到更大声的音乐 然后又是怨疼的声音 那个 那个 谢盈 我们这挺忙的 屋里头喝多了好几个 但是我刚才问顾明了 他说了 不是他抓的 废话 我知道不是他抓的 是警察抓的 你们在哪 谢盈 我要告诉你了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呀 你来了以后 稍微冷静一下 跟顾明好好说 你们俩每次吵架 都是越吵越急 大家岁数都大了 办事有分寸了 没准是个误会呢 怨疼告诉我club的地址 离饭店很近 叫了出租车20分钟就到了 也许是因为周末 一进去人满为患 吵闹的音乐 把我刚刚稍有些平静的情绪 又变得烦躁起来 沿着拥挤的通道上楼 找到了那个 VIP房间 一开门 恼人的音乐瞬间钻进耳中 耳朵开始嗡嗡作响 房间里的确人很多 一股燥热的气息扑面来 一个中年男人 配着两个年轻女孩 正在大跳骑马舞 顾明坐在沙发的一处 左右胳膊上 各夸着个艳丽女孩 顾明保持着微笑 一直看着跳舞的中年男人 两个女孩又叫又笑 不停地重复着 江南style中最经典的那一句 顾明瞟了我一眼 没什么特殊反应 身体保持同样的姿势 表情也一样 怨疼也看见了我 于是我把门关上 站在门口等他 来了 进去玩会儿吧 怨疼走出VIP房间 站在门口问我 我不是来玩的 安东尼都被抓一个多小时了 他电话也打不通 我哪有心情玩啊 你把他给我叫出来 怨疼转身回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他又走了出来 他说他现在走不开 你要不找一地等会儿他 给脸不要脸啊 我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怨疼眯了眼睛 哎呦 我的妈呀 你小点声 这么大音乐 都压不住你啊 怨疼开了个门缝 朝里面做了一阵表情 回过头来的时候 表情都是为难 要不你进去找个地方先坐会儿 我一把推开了院腾 开门走了进去 站在顾明面前 你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顾明微醋没 什么 你大点声 我有事跟你说 啊 顾明的样子 像是人没听清 我私下看了看 走过去把那首神曲直接切掉 顺手还拔掉了唱歌人的话筒 房间的一下安静了 接着就是一阵躁动 唱歌的男人醉醺醺的大喊着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我又站回到顾明面前 现在能听清楚了吗 丁磊看见这形势 蹭的一下窜出来 那个 这位是顾总的太太 他们最近吵架怄气呢 不好意思啊 给个面子给个面子 丁磊说完这句话 还夸着顾明胳膊的两个女孩 立刻松开了手 端正了身体看着我 顾明坐在沙发上 点了支香烟看着我笑 生日过得怎么样 还浪漫吧 你承认是你搞的事了 顾明继续上扬他的嘴角 你猜 我刚要发火 怨腾立刻插话进来 顾明你这样特别不合适 咱把安大爷好吃好喝好 招待送走就完了 让他寄个中国人民的好 你这么弄那丁磊不是白辛苦了 没准会在老安心里 造成阴影吧 顾明吐了长长的一口烟 看着怨腾 安东尼今天惦记着要扮他 跟傻子似的还去呢 哦 这样啊 怨腾一边点头 一边表示认同 顾明转过头来瞪着我 我早跟你说过了 你这辈子 就我这个男人了 别的想都别想 我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你的思想品德 也高尚不到哪去 咱们俩大渣子是绝配 别再去坑别人了 我什么事都可以忍 但是这件事我不忍 我说的够明白了吗 把安东尼放出来 我要说不能 我抬手狠狠地扇了 顾明一个耳光 声音很响很脆 我想我可能一不小心 又下了重手 我的手背真的有点骂 顾明的面颊 像是肿了起来 房间内到处都是到吸气的声音 顾明身边的两个女孩 瞬间闪到了三米开外 顾明揉了下嘴角 一直在笑着点头 到底是岁数大了 下手都比以前轻多了 还有别的能耐吗 在十点出来 在一口屋内就尖叫一片 怨腾和丁磊上来 一人按住我一只手 你们还小啊 非社会谈判啊 谢盈 你别三亲子敬一上来 就不管不顾了 丁磊一直在旁边 吵我几枚弄眼 你差不多行了呀 给顾明留点面子 这以后 还怎么在生意场上混啊 我本认为我已经超脱出去了 此刻像是瞬间 又被拉回感情的漩涡中 心里压抑不住地感受到了委屈 顾明你记不记得 你在天安门金水桥上 对着毛主席的画像 我没忘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没忘过 我们之间我经历的是全部 可是你只记你想记的那一部分 顾明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谢盈 好多年过去了 你有没有一天尝试想一下 在你走的那天早上 我激动 兴奋得一夜没睡 因为那天我们说好了要结婚 我六点不到 就从医院出来 回家的路上 心里都在唱歌 我站在你们家门口 一直敲你的房门 从天不亮 一直敲到天大亮 我怕你自己在家出了什么事 从二楼爬进你们家里 所有的一切都好好的 只是你不在 我当时 想我可真傻 我肯定是说和你在民政局见 我去了民政局 穿了我最好的衣服 我从来没觉得 我自己帅过 可是那天 我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都觉得自己帅 那天领结婚证的人很多 成双结队的 只有我 只有我是一个人 我从早上一直站到了晚上 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 你始终都没出现 我开始胡思乱想 我怕你出了什么事 怕你被车撞了 怕你被人绑架 可是我想 我们那么穷谁绑架我们啊 我回家 在楼梯上坐了整整一宿 我去警察局报了案 可是警察也不爱理我 我跟人说 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逼着警察去找你 那些日子的生活 变成了每天打工 照顾妈妈 和坐在你们家门口等你 你知不知道 我在你们家门前 睡了多少个晚上 结果有一天 警察告诉我说 有你的出入境记录说 你出国了 我当时 想原来你不是出事了 你是出国了 后来 我妈死了 你也走了 我天天都不知道 自己活着干嘛 你在的时候那么强 我就想我得比你还要强 你走了我才发现 其实我可能 也没那么坚强 我不能脆弱一次吗 我是男人 我也不是圣人 我是犯错了 我是没遵守 对毛主席发的事 可是凭什么 你就觉得我变了 凭什么觉得我不纯粹了 Chapter 31分析 包间内的氛围 是极度安静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我们 我和顾明 如同在这里上 演了一幕双人话剧 剧情是一对男女 愤怒的争论者 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 究竟谁做的对 谁又做错什么 一位老板 忍不住打了个九哥 他赶忙捂了嘴 像是怕破坏了 此刻的氛围 影响剧情的走向 只是这突来的声音 让我们两个人意识到 房间里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顾明的表情 一下缓和了 眼里的晶莹 也隐退了回去 顾明站起来 说了句 我先走了 就拉开房门走掉了 院藤看着他的背影 高喊着 叫司机送你 你喝挺多的 别自己开车 打九哥的那位老板 眨白了两下眼睛 看着我又转头 看着院藤 完了 还没说明白 怎么回事呢 顾总平时和他太太吵架 都这么重口味 怎么跟看电视剧似的 我转身想要离开 院藤赶忙开口 等会儿吧 我再叫个司机来 送你回去 来 来 来用我的司机 用我的司机 那位最熏熏的老板 在一旁插了话 我说了句不用了 开了房门 飞适的逃跑了 我叫了出租车 坐上车一直不说话 司机问了我 几遍要去哪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行啊 那我把你拉哪去啊 随便吧 随便也不行啊 这么晚了 我拉完这趟活就要回家了 您这一随便 我得随便到什么时候啊 去天安门吧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 天安门的影子 脱口说了出来 司机终于不抱怨了 司机把我放在了 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 一下车就感觉到了 冬天的寒意 我紧了紧大衣 朝天安门走去 也许是周末的关系 虽然天很冷 也有些晚了 仍然有游客 在金水桥上拍照留念 年轻女孩的笑声 仿佛被风吹响的风铃 清脆又悦耳 摸着汗白玉的栏杆 回想着 十年前的我也曾在这里 开心笑着 十年前的那个十一 大学同学决定 要来天安门看升旗 大家怕抢不到最好的位置 于是决定在广场上 熬整个通宵 大家围坐在旗杆边 有的打牌 有的聊天 有的打盹 顾明却拉着我 站在金水桥上 对着毛主席的话想宣示 起初我不敢 觉得很丢脸 虽然那时候金水桥上 已经没有游客了 可是顾明的声音很大 我怕冲出个武警 来把我们俩抓走 顾明当时 看着我满脸不屑 丢出去评价是 真够的 也许是这句话刺激了我 把我的战斗力激发了出来 于是我也站在金水桥上 比他还大声 顾明请毛主席作证 说我们从那天开始 要当好青年 不再打架姿势了 我在旁边高喊补充着 除非有人先打我们 顾明夸我补充的到位 他说我们决定 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 我说 以后要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顾明说 我们要坚决贯彻 国家的一夫一妻的制度 一直到闭眼蹬腿的那天 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说 永远不分开 一直到全世界 都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俩到后来 都笑得很大声 他拉着我往广场跑 顾明说我觉悟真高 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都出来了 他问我 全世界能实现共产主义吗 我说谁知道呢 反正实现前 我们都不分开呗 我已在栏杆上 看着仍在照相的年轻人 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我自己 脑中的回响 让我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姐姐 拿相机的男孩 在旁边喊了我一句 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 您能帮我和我的同学们 照张合影吗 哦 好 我拿过男孩的相机 指挥着那几个年轻人 左站右站 帮他们照了几张照片 突然手机在兜里震动着 我掏出手机 来是顾明的电话 我犹豫了一会儿接了起来 你干嘛跟踪我 顾明的语气 听起来像是谴责 我跟踪你 我觉得顾明的话 实在令人费解 回头 我转过身 在金水桥的拱顶上 看见了顾明的身影 他缓缓地朝我这边走 我突然变得好 紧张被转过身去扶着栏杆 努力平静着自己的情绪 转过身的时候 发现顾明住了族 他在拱顶上 背靠着栏杆 举着电话看着我 你不说你回家了吗 我说我先走 顾明长出了口气 回家也睡不着 想起这儿了 就想来看看 好久没来了 我叫了出租车 司机说 他只认识天安门 嘿 你可真都能扯的 我想我也的确挺能扯的 只是不想承认 我们又想到一起去了 我低着头举着电话 不说话 顾明也不说话 过了好久 他在电话里缓缓地说 对不起 我抬头看他 有点不确定 这个词是他说的 我们两个是都不道歉的人 似乎是从很早就形成的默契 喂安东尼吗 为所有的事 我做错了 求你原谅我 顾明在电话里笑起来 看着他的表情 像是自嘲地笑 我这么久不来这里 主要是没脸见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没兑现我的誓言 是我先违背誓言的 我背过身趴在栏杆上 他自己一激动又哭出来 是我先离开的 不 你跟我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顾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俩又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道 谢颖 想去普罗旺斯吗 普罗旺斯 我跟顾明说过 如果结婚了 我们最好能去法国杜蜜月 然后去普罗旺斯 看成片的薰衣草 顾明说 我们攒够了飞机票 他要带一大包内裤去巴黎 然后我们俩摆地摊 从巴黎一路摆到普罗旺斯去 没准回来的时候 还能小发一笔 他说 从中国批的内裤才多少钱啊 去法国赚欧元 肯定赚翻了 我当时被逗得哥哥笑 觉得他特有经济头脑 我在法国待了这么多年 却从来没去过普罗旺斯 因为我一到巴黎就病倒了 像我们当初说的那样 摆地摊 一路摆到普罗旺斯去 敢不敢 你要同意 我明天就去批内裤 我又忍不住在电话里笑出了声 神经病 你不嫌丢人啊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 反正都是外国人 也没人认识咱们 我还在哥哥地笑 顾明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我 应 我们结婚吧 我的笑容 被顾明的拥抱定格在脸上 这拥抱让我觉得温暖 耳畔是他清晰的呼吸声 我想了半天 不知要如何回答 这问题真难答 我对身后的这个家伙 说的这句话 几乎毫无招架和应变的能力 没法拒绝 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甚至不敢去看他 听到我说不之后 失望又难过的表情 顾明刚刚让我尝试 回想我离开的那一天 他会是什么样 我到现在都没敢去想过 如果我脑子里有那个情景 我一定会从飞机场跑回家去 我常常认为 我们彼此了解到深入骨髓 是因为在面对许多考验的时候 我想 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 我会是何种感受 我要怎么做 安东尼的电话救了我 他打来的好及时 所以我不必回答顾明的问题 安东尼的声音 有些昏昏沉沉的 听起来像是情绪低落 你在哪 我像是很焦急的询问 我想我 真是个不合格的未婚妻 连装都装不像 在和顾明争吵之后 就把安东尼 被警察抓走的事给忘了 自己竟不由自主地 跑来天安门 回忆自己曾经的快乐时光 我在饭店 我已经睡了一小觉了 你回去了 什么时候回去的 有一会儿了 警察他们难为你了吗 安东尼在电话里叹了口气 可哦 我有时候不知道 要如何表达 我对这里的感受 我想了半天 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 你怎么了 他们把你怎么了 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我的英语那么不好 警察的英语也不好 我们只能靠一些单词说话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 大概一上车 他们问我 法国什么季节区最好 然后又问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他们问我 饿不饿 我坐在车上特别害怕 只会点头 后来他们就请我吃了顿饭 吃的是火锅 味道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吃的太多了 现在我的胃很不舒服 我说我有点疼 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回饭店了 还帮我买了胃药 然后说 希望我以后能遵守中国的法律制度 然后他们就走了 我现在味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现在准备继续去睡觉 安东尼回去了 我看着顾明告诉安东尼此刻的状态 顾明对此时没什么异常反应 让人体会到 他对这个事情毫不关心 太晚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快步地走着 顾明并没有追上来 继续逼问我结婚的问题 他在我身后高喊着 那我批多少内裤合适啊 还有你原来说要 沿着公路睡 一路睡到普罗旺斯去 那我是不是还得再去买两个睡袋啊 我突然转头看着他 我多大岁数了 还睡路边 你对我就不能大方点 我就不能住个饭店什么的 和顾明的这种说话模式 似乎都成了我应激的条件反射 刚说完就后悔 又没管住自己 行 住饭店 那我再大方点 飞机票我也包了 什么时候走啊 你让我想想 我高声回喊了一句 想快些走掉 你想屁啊 你华安 你以为你还年轻 是怎么着呀 我驻足忍不住回头看他 要是我岁数大了 你不嫁我 我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你远行看我打一辈子光棍啊 顾明刚说完 偶尔经过的三三两两的游客 都忍不住捂着嘴乐起来 不过这些事情 对于他来说 好像也是毫无所谓 他只是站在那儿等着我回答 跟神经病去蜜月旅行 我不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终于找到个理由 说完之后 叫了出租车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午 我接到了法国大使馆 通知我去领签证的电话 内心觉得这签证来得好快 好像故意不让我犹豫似的 我坐在门口穿鞋 母亲在一旁看着我 我昨天头有点痛 早睡了 嗯 你跟安东尼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和他说清楚了 还没 本来要说 结果出了点状况没说成 再找机会说吧 安东尼说 你的电话关机了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 来发现是没电了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顾明 一早给他打电话道歉来着 说 如果他下次来中国 他会好好地招待他 老妈看着我问题 问得小心翼翼 我家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刚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 摆了三个大箱子 安东尼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一边看一边黑黑地笑 我看了眼 电视是焦做菜的节目 我想 他大概也就能看懂这个了 他看见我回来了很高兴 站起来拥抱了 我吻了我的面颊 你怎么来了 我对安东尼出现在我的家中 有些奇怪 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搬来和你住 安东尼说完这话 母亲从厨房露出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出去买点东西 一会儿回来 母亲离开了家 帮我看看东西都放在哪里合适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顾先生早上给你打电话了 哦 宝贝 我本意不想说你的朋友不好 只是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有点怪异 顾先生一大早打电话来说 警察的事都是他的错 他只是想跟我开个玩笑 希望我不要介意 我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可是那天 我真的被吓到了 也许这是中国特有的幽默 我还需要慢慢习惯而已 他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亲爱的 别为了我破坏你们的友谊 我想了想 有时候我可能听不太懂 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还好有你在 我不想住在饭店了 我不想在跟你亲热的时候 还总担心有警察来检查结婚证 顾先生跟我说 如果我下次再来中国 他会好好的招待我和我的家人 我想了半天 觉得他可能不希望我 继续再住在那里了 我住的是有些久了 顾先生是个慷慨的人 我不应该再叫他破坏 我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 觉得自己有些躁热 不是因为我和安东尼 这位56岁的大爷共处一室 我只是在想 我要如何开始我的话题 我站在窗口 一直向外看着 窗外的风景 可真不怎么样 安东尼是那么讨厌这里 却非要搬来跟我一起住 安东尼 你为什么会爱上我 我的眼睛 仍然看着窗外问了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差异差得那么远 年龄也差得远 认识的时间很短 哦 亲爱的 我一直希望你能问我这个问题 安东尼仍然蹲在行李旁 像是在组织语言 一开始 你妈妈来看房子的时候 我并不想租给她 我有点担心 不同人种的宗教信仰 和生活习惯问题 可是你的妈妈 好像对房子很满意 我没有马上拒绝她 我担心我的房子租不出去 因为我的租金挺贵的 我的生活状态很拮据 我很需要钱 后来 你妈妈带你一起来看房子 你一走进来 我看见她第一眼觉得你 很漂亮 安东尼又开始做她那个 绝嘴的怪表情 好像说到这个 让她很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看亚洲人的年龄 我觉得 你应该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你说话很礼貌 一直在笑 充满了活力 由于Emma的病 我很多年都是在压抑中度过的 我刚刚从那段日子中恢复过来 然后你来了 就好像一下把我的屋子照亮了 我当时很想让你留下来 所以我给你降了租金 一开始 我只把你当成一个有活力的小女孩 我想让你为我那死气沉沉的生活 增加些色彩 后来我才知道了 你的真实年龄 安东尼摆了个舒服的姿势 坐在了沙发上 不再继续收拾她的行李 我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之后 我开始把你当一个美丽的女人来欣赏 我发现你的生活很有规律 你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然后化一个很简单的妆 就去上班了 晚上回来的也很准时 而你回来晚都是工作耽误了一点点时间 你的生活习惯也很好 不抽烟不喝酒 吃的东西也很健康 有一次你买完东西回来 可能因为走路的原因 脸色很好看 我当时在想 要是能跟你生的孩子 那孩子一定很漂亮 我跟Emma早就想要孩子 只是很久都怀不上 后来她生病了 所以就更不可能有孩子了 Emma住院的时候 一直跟我说 娶个好女人 然后生个健康的孩子 那天我突然想 也许你是Emma为我安排的那个女人 我心里决定要追求你 我想办法找机会接近你 可是我总感觉你在躲着我 或者你认为 我是对你的妈妈感兴趣 因为我一去你就出去了 总是把我和你妈留在一起 有一天我在餐厅后面的过道里休息 然后看着你在街对面经过 然后你在那个咖啡店 坐下来 看你电脑上的东西 在不远的地方 有个年轻又英俊的男人 一直在盯着你看 我当时 想他一定是想过去和你搭讪 果然他很快就坐到你那张桌子去了 我当时心里很紧张 那男人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人 我想 你们至少会互留电话 可是你当时的表情 变得慌张极了 笑得很勉强 还有点害羞 我想你 可能再尽量保持礼貌 然后你开始慌乱地收拾东西 还不小心碰撒了咖啡 你拿纸随意擦了擦 跟那个男人寒暄了几句 然后就走掉了 哦 我的天啊 我当时觉得你真可爱 你没看见那男人失落的表情 很早以前 我就听人说过 东方女人很保守 有的女人几十岁了 可能都没谈过恋爱 后来我在想 也许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总是表现得安静 优雅 礼貌 看见我时总是保持甜美的微笑 我觉得你是个真正的淑女 我谈过恋爱 哦 好的 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吗 安东尼说完 哈哈大笑着 我没笑 很平静地看她 她摆了摆手 好吧 也许我没什么幽默感 事实上 那天我真的很慌乱 我不太会和男人相处 我只会和一个男人相处 用我们特有的方式 安东尼的笑容渐渐收了起来 你说的那个男人 不会是我吧 是顾先生 安东尼指示着我 过了一会儿 她又微笑着说 好的 没关系 都过去了 我也不是一个淑女 不过我再尽量地装成一个淑女 我安静 是因为我跟你没话好说 你说的话 我也不想听 什么优雅礼貌 总是保持微笑 开始是我想让你对我有个好印象 因为你的房子很漂亮 租金又很低 是最理想的选择 后来我连租金都不想付了 所以我希望我妈能嫁给你 其实你们俩挺合适的 不过可惜你不喜欢她 后来我发现你对我挺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跟你约会 你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就答应了 安东尼直愣愣地看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 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一边笑一边说 哦 亲爱的 你真是很幽默 我居然差点上你的当 谁会为了把房租省了 而答应嫁给房东 安东尼捂着肚子 像是笑叉气一样 我很平静地等着她安静下来 她笑的时候一直在看我 最后终于安静了 真的是因为房租 不是因为爱我 我点头 点得很坚定 我太老了 我不够英俊 我也不富有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如果有爱的话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什么 不爱的话 我翻着眼皮想了想 你说的这些 还真的是原因 就因为你说的这些好了 安东尼疼得从沙发站起来 表情里充满了愤怒 她的声音像是在咆哮 可哦 你真叫我失望 中国女人都像你这样 不是 只有我这样 我做了个深呼吸 不想让我本来刻薄的前置 发挥得太透彻 我尽量想一些 婉转又能让人接受的言语 这时候我竟然发现 我可真不适合 再去考虑结婚的问题 无论再遇到什么男人 我都得去非理编撞谎言 自我修行 我的前半生 就已经像一场修行了 我可真是有某种自虐倾向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值得我去费这种脑子 小心翼翼的编谎话 维护住 我想要替他维护的东西 再多的男人 我真是招架不住 我只会和一个男人相处 可能你有很多缺点 不过这些 在我看来 和年轻男人 被我发现了一根白头发 英俊男人的脸上 有一个物质 有钱男人不小心 忘带了钱包一样 让我难以接受 不爱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 是难以忍受的缺点 我希望安东尼能理解 我要表达什么 他站在那看了我好久 你要和顾先生 重新在一起了 现在换成了 我盯着安东尼看 我的表情是思索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安东尼又坐回到沙发上 你当初为什么要和他分开 因为他太穷了 安东尼眉头伸索 他的呼吸都变重了 我想 他大概在想用 什么言语谴责我 我生不了孩子 安东尼 我有病 生孩子有可能会死 我可不想 为你去冒这种险 你病了 什么时候病的 这是真话吗 我忍不住笑着点头 真话 从现在开始 我都会跟你说真话 你也可以说真话 什么都可以 我站起来 给安东尼倒了杯水 自己也倒了一杯 我又站到了窗口 看着外面 你说的没错 这不是一个 令人喜欢的居住环境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很穷 我很早就生病了 大学一毕业 我找了份正式工作 入职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 顾先生的妈妈病了 他的生活压力 已经够重了 我本来想帮他 没想到 自己成了另一个负担 我不想当他的负担 所以就走了 他像个小孩似的 趴在沙发背上看着我 你什么都没说 然后就走了 没有 为什么 怕他伤心 怕他自不量力地 想要照顾我 我打赌他 还会自不量力地 那么去做 然后看着我一天 不如一天 然后在我面前强颜欢笑 自欺欺人地骗他自己 说我会好起来的 然后为了这个理由 把自己累得跟牲口一样 结果我还是死了 什么都没给他留下 只留下让他继续穷 个十几年 还不完的医药费 靠 要真是这样 我肯定自杀死了了事 后半句 忍不住抱了粗口 用中文一时冲动脱口出来 安东尼转身坐回到沙发里 半天都不出声 我靠过去看他 他捂着脸 小声地抽气着 安东尼 你没事吧 我刚问完 安东尼大声地呜呜地哭起来 你就是Emma派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爱我 安东尼的哭声 怎么都止不住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 只能不停地拽纸巾给他 安东尼擦着眼泪 声音里全是颤抖 那就是 我曾经的生活 在病床边笑着看他 拽着Emma的手 告诉他他会好 可是我一走出病房 医生就会找我谈话 告诉我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他时常昏迷 医生总是问我 同样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救他 我恨那家医院 我恨那个医生 我恨我经历的一切 医生总是跟我说 这次就过来 他也不会活太长时间 他逼着我选择让他死 Emma后来也知道了 他每次睁眼的第一句话 就是看着我说 求你了安东尼让我死吧 能拉着你的手这样死去 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很早就生病了 没什么劳动能力 法国医保报销很有限 我卖了家里的很多东西 最后是我让他死的 我同意的时候 Emma在校 可是我有很深的罪恶感 那些年我每周 都去教堂忏悔 我不知道正确的案 我让他死 和不让他死 都是我的罪恶 顾先生为什么这么幸运 安东尼坐在那哭了好久 我在他对面看着他 脑子里有一个景象 一个年轻女人 躺在病床上 拉着年轻男人的手 在合眼的那一刻说 能这么死去 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通常是爱情剧里 凄美的高潮结局 我在法国治疗的时候 偶尔会为自己 幻想这个场景 刚想到的时候 的确觉得幸福 再多想想 就觉得这电视的女主角 可真够孙子的 二十来岁 什么都没干呢 就准备要死 丢下去 我真幸福之后 一蹬腿一闭眼 他幸福的去了 估计男的得为他这句话 不痛快几十年 大学的时候 同宿舍的女生推荐我看 人鬼情未了 那时候刚和顾铭 正式谈恋爱没多久 可是看到生死离别的时候 却很有感触 伤心地哭了半天 然后逼着顾铭 一定要看 我陪着他 坐在电脑旁看完了电影 我哭得用完了三包纸巾 他坐在那儿 磕了两包瓜子 我特别愤怒斥责他 你是不是人啊 你就一点都不敢动 哪值得敢动啊 一男的死了 非不好好死 非得变个厉鬼 回来缠着他老婆 应该找个毛山 倒是收了他 怎么是厉鬼啊 兜夫无比 哥德宝身上了 还不吓人呢 而且我也特别讨厌 那俩人抱一起 霍西尼的桥段 一看就是一个 黏黏乎乎不干脆的人 我要是死了 就算我真变鬼 我也是回来拿板砖拍你 拍完了 我就直接闪人 不是 应该是闪鬼 干什么 想报仇啊 把你拍失忆了 然后把我忘干净了 好开始新生化 顾铭从来就不是浪漫的人 说的话大多都不中听 不过静下心爱想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甜蜜 我记得那次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愣愣地看着他 然后的感觉就是甜蜜 我特小声地嘀咕 那要是我死了 我也来拿板砖拍你 我刚说完这句话 顾铭抬手就扇了我一个小嘴巴 说疼不疼 说痒不痒的 不过我当时就窜了 印象里 他是第一次动手打我 我当时 想我可不关你这臭毛病 顾铭抬胳膊 抵挡着我的报复行动 嘴里还大骂着 瞎跟我这扯什么蛋 什么死不死的晦气不晦气 再说了你已经拿板砖拍过我了 我也没失忆 我还对你印象更深了 我不会娶你的 和OA 即使你长得再漂亮再优雅 再像淑女 我也不会娶你 我不会娶一个有病的人当妻子 即使世界上只剩你一个女人 我宁可单身 也不会娶你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撇着嘴看着她点了点头 我想 真话里80%的话 都是极其刺耳 和令人难以接受的 尤其是后面那句假设 简直起到了话龙点睛的作用 我原来就打算 娶一个健康 而且要比我小很多的女人 这样 再没特殊原因的状况下 我可以死在她前面 把一场我甩她的戏码 变成了她甩我的戏码 不过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只要结果相同 就是好事 我点头继续表示赞同 安东尼你放心 即使世界上只剩你一个男的 我也不会动半分嫁给你的心思 这很好 安东尼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也不要嫁给顾先生 安东尼又想了一下 我的意见 是你最好谁都不要嫁 但是你可以有一些好的床扮 不然你总是一个人会很寂寞的 安东尼角色转换得很快 感觉 她从一个未婚夫 立刻变成了一个闺蜜 要不然 我们一起回法 做不了夫妻 我们仍然可以是好朋友 我可以继续 算你便宜的租金 但是你得帮我打扫房间 如果你回来得早的话 你要负责做晚饭 每周彻底清洗一次厨房 安东尼看着我再笑 还好我没彻底爱上你可欧 不然我不知道难过多久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伸了下手 时间不早了 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你是不是该离开了 我今天不能住在这里吗 这么多行李 难道我还要再带回饭店去吗 你知不知道 我这个房子有多接近二环 你知道 北京现在二环的地价值多少钱吗 你在我这住一晚 我巴黎一个月的房租都不用付了 你还要住吗 安东尼看着我又开始撅嘴 他收拾了他的箱子 往门口走 刚一出门 我立刻喊了他 安东尼 我跟你说的是 别跟顾先生说 不然会让事情变得很麻烦 我会回法国的 房租的事 我们回法国再商量 你知不知道 我住的那屋地毯都发霉了 还有 我睡那个床一翻身 就会咯吱咯吱地想 我估计他 很快就会散架 万一我摔伤了 你要赔我很多钱的 还有我跟你说过至少两次 我需要接入一根网线 别人告诉我说 家里插一个WiFi就可 可是 你根本不上网 所以你从来不记得插 好吧 我知道了 安东尼拉着皮箱往楼下走 他转头看我 订回法国的机票的时候 帮我订一张 你得先给我钱 安东尼的脸上 又呈现出憨斗先生 撇着嘴 摇头晃脑不情愿的表情 他从外衣兜里掏出钱包来 数了几张欧元递给我 多出的钱 一定要还给我 知道了 订好票联系你 说完 我就转身走进屋里 把门关上了 Chapter 32舍不得 母亲进门的时候 已经快晚上六点半了 我正在电脑上 查找着去法国的打折机票 安东尼走了 嗯 我随口附和着 都说清楚了 嗯 他没生气 生了一会儿 然后就好了 我以为他要难过好久的 他看起来好像很喜欢你 一共认识没几个月 能多喜欢啊 外国人不都那样吗 我一跟他说我生不了孩子 立刻变得可清醒了 还给了我一堆建议 让我谁都别嫁 但是最好能找一些英俊 和身材好的床扮 以填补我孤独寂寞的感情生活 真能瞎操心 以为我跟他多数呢 你在干嘛 在买回法国的机票 刚说完这句话 我忍不住拍了桌子 还告诉我多的钱找给他 哪需要找钱啊 没准还得给他贴钱呢 年纪大 倒是一点都不傻 要走了 嗯 什么时候 大后天 这么快 母亲的语气是吃惊 你这孩子总是这样 一点缓和都不留 留什么缓和的余地 我侧头看着母亲 我是说 不准备去跟顾明告个别吗 我摇了摇头 我跟他告不了别 我能力有限 控制不好情绪 可能会有很多 处理不了的状况 这次是不是走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转头看着母亲好久 又继续回过头去 看着电脑轻轻地 嗯了一声 那要是下这么大决心的话 不如去跟他说些什么吧 比如去跟他说 你心里就是容不下 他结过婚的事 所以接受不了他 给他个理由 省得他心里还是放不下你 这样好吗 我有点质疑母亲这个建议 觉得自己都要走了 干嘛还非要给别人心里添堵 可是隐约又觉得 好像是有些道理 既然此刻已经决定不再回来了 当初的离开 是抱着决绝的心而去 却总是忍不住幻想着 有一天能康复如初地 再站在他的面前 然后像个快乐的小鸟一样 钻进他的臂弯里 告诉他 我当初不是绝情的背离而去 我的心里一直一直都是他 谁都不曾靠近过 我是不太懂爱不爱的事情 总是觉得 什么事还是有始有终的好 母亲叹了口气 我去做饭了 坐在沙发上想了好久 突然站起来 冲到卧室里 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柜子抽屉全都翻了个遍 又开始趴在地上看着床下 最后终于在客厅的沙发后面 找到了我寻觅的那个袋子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 什么东西 我从袋子里拿出来 曾经给顾名制了一半的围巾 上面全是灰 连蓝色都看不出来了 毛线好像也变糟了 叹了口气 把袋子扔在茶几上 走到门口开始穿大衣 妈 我出去一趟 饭要好了 你干什么去 隔三条街 好像有个替人制毛衣的小店 我去看看 那儿有没有毛线卖 几点了 出去买毛线 人家开门吗 去看看也不远 明天再去不行吗 原来答应过 要给顾名制条围巾 总也制不好 制一会儿扔一会儿的 后来知道生病了 就把这个事给忘了 没想到这家伙一直还记着呢 你说的 有始有终的好 你要不说这个 我又给忘了 脑子真是不好使了 没几天时间了 不知道能不能制起来 我开门要出去 母亲在身后追喊着 要真是开着门 你就让那店里 帮你制一条好了 我从门外探着头看母亲 可是我当初跟她说 我亲手制给她 你就说是你制的不就行了 那不成了骗她了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骗她 被母亲说的有些沮丧 我低着头离开了家 我想 也许是老天 都想帮我完成心愿 那家小店 居然还真开着门 买了我想要的深蓝色毛线 拎回家的时候 老妈又开始唉声叹气的 你们俩可是爱较劲 还特别爱跟自己较劲 你现在买线回来 是不是又要熬夜干这事了 不用熬夜 这东西很简单的 以前姥姥就给我织过围巾 一天就能织好 你姥姥是手巧的人 没继续和母亲讨论这个问题 简单地吃了两口饭 钻进屋子里 开始研究起那些毛线来 我想母亲说 姥姥手巧大概还有后半句 就是我的手很笨 这个事情 我自己很早就知道 不然当初也不会答应她的事 始终都完不成 两夜一天的时间 我没有熬夜 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 可是心里总是惦记着一件事 睡不踏实 不经意就醒来了 醒来后就继续研究那些毛线 比我预计的时间要短 我对自己还比较满意 看着手里 那条可以被称作围巾的成品 一下子松了一口气 总体来说 我对这件手工艺满意 没露针 没错针 一头和另一头的宽窄度 我拿尺子凉了凉 没差出十厘米 我内心也希望能像那些 心灵手巧的女性一样 织一条像模像样的作品 然后让带着她的人 有种得意的神情 足够她四处得死的 回想起来 实在是我当初太自不量力了 干嘛让自己承担一个 如此艰巨的任务 用老妈的话说 我真是爱跟自己较劲 这东西 如果在当初送给顾明 她一定会我说糊弄她 现在不管她说什么 总之 我答应她的事是完成了 脑子里努力地思索 还答应过她 什么事是我此刻利索能及的 想了很久 要不就是一件都想不起来 要不就是一下想起很多件 只是想起来的这些 好像都做不到了 第二天起得很早 攥着围巾在屋子里四处溜达 想着要以什么方式 把这条围巾送出去 我的脑细胞真的是太少了 光想这个问题 一上午就过去了 可是我仍是没有妥善的方法 吃完午饭继续想 看了眼表下午过半了 终于给怨腾打了电话 怨腾你在哪呢 外面 自己吗 嗯 生意上的事 我负责的 有点事能见一面吗 那等我谈完去你家找你 算了 我去找你吧 你在哪 也好 回头我可以请你吃饭 上次你撒泼那个咖啡店 记不记得 好的 知道了 到达咖啡店的时候 怨腾还在跟人说事情 我不想打搅到他 找了个他看不到的位置坐下来 服务员拿来饮料单 我想 上次是怨腾请客 我都没认真看过这个东西 现在看着那个 价目表手都有点抖 点了杯最便宜的饮料 闷着头直溜直溜的喝着 咖啡店里的人少得可怜 能目测到的 有三桌客人 一桌像是也在谈工作上的事 另两桌都是老少配 总之一看就不是原配 饮料喝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开始咬那个吸管 不知道怨腾还要说多长时间 我可不想再点一杯东西 不管是谁出钱 心里正想着是 看着怨腾陪着两个男人 辗转走向门口 边走边说着告别的 他的余光扫见了我 朝我笑了下 我看着他 一直陪两个人走出门口 握手告了别 怨腾转身又走进了咖啡店 你早来了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 没多话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说你到了 我能早点结束 别了 怕影响你生意 喝什么了 怨腾朝服务员招手 服务员又把饮料单拿了过来 我这个就够了 再来点别的吧 怨腾又点了两杯饮料 笑嘻嘻地看着我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我继续低头咬那根吸管 犹豫了半天 把一个袋子放在了桌子上 嗯 这个 什么啊 怨腾打开袋子往里看了看 把那条围巾拿了出来 这是什么啊 是围巾吧 怨腾面有喜色 仔细打量了起来 这不会是你知的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怨腾又继续说着 一看就像是你知的 送我的 这年头 还有人为这种围巾吗 怨腾把那围巾绕在了脖子上 你不会 还在迷恋什么 冬日练歌吧 那都多少年的电视剧了 现在为这个土不土 这东西跟我配吗 不过 有一点你倒是明白了 原来老琢磨 把顾铭打扮成裴永俊 他哪像裴永俊啊 连眼镜都不戴 我努力努力 可能心到大点 不过 谢尹我得说句实话呀 你这活可够糙的呀 你看这前前后后又送又紧的 你这也就是送给我 你要送给顾铭 呀肯定得让你反攻 我就勉为其难 把你这练手的活收了吧 怨腾低头评评我那条围巾 带着笑抬头看我 我半张着嘴看着他 不知道要如何接话 他看了我几秒钟突然道 我是不是又自作多情了 这不是送我的吧 怨腾把围巾摘下来 叠了叠放在了桌子上 你要是特别喜欢 等我有空了 再给你支一条 甭了 我不是特别喜欢 说实话这东西 也不太能带出去 真带出去了 人家要问我谁知道 那我说什么 我哥们的女朋友知道 你 能帮我把这个带给顾铭吗 干嘛要我帮你呀 你自己给他呗 我看着怨腾不说话 还因为安东尼的事 跟他怄气呢 我仍然沉默 你不会是 又准备要走了吧 我低头又开始喝那 剩下的三分之一饮料 什么玩意呀 我才不管你这事呢 怨腾忍不住喊了出来 远处的那几桌客人头 头来好奇的目光 我皱着没看他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反正我不管 要不然我给交个快递公司 你让快递给他送去 本来想让你帮我给他带话的 实在不行 也只能这样 那我给他写封信吧 我抓那围巾 想要把它塞回袋子里 怨腾手快蹭的一下 把围巾拿走了 你还真要找快递呀 不是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走吗 不习惯了 哪儿不习惯 哪儿哪儿都不习惯 比如 比如 我转着眼睛四处看了看 服务员刚好端上 怨腾点的那两杯饮料 比如 你们怎么那么喜欢来这种地方 这喝的什么东西 一杯咖啡好几百 到嘴里还没流到嗓子眼就没了 这不就是宰员大头的地吗 你们还觉得 伴儿有情调被高当 这就是差距你知道吗 差距 行 我跟顾明说 回头我们谈生意 全奔麦当劳 全天免费序 我当多大的事呢 还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能解决的解决 不能解决的我告诉顾明 他准能给你解决了 人太多了 人多 问题你走的时候 中国就是世界人口第一了呀 就是不习惯了吗 不习惯这没事啊 中国有人少的地方 要不你们俩笨可可犀里 那有无人区 就你们俩多好 院头 你不愿意帮我就不帮呗 你跟我这扯什么大啊 是我扯大 还是你扯大啊 你这叫什么理由啊 我帮你带这话 我是倩抽是怎么这样 我低着头沉默了一阵 我放不下 他结婚的事 用几乎只能自己听见的声音 小声的嘀咕着 啊 我告诉了院腾 院腾看着我眨白了两下眼睛 终于不再反驳 我们俩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谢盈 很轻柔的声音 从较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我寻声看去 在拐弯处 安雅南笑盈盈地歪着身子看着我 真的是你啊 他带着微笑 朝我走了过来 声音里都是喜悦 边走边说着话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刚跟声音上的人谈了点事情 正准备要走了 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结果一看 还真是你 安雅南说着话 已经走到了桌子旁 我想 我的表情肯定是傻的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会碰到他 我也根本不想碰到他 任何时间地点我都不想 院腾也有些发傻 他侧头看着安雅南 也没说出话来 我们俩还在发愣的时候 安雅南突然伸手扇了我一记耳光 我的耳朵顿时一阵冥想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桌子上的那杯饮料 已经全泼在了我的脸上 院腾像是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蹭的一下窜起来 拉住了安雅南 安雅南 你疯了 安雅南似乎并没有满足 院腾拉着他 离开了我的桌子 他想抓住什么扔过来 最后 他抓住了那条围巾 扔到了我的脸上 围巾落在了我面前的一堂咖啡上 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才刚刚意识到我要还手 仔细想想 这辈子好像还没被谁这么狠地抽过 安雅南有些歇斯底里 他一边指着我一边大骂着 我早就想抽你了 这么多年 我才等到这一天 怎么能有你这么尖的女儿 你还有脸回来 你还好意思回来 我告诉你 我刚才那一巴掌 是替顾明打的 我今天就把命交在这儿 我非打死你不可 你放手 怨疼 你放手 安雅南一直挣扎着 我高举着的手 正准备打击暴腹的时候 听到他的喊话 就那么戛然而止了 忽然觉得这种争斗 实在没有意义 小声说了就算了 回去拿了那围巾 去了洗手间 我站在水池边 开着水龙头 在洗围巾上的咖啡字 不知道会不会让形状 本来就不好的围巾 变得更加不好 低头看着那条围巾 隐约觉得 也许他注定就是送不出去的 抬头看着镜子里自己 脸上留下了红红的纸印 可能这个地方 是受了某种诅咒 特别适合那些成功人士的 大小老婆们 打架斗殴 那我今天又是什么角色 我在洗手间里待了很久 无奈地攥着那条围巾走了出来 怨疼就在门外等我 你没事吧 没事 安雅南呢 走了 你脸怎么样 脸 脸好好的 我送你回家吧 不了 我想一个人转转 你不用管我了 那围巾用我帮你给他吗 我低头看到围巾摇了摇头 算了 本来就知道不好 现在还脏了 走出了咖啡店 觉得好冷 出门的时候天很阴 现在天暗下来 觉得从里到外都阴冷阴冷的 看着那围巾抖了抖围在自己脖子上 虽然有一半是湿的 但至少另一半是干的 就靠那干的一半去点暖吧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雪 闷了一天的雪此时 也和时宜的偏偏致 插着都低着头 沿路行走着 感觉雪落得越来越急了 下班时间 路上的车很多 各处的鸣笛声越来越响 显示着人们急切回家的心情 路上的行人也都如我一般 低着头急步行走 只不过 我是越走越缓 侧头一面落地橱窗的美景吸引了我 抬头一看 是一间婚纱店 橱窗里 大概是他们的镇店之宝 美得让人吃惊 贴着橱窗外 看着那恶娜的假人 穿着华美的白色长裙 面前的玻璃 被我鼻息 吹得一团雾一团雾的生气 我像是终于找到了事做 开始研究那婚纱上镶嵌的珠子 和那些美丽的蕾丝 我想 这辈子 我都不会有机会穿婚纱了 手机在兜里震动 拿出来一看 是顾名的电话 站在那犹豫了好久 最后选择了把手机关掉 也许是我在那面橱窗前站了太久 服务员开门站在门口问我 小姐 你要不要进来看 雪下这么大 你已经站那里很久了 我笑着摇头 服务员撇了下嘴 又转身回到店里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只是觉得 站在这里看着这婚纱 似乎能让心情好一些 所以就站在这里继续看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耳盼传来 我侧头看到 安雅男背靠在玻璃上 手上夹着支香烟 真不知道她是哪里冒出来的 我转头四处看了看 只看见路边停着一辆 看似十分豪华的跑车 我的车 二八 哦 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又继续欣赏那件婚纱 谢影 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怎么也不通知老朋友一声啊 我好设宴接待你一下 不必了 朋友这个词说出来 就有点假了 安雅男笑得很刺耳 谢影 是不是国外混不下去了 没办法 只好回来了 你不是一直特别骄傲加自豪吗 你眼里放过谁啊 你看看 你现在这穷酸样 是不是从哪儿打听到顾名发达了 舔着脸回来 抱你前男友的腿来了吧 安雅男伸手捏了捏我衣服的领子 又拽了拽我的围巾 你这围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住那地方的保姆 都不为这个 我转头瞪他 安雅男 我跟你没话 请你开着你的228有多远滚多远 哟 急了 谢影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 你嫉妒不嫉妒我 你看看我穿的带的 我拎的包 我的车 有机会你再去看看我的房子 你说 你当初要是不走 这些不就都是你的吗 可惜啊 你没那么大造化 心里特后悔吧 你说 你再坚持一年 一年顾名就起来了 多风光啊 当顾总太太 你记不记得 我当初跟你说什么 我说 你们俩迟早得分 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死了就分 到头来怎么样 还不是不小心 让我猜中了 安雅男的笑声 像是个胜利者 我仍然很专注地看着橱窗 你们俩不也离婚了吗 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话 你混蛋 我余光扫见安雅男的手 又举了起来 你再敢碰我一下 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 我说的颇具威慑里 安雅男把他高举的手 又收了回来 他把香烟扔在地上 狠狠地剁了急酒 谢影 我告诉你 你还真别这么得意 我离婚是因为 顾明跟那个烂活秘书 搞在一起了 我安雅男是眼里 揉不下沙子的人 要怪就怪我自己眼下 说白了 男人都是臭狗屎 装得再痴情也一样 谁信谁是傻子 幸亏你走了 要不然 现在跟他离婚的 就是你 当然了 也许你心胸比我宽 自己老公是公用刚比 也无所谓 我可不行 逮哪差哪的男人 我光想就觉得恶心 不过你们之间 不是号称有真爱吗 我知道你也不在乎这些 反正你见他也见 一对贱人凑在一起正合适 安雅男面向那橱窗 看着那件婚纱 给你个建议 这件太便宜了 让顾明给你买贵点的吧 反正他现在也有钱 养十个八个女人不在话下 多你一个也不算多 安雅男还没转身 我猛地出手 推了他的后脑勺 他的前额东的一声 撞在了橱窗的玻璃上 那整面玻璃 好像都在抖 他转过身来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一手 抓着他的脖领子 另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是不是我在咖啡店里不还手 让你误会我什么了 安雅男眼睛瞪得很大 整个人陷入到无措的状态里 我想 不管他现在的嘴变得多么贱 他也始终是个 曾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温和女性 不管我想尽力表现得多么大度能忍 我也始终改变不了 一生气就爱动手的三亲子的本色 你放手 你放开我 你再不放手 我要报警了 安雅男一只手 努力地拍打着我 我看着他那张美丽 半斗气半真实的话语 没想到我刚一说完 他的眼里瞬间勤满了泪水 他的表情让我觉得 他委屈极了 他的眼泪像是闸门被打开一样 越流越多 当初是你先走的 谢影 是你先抛弃他的 我又做错什么了 我错什么了 我无非就是 喜欢你男朋友而已 是你熬不住苦日子 你逃跑了 他妈妈去世的那段日子 是谁陪在他身边 是我 是我 我凭什么就该受这险 大学里谈恋爱的那么多 有几个最后在一起的 我才是 跟他正式领结婚证的那个人 可是为什么从头到尾 我都觉得 我是个第三者 现在你回来了 你就那么勾勾手指 他就什么都不愿地 又跟你在一起了 挑婚纱是吧 安雅南用力地 垂着那面橱窗的玻璃 你知不知道 我也没穿过婚纱 我又一次感觉到 像命运抗争的无力 无论我们站在这里 怎么互戳废管子 疼了半天的最后的结果 也还是疼而已 不说了 我努力摇头转身 想要离开 也许我的表现 像一个伦理道德上的失败者 而安雅南却毫不留情地 成圣追击 他在我背后高喊着 谢影 从你走的那天 我就每天上三柱相拜神灵 你这样的女人 什么都不配得到 就算你们在一起了也一样 我从现在就开始 咒你不得好死 我回国身 又快步地朝他走了回去 表情里全是怒意 你说什么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安雅南的脸上 又闪现出恐惧 他后退了两步 半张着嘴看着我 什么叫不得好死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不得好死 也许我此刻的气势 过于强盛 他看着我支支吾吾的 解释什么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 死就是死 什么叫好死 什么叫坏死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自己去理解吧 如果有一天 我重病缠身 孤独地客死一乡 叫不叫不得好死 叫不叫 我的语气咄咄逼人 眼睛一直在瞪着他 他被我看得很不自在地点头 那恭喜你 你败的神还真灵 你的诅咒应验了 那就是我将来的结果 我就是这个下场 你觉不觉得满意了 你的心里好受点没有 他又摇头又点头像 是不知道要如何表达 还不满意 那没有婚礼 没有婚纱 没有复合 现在呢 平衡了没有 你们没有重新在一起 安雅难问得很小心 仿佛这件事 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没有 我更大声音地咆哮着 为什么 因为我生病了 没准随时会死 所以我不想 我想知道 我到底是多坏的女人 你凭什么这么狠地咒我 我到底做了多大的措施 就因为我病了 我不想给顾名找麻烦 自己躲到国外去等死 我就该被你这么诅咒 我什么都不配得到 我他妈在这儿 绞尽脑汁地想也想不出 我得到过什么 除了一个认为 可以厮守一生的男人而已 没了 什么都没了 就剩下不得好死了 这通常不是我的路数 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 让别人同情我 就算别人听了我的事 变得痛哭流涕 最后顶多也就是 伤胆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真可怜 这几个字 对于我来说 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意义 它最大的意义 就是再次提醒我 我真可怜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如此 有人可爱 有人可恨 有人可恶 我的固有形容词 大概也就是这个了 挣扎了半天 也就是这个 那么就面对吧 我要回法国了 后天走 这次走了就不回来了 法国 安雅南的声音极其微弱 你爸妈不是在美国吗 你什么时候 又跑到法国去了 我早去法国了 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我就去法国了 横竖都是不得好死 好歹也挑个 稍微喜欢的地方 不得好死去吧 安雅南目光呆滞 眼泪从他的眼里 一滴滴地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 他的脸上挂了点微笑 是吗 我先回家了 他从我身边走过 不小心撞了我的肩膀 脚步略有些亮强 还没走到他车子的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雪太滑 还是他穿的鞋子太高 他一个不稳摔倒在地 我在后面看着他 以为他很快就会站起来 他没站起来 就那么坐在雪地里 一动不动像尊雕像一样 我靠过去看他 他还一直默默落泪 像个楚楚可怜的冰雪美人 哎 你坐在地上干嘛 你起来吧 安雅南没什么反应 瞪着眼睛看着远处 唯一不变的就是 一直掉眼泪 样子像是失掉了灵魂 那你坐着吧 我回家了 你早就劝过 我不要介入你们之间 你说你们两个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当时觉得 你真是自以为是 我那时候 只是默默喜欢他 我并没觉得 我做的有什么不对 后来你走了 跟很多人失败的初恋一样 我想 总有一个人是熬不住的 不管是你先受不了顾鸣 还是顾鸣先受不了你 我都会是他一转身 看到的那个人 现在想想 原来一直是我自以为是了 是我不自量力了 我该听你的劝 所以这结果 就是我注定的吧 安雅南称交弟 想要站起来 一下失去了重心 又坐了回去 我伸手想去掺他 他推开了我的手 自己站了起来 他看着我再笑 很柔和充满了善意 感觉到有些暖融融的 其实我知道 一直就是你 从来就是你 没有别人 什么国瑶秘书 不管是他用来应付我 或者我拿来骗自己也好 总归是给了我离婚的理由 多次法国 拼命地学法语 不停地给法国的 某家私立医院捐钱 顾名这个人 什么时候变大善人了 没给中国的医院捐过钱 倒想起先给法国的医院捐钱了 原来他是为了给你看病 我倒宁愿相信 他是为了做善事 现在想不面对都不行了 怪不得他提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我说要他全部的钱 他很快就妥协了 他当时跟我说 钱跟他命一样重要 没钱他就没命了 说实话 我当时还对他小失望了一下 我想 他也不过是个穷怕了的男人 至少他还有舍不得的东西 原来他不是舍不得钱 他是舍不得你 Chapter 33神坛 雪下的太大了 一时间只能看见炫武的白色 朦朦胧胧的 让我眼睛都花掉了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是应该想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 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 捋清事情的脉络 脑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剪影的画面 越堆越多 堆到后来我终于当机了 眼前是朦胧的白 脑子里也渐渐变成了白色 谢盈 喂 喂 安雅南伸着手 在我眼前一直晃 我的眼睛终于有了聚焦 从朦胧的白色中收了回来 看见了他的脸 安雅南此刻的笑容 就如同大学里睡在我上铺的时候 让人体会到的是真诚和美好 他也如那时候一样 靠过来跨住了我的胳膊 声音里是欢快的腔调 谢盈 你请我吃顿饭吧 上学的时候 我请你吃过那么多好吃的 你怎么也该请我一次 我被他跨着胳膊 跟随着他 沿着扑满雪的人行道 走进了一家肯德基 安雅南说了 要几号套餐 就找了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 我犹豫了两秒钟 按他的要求买了套餐 坐在了他的对面 其实我不太知道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还好安雅南给了我简单的指示 来填充我现在混乱的心情 打发掉这段迷茫的时间 雪下的真大啊 安雅南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 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他 从他在咖啡店里出现 一直到现在我还没认真的看过他 安雅南剪了个利落的短发 修理的层层叠叠的 一看就是精心设计过的发型 其实他的妆应该是精致又清爽的 可能是刚刚的那些泪水 让他脸上的妆略微有些花掉了 他的身形没变 岁月似乎也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 只是气质里透出了很多自信 安雅南的手上 戴着没硕大的钻石戒指 那石头怎么看也得有三颗拉 他穿着短款的白色貂皮外套 漂亮的发饰美甲 让他的手显得白嫩又鲜长 拎得包是限量版的 Burking 突然理解 为什么安雅南刚刚让我好好看看 轻柔的 下巴 我也转头看着窗外 安雅南听见我的回答哥哥的笑起来 去了那么多年 连下不下雪都这么不确定 你在法国到底在干嘛 我 在法国 哦 对 你说你在法国看病 安雅南没等我说完就把话接了过去 他长叹了口气 然后低着头 在他的包里翻了翻 拿出只女士香烟来点上抽了起来 我抽根烟 你没事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 一个在大堂里四处巡视的年轻服务员 带着笑铐了过来 女士我们这里不让抽烟 麻烦你把烟吸掉 我就抽 你管得着吗 安雅南朝那个小姑娘喊了起来 肯德基里的许多客人都忍不住转头看他 那个小女孩又愤怒又委屈 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 对不起 对不起 她喝多了 我让她吸掉 你先忙别的吧 女孩委屈地离开了桌子 我看着安雅南 把烟吸了 安雅南看着女孩远去的背影 嘴里嘀咕抱怨着 真是的 她把烟按吸在餐盘里 谢盈 我刚刚有没有点你的气势 我不抽烟 抽烟是跟顾明学的 她心烦的时候总抽烟 后来发现 这么一吞一吐的 好像真能把忧愁吐走似的 安雅南打开饮料的盖子 大口地喝起来 她放下杯子 嘴里嚼着冰 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模模糊糊的 不仔细听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跟顾明离婚的时候 她给了我两亿 我买了个大房子 然后天天什么都不干 就在家待着 那段时间总是胡思乱想 想着有一天 顾明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 求我跟她复婚 大概有半年吧 我每天都在自己设计的场景里 想她说 要复婚我要说什么话 有一天 家里吃的都让我吃光了 我懒得出去买就叫了个外卖 我们那个小区的保安 不让那个送餐的进 没办法 我只好自己出去娶了 结果那送餐的看见我 问我是不是保姆 她主要好奇我能挣多少钱 她说 你主人够抠的 连饭都不管 还要自己订啊 我回去照了照镜子发现 我样子还真像个保姆 我当时想 我还不到三十 有上亿的资产 我怎么就混成个保姆样了 后来我就想我得干点什么 不为别的 就为有点是做别胡思乱想 后来 我就开了家主题餐厅 高端定位 当时想赔了就赔了 照着仪一赔 赔光了刘毅混吃等死 就行了 结果餐厅开起来了 生意还挺好 我本来打算开第四家分店的 下午我去那个地段看店铺 跟那个商家去咖啡店 说租地点的事情 刚好碰到你了 安雅南拿出汉堡来 狼吞虎愿地吃起来 我跟你说 我都一星期没好好吃饭了 我在减肥 我下星期约了访谈 专访我的 我为了上电视脸 能显得瘦点 刚才跟你那么一闹 我差点晕过去 饿死我了 能吃的时候 还是好好吃吧 安雅南翻她的包 拿出她的手机来 她随手刷了两下递给了我 你看 这是杂志对我的采访 手机上是她的访谈录 照片拍得挺漂亮 特像一个知性的女强人 文章大概也是如此 说她从一个被抛弃的怨妇 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是新女性的代表 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女性自强不息的身影 挺好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 把手机递还给她 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消费顾明 反正原来没什么人注意到她 因为我总是被采访 好像也有些人关注她了 不过都说她是陈世美 安雅南边吃边呵呵地笑起来 我谈恋爱了 我男朋友长得可帅了 安雅南又翻了张照片 将手机递给我 我看见那张照片愣了一会儿 然后又把手机还给了她 挺好 你看你那表情 你不会以为我 故意找跟顾明长得像的人吧 那我就是喜欢单眼皮的男的 单眼皮的男的 长得都差不多 现一你说句良心话 她是不是比顾明帅多了 我点头说 是 忍不住做了个深呼吸 把头别向窗外 关键她年轻 比我小五岁呢 她呀 别提多爱我了 爱得死去活来的 你看这戒指 就是她送我的 怎么样不错吧 三克拉 六百多万 你说你跟顾明爱来爱去这么多年 她送过你什么像样的东西没有 没有 我很敷衍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忽然又觉得 这么回答 好像对顾明有点不公平 送过我一件毛衣 二十岁生日时候送的 纯毛的大红色 我生日是夏天 结果她送我毛衣 不过她说 是因为反击大优惠 打两折 我当时觉得 她特会过 一直夸她来着 真够没劲的 安雅南的表情有些不悦 她把那个戒指摘下来 扔进了她的包里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一见到你就老想这样 总觉得 我们还在打赌似的 不想丢面子 那戒指不是她送的 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 她送不起 她是我其中一个 饭店的大堂经理 外形我挺喜欢 不过 她总是说爱我倒是真的 女人嘛 还是喜欢听这些 不管她是爱我的人也好 还是爱我的钱也好 反正她是爱我 那我就满意了 跟顾明生活的那些日子 这话我连问都不敢问她 说什么 我觉得我都得难受 你没想过要跟她结婚 结婚 没有 安雅南拼命地摇头 结一次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够了 不过 我挺想跟她生个孩子 安雅南轻叹了口气 我跟顾明的孩子没保住 又泛起了泪光 她转头看着窗外 要是能生下来就好了 我托人去照了是个男孩 肯定能跟她爸长得一样帅 我不知道安雅南 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 她又很准确地刺痛了我 一想起顾明和她 还有过那么亲密的牵绊 心里就不停地翻涌 眼里觉得热热的 希望眼泪别那么轻易地掉下 安雅南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 大概看出了我一场 我不是故意 要跟你说这个 我其实是想说 我们是怎么结婚的 她端着杯子 又喝了很多饮料 你走了之后 顾明到处找你 我看她天天就干三件事 打工 照顾她妈妈 然后就是四处找你 咱们的同学她全问了 她问到我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她终于转身了 有时候 女人一爱了 就变得特别喜欢幻想 大概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 我当时的脑子里 天天盘旋的就是 我要用我的爱为她 抚平感情上的伤痛 让她在我温暖的怀抱里 好好疗伤 她干的那三件事 几乎把她的生活都占满了 有时候 她连饭也顾不上吃 所以我有的时候 会去医院给她送饭 顺道问问有没有你的消息 每次她都是又失望 又伤心的表情 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顾明老是觉得你出事了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觉得你被人绑架了 我当时心想 你穷了八级的 谁绑架你 有一次通病房 那个家属看张报纸 上面写 警察从哪个地方 解救出一些被拐卖的妇女 顾明就跑去 给那个地方的警察局 打电话问 有没有一个叫谢尹的人 你说她傻不傻 你这么厉害 谁能拐卖你啊 你不拐卖别人 就是好事了 安雅南说到这儿 哈哈地笑起来 我很平静地看着她 她大概觉得笑得有些无趣 很快把笑容收了起来 我那天跟她说 你爸妈都在美国 你会不会去美国 找你爸妈去了 我刚说完 她就跟我急了 她说不可能 我说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说 你要想走早走吧 干嘛非要那天走 我当时心里也挺生气的 我觉得顾明这人 喜欢一个人也挺糊涂的 宁愿相信你被拐卖了 也不相信 你出国找你爸妈去了 我就特想让她明白 哪个才是合理的 我说以前你们也没这么落魄啊 你签医院这么多医药费 得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 你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 你妈妈这身体 也没什么盼头 谢颖也不是傻子 你们这种日子 得过到什么时候 谢颖他爸不是博士吗 还是美国的博士 他爸妈知道自己女儿 跟你在这过得这么苦 肯定不乐意 谁不心疼自己女儿啊 是 没准谢颖不是自愿离开的 那他爸爸让他去美国 也是为女儿考虑啊 可能谢颖承受不了家里的压力 所以才走的 你这么激动干嘛 谢颖 你拼拼脸 你说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是不是比他想的合理多了 当时那个情况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我带着微笑点了点头 把目光别向窗外 不想对他的话做任何评价 结果他让我走 说我以后不用 再去医院了 他说他跟我没话 他也不想听我说话 我当时心里觉得 他根本就是反驳不顾 他肯定心里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 就是逃避不想承认罢了 结果就是那么凑巧 你走了之后 他去警察局报案了 可是警察总是敷衍他 他没事就跑去问人家 那次我刚跟他分析完没多久 他又跑去警察局 问有没有你的消息 结果警察说 有你的出入境记录 你去美国了 我猜顾明当时听见的时候 肯定挺生气的 他大概不愿意被我说中了吧 他又跟警察说 不可能 让警察再查 人家警察谁吃他这套啊 结果他一急就把接待他的 那个警察给打了 他打警察倒是不中 就是嘴角裂了 流了点鼻血 警察是吃素的 你打他一圈 人家不得打你十拳一百拳啊 然后还把他给拘起来了 我去他们家找他的时候 碰上怨腾和丁磊了 两人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凑钱想保他出来 问题那时候 那警察也是在气头上 不是你想保就能保的事 我们去问 警察说 没准得判 我们去看守所看过他一次 反正被揍得鼻青脸肿 据说还断了两根肋骨 不过他也没什么痛苦表情 也不说话 怨腾和丁磊 一直安慰他说 没事 没事 肯定能有办法让他出来 他还是那么个死气沉沉的脸 他站起来回看守所的时候 就跟他那俩哥们说了一句 有空去看看他吗 怨腾和丁磊光安慰他 有什么用啊 家里一个是卖报纸的 一个是卖茶叶的 我看他们 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实在没辙 我就回去求我爸了 我爸也不是什么大官 就是个政府部门的小处长 但是好歹能找到人地上两句话 我跟我爸说 我有个大学同学 把警察打了 被关起来了 想让他帮忙把他捞出来 我都不敢跟他说 我喜欢这个同学 我刚一说 我爸就跟我急了 说我堕落了 都跟这种流氓混到一起了 我就特耐心跟他解释 我说我这同学不是流氓 他就是被一个女人欺骗了感情 我们这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一激动 当然容易冲动了 他特别特别孝顺 他妈妈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要不救他 他妈妈就该没人管了 我爸觉得 我是属于好心乐于助人的思想 所以就答应帮忙试试 顾明被关了两个月 后来估计那警察的气也过去了 找的人也有效果了 来来回回打点花了好几万 我也凑了一点 那时候刚工作 钱都被爸妈管着 主要是院腾和丁磊凑的 安雅南说着 我离开后的事情 我的眼睛看着窗外 眼泪一直一直的流 他递给我一张餐巾纸 我很真诚的说了句 谢谢 我也不知道 是为这张餐巾纸说谢谢 还是因为他为顾明做的事说谢谢 总之就是 很想看着他说谢谢 顾明也没因为这件事 对我有特别的好感 他就是有一天 买了点水果 去我们家对我爸表示了感谢 我爸对他印象也不是太好 他刚一走 我爸就跟我说 让我以后离他远点 说顾明看着绝非善来 我觉得 我爸肯定是因为 顾明没像其他年轻人似的 跟他产妹拍他马屁 他就是个小领导 但是他特喜欢别人 拿他当大领导看 他还跟我说 让我小心别因为这件事被他缠上 他说 现在顾明知道了 他的真实身份 没准会想尽办法跟我好 为了摆脱社会底层的命运 我当时觉得 我爸特可笑 他也不是国家主席 还来个真实身份 他不就是个小处长吗 还是个搞后勤的 我当时没忍住就说 他这人特聪明 想法可多了 爸你信不信 他将来肯定能成大事 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爸就跟发现 我什么邪恶苗头似的 朝我大喊大叫 要是让我发现 再跟他有联系 就打死我 后来那十几天 我也确实没联系他 偶尔回问问怨腾 或者丁磊他的情况 主要是我爸查党查的特警 每两天怨腾 跟我说他妈妈去世了 后来我没忍住 下了班 还是偷偷地跑他们家去了 他那天挺憔悴的 胳膊上缠着黑纱 也没什么表情 基本上你走了之后 他就没表情了 我就是瞎关心他呗 问他吃不吃喝不喝 他也不说话 我安慰他说 伯母去世了 让他别太难过 他还是不说话 我们俩就那么坐着 也没什么话说 后来我就问了句 有现影的消息了吗 他终于抬眼看我了 他说他 昨天又爬楼近 你们家了 然后四处翻 最后找到个电话 是你妈妈在美国餐馆的电话 他今天去电信局 给你妈妈那个中仓馆 打了个国际长途 仓馆的人说 你妈妈和你一起 去欧洲旅游了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他说完就哭了 是那种崩溃的大哭 把我吓傻了 我想 他大概终于相信 你抛弃他了吧 他哭也停不下来 我就挺想安慰他的 我就抱着他说 你没现影你还有我呢 然后那天我们就发生关系了 安雅南长长地出了口气 那件事发生了 他就后悔了 他那表情我看得出来 刚刚完事 他还趴在我身上喘气呢 盯着我看了会儿 蹭就从床上起来 然后就那么回头看了我一眼 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 就跑了 连家都不要了 你都不知道 我那天躺在床上哭了多久 我心想 我跟他肯定是不行了 我都已经坐到这份上了 他连点感动都没有 我琢磨 这男的跟不认识的女的 一夜情完事了 还得抱着温存一会儿吧 哪有一句话不说 穿上衣服 就跑的 突然就想起 我爸说他不是善类了 我想 也许我爸说的是对的 一直到我离开 他都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回去 一个月以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一直是纠结了好久 我本来想谁都不说去打了 可是我又觉得这孩子 来得没准是老天的安排 我知道顾明那种态度 是因为他心里 还在琢磨你的事 我想 你走了不回来了 他终归 还是要找个女的结婚生孩子的 找谁也都不是你 那找别人 还不如找我呢 而且 我都有他的孩子了 想了想我就又去找他了 我跟他说 我怀孕了 他就坐在他们家里 抬着眼皮看着我 我觉得他真是疯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 快被气死了 我朝他喊 我说 你去美国干嘛 他说 他想去找谢尹 他想去把他带回来 我说 你穷得跟着乞丐似的 你以为你 跟着哈巴狗似的求他 他就跟着你回来了 结果他跟我说 你不懂 他肯定有事 他肯定是出神妖事了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他说他难受 他想见我 他想让我带他回家 我现在是没钱 我要有钱 我马上去美国接他回来 谢尹这丫头离不开我 还老爱出状况 每次都对我帮他解决 他还老不服气 我记得顾明家里 放了一个圆桌 我当时一生气 把那桌子就都给现了 那是我第一次 拿脏话骂人 我当时指着他鼻子说 他是个臭傻成 我说谢尹跟他妈妈 正高兴着全世界旅游呢 你他妈自己还在这 自作多情地 想着谢尹多放不下你 全世界就没有 比你再傻成的男的了 我说顾明 我就跟你堵这口气 咱们看看 到底是你傻成 还是我傻成 安雅南低头翻他的包 又掏出了根烟 他的手有点抖 他吐了口烟 好像让他的精神放松了 可能也怕服务员过来 继续劝他不要抽烟 他抽得很收敛 手锤在桌子下面 吸烟的时候才拿上来 他的脸上挂着自嘲的笑 看来事实证明 还是我傻成了 接着他黑黑地笑出了声 我没打那孩子 现在想想顾明没疯 是我疯了 我当时想我跟他说我怀孕了 他非跟我说他想去找你 那言外之意 就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呗 我想我就不让他这么顺心 跟我上了床 把我肚子搞大 想让我当没这事一样 他做梦 三个多月 要去见产妇档案的时候 我又去找他了 我一见他我就说 顾明跟我去妇产医院 他也没说什么 就跟我去了 我猜他大概以为 我要他陪我去做人流吧 我有一个远房表姐 在妇产医院必超市 我跟他说 我跟我男朋友准备结婚 可是我爸妈不同意 现在有孩子了 估计我爸妈能同意了 你能不能让我男朋友 进来看看 我做必超 我表姐也不知道 我们俩是怎么回事 就同意了 他看见顾明的时候 还挺热情的 那时候 宝宝都已经成型了 他一直在给顾明指 那个屏幕 告诉他哪是四肢 哪个位置是头 还有宝宝的臀部 后来他还把声音打开了 孩子的心脏声 听着跟小火车似的 我表姐还一个净夸 听 你们宝宝的心跳多有力啊 没准是个特壮实的小伙子 不过现在太小 暂时还不清楚男女 我当时听见就哭了 我看顾明的时候 他眼睛里也有眼泪 他看着那屏幕 一直在做深呼吸 后来检查完了 我跟他说 我说 不管你要不要这个孩子 我都会把他生下来 因为他都有心跳了 我不可能把他杀死 我没那么心狠 顾明看着我点了点头 他说 结婚吧 Chapter 34雪夜 你喜欢他什么 听了安雅南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这个问题 是第一个闪现在我脑中的 这突来的问题 却把安雅南弄愣了 他看了我很久 我也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我想到过很多很多个答案 多到后来 我都不确定 我是不是因为这些 而非要跟他在一起了 安雅南突然拍了桌子 可是谢盈 我必须得告诉你 不管我和顾明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我当初跟他在一起 不是为了钱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没钱 至少顾明得承认 我安雅南也不是爱慕虚荣的女人 他必须承认 安雅南拍桌子的声音 越来越大 周围吃饭的人 又开始转头看他 你小点声 安雅南四下看了看 终于把声音压了下来 他一手撑着额头 用很小的声音 可惜最终 还是用钱找到了心理平衡 我想因为爱情 我一直希望 我是因为爱情开始 哪怕是被爱情伤了而结束 就算是因为爱情开始 因为不爱的结束也可以啊 可是现在周围的人 不这么看我 他们都觉得 我是因为钱 我还得跟人解释 我当初跟顾明好的时候 他穷得跟乞丐似的 说多了 别人又开始 说他是陈世美 丁磊为这事 还给我打过电话 说让我们好聚好散的了 怎么好聚好散啊 本来就不是好聚开始的 顾明跟我一起去我们家 跟我爸说 我们要结婚 因为我怀孕了 我爸打了他一顿 打得挺狠的 把我气得差点流产 本来一开始 就有点流产的征兆 我当时特激动地说我爱他 我除了他谁都不假 我觉得我说这话的时候 挺让人感动的 反正我妈在边上一直哭 想想那时候 我怎么就跟着了魔一样 看他哪都觉得喜欢 大概觉得 他是个有趣的男的吧 我想我骨子里 肯定不是什么淑女 我其实挺想像你那样 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脑袋上的光环太重了 我想又不敢 你没发现 我有时候在故意学你吗 特别想学 怎么也学不像 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 谁都别想取代谁 这是 我也是这两年才想明白的 这怪我爸妈 他们总告诉 我有目标要努力 只要经过努力 就一定能实现愿望的 我离婚的头两年 我一直还想不通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后来 我去找心理咨询师了 他说 我有中度偏执 他说 不能将人定为固定目标 因为人是有思想意识的 我没说 谢盈 我安雅南是个好女人 我只是 选错了对象而已 可是我爱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全身心的不比你差 你承认不承认 我不会逼他去做 他不想做的事 不会看他难过的时候 幸灾乐祸 想着自己机会来了 不会用孩子的心跳声 去给他施加压力 让他必须承担 杀死自己孩子的压力 安雅南疼得从位置上站起来 他看着我大喊着 你好 你伟大 你比我爱他 我卑鄙 我下流 我为了得到不择手段 我无耻行了吧 安雅南把他手里的那半截烟 扔在了餐盘里 拿了他的包 也许是在肯德基里待的时间长了 我觉得手和脚都挺暖的 血下的很厚路有点滑 我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 没走两步 看见安雅南蹲在墙角抽烟 样子实在不敢恭问 不知道他是在学我 或者他就想如此这般 他看见我出来了 扔了烟朝我走了过来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癌症 治好了 短期内可能死不了 你是真的走的时候就生病了 还是 还是 你 我什么 亏心事做太多了 遭天遣了 到国外以后生病了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后者 痛快了 有区别吗 我绕过他 想去路边打车 安雅南紧追了我两步 雪这么大 你打不着车的 我送你回去 他拉了我的胳膊 样子很执拗 我看了看路上的车 都开得极其缓慢 好像的确很不好打车 在我心里有点区别 安雅南掺着我在人行道上 缓慢地走着 我不喜欢你 谢尹 直到现在 我也毫不掩饰 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假装跟你做朋友 你明知道 我电机顾名还假装跟我好 就为了让我能给你拿吃的 我是为了顾名才 继续每周 给你带东西的 你太自私 只在乎你爱的那个人 别人谁都不管 说话伤不伤人 办事妥不妥当 你根本不考虑 我就想 有一天顾名 被我抢走了 我对你一点都不内疚 跟顾名结了婚 我才发现 你们俩是一样的 他打过我一次 你知道吗 我侧头看他 这话的确让我吃惊 我没想过 顾名会动手打女人 他推了我一把 我撞桌子上了 人倒在地上 手都擦破了 我就坐地上哭 想等他给我道歉 他看都没看 我就摔门走了 然后三天没回家 你孩子是这么流产的 不是 安雅南看着我笑 我怀孕的时候 是我跟顾名最好的时候 他从来没对我那么好过 我跟他结婚 我爸妈也不同意 我们俩就领了结婚证 然后我就搬到他家去住了 我爸妈根本不理我 什么婚礼 什么婚纱全都没有 我当时想 反正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等我把外孙子给他们生出来 他们怎么都得疼外孙子 我跟顾名好好过日子 不过跟他们俩说的时候 他们俩也看着我们犯傻 后来怨疼说 那一起吃个饭吧 顾名说不去 他说 我胎不稳 不能太累了 我猜就那段时期 他大概还愿意说两句谎话 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吧 顾名找了个稳定的工作 在一个公司当采购 本来是个总出差的活 他跟公司的人说 他老婆怀孕了 他近期不能离开家得照顾 那段时期 他每天八点半上班 五点半下班 洗衣服做饭 打扫卫生他全包了 一个月挣两千多块钱 他怕我上班对孩子不好 就让我请假在家休息 他每天都给我 带两个水果回来 有时候是苹果 有时候是橙子 有时候是梨 反正每天都能吃到水果 每天都有牛奶有鸡蛋 他中午从公司 骑自行车回来 给我做饭 一婚一素 说实话 我爸好歹是政府部门的小头头 还是搞后勤的 什么好东西我没吃过 可是那段时期 吃他做的饭 就是特别香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排骨啊 鱼鸭什么的 顾鸭从来不舍得吃肉 我加给他 他都被我加回来 他说 让我多吃点 因为我是两个人 我吃饱的时候 他收盘子底 那时候我以为他爱我了 我真的那么以为了 现在想想 你们俩真是一样的人 我以前看他对你挺好 我就想 有一天如果他爱我 他也会对我这么好 我才喜欢你的男人 是不是也希望有一天 你对他们 也能像对顾鸭那么好啊 我觉得顾鸭很有责任感 我是指 家庭责任感 不包括女人 也不准确 不包括他不爱的女人 一个男人对爱的人 好得要命 又对家有担当就够了 足够了 那个时候 我提什么要求 他基本都同意 我晚上必须得让他 搂着我睡觉 不靠在他怀里 我睡不着 睡觉前 我要他给我们的宝宝念书 我差一点就问他 爱不爱我了 现在想想 还好没问 我问他要当爸爸了 幸福吗 他就一直点头不说话 我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宝宝动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醒了 结果发现 顾鸭不在我旁边 我在屋子里哪 都找不到他 后来我开门出去 发现他坐在你们家门口 那抽烟呢 从那天开始 我的美梦就破了 可是我每天 还是装得很幸福 顾鸭也每天 做他该做的事 只是我发现 他晚上常常起来 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在你们家门口 抽会烟 要不就是坐在那发呆 我一直是上 怀孕论坛上发过帖子 我说我怀孕六个月了 可是老公心里 还老是想着他的初恋 我该怎么办 基本上他们都说 顾鸭是贱人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 让我把孩子打了离婚 有的时候都六个月了 打下孩子来 没准都是活的 让我为了孩子 跟老公好好谈谈 有人说 就算离 也得把他扒个金光 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情 后来我想 我们俩的事 变得越来越偏执 大概就从那天开始的吧 有一天晚上他又起来了 我没忍住坐起来 朝他发脾气 我问他干什么去 他不说话 我说我还没睡着呢 你得回来搂着我睡觉 然后他就回来搂着我了 我靠在他怀里哭了 我跟他说 我们都是要当父母的人了 顾明说他没对不起我什么 他就是一闭眼 总想起你们俩小时候的事 在你们家门口坐一会儿 他就能暂时不响了 我坐在安雅南的R8里 他的车开得很慢 路堵得一塌糊涂 他一直暴躁地按着喇叭 这有点天气状况 路就立刻变成停车场了 顾明在法国给你买房子没有 法国堵不堵 我 不知道他去法国找过我 啊 不知道 安雅南发出了这句质疑之后 就开始笑 笑得很大声 你们俩怎么这么乖 难道不是 应该他跑到法国 在病床边拉着你的手 然后你扑在他怀里 病奄奄地说 顾明我没抛弃你 我一直爱你 我是因为得了绝症 才离开你的 然后顾明哭着跟你说 我知道 我也一直爱你 我早就知道 你不会抛弃我 谢影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爱你 我要陪在你身边 一直到你生病的尽头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我每次看这种场景都哭 见证真爱的时刻啊 多余 什么多余 什么都多余 这些话全都多余 他要这么说我就抽他 我光听你说 我就想吐 这些话是说 给你这种看戏的人听的 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去做就行了 难道做之前 一定要通知对方 我要开始做感动你的事了 你要准备好感动啊 我们不跟对方一遍遍强调 我为你做过什么 那不是真正需要记住的事情 你在说谁 安雅南的态度 变得有些不好 我转头看他 说你 你不用多想 就是在说你 安雅南 如果有一天 你要跟我比谁为顾明做的是多 那一定是你赢 因为我为他做过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谢影 你这个人招人讨厌 还有一点就是 有时候你特别自以为是 你那么了解他 你就没想过他会去法国找你 他早就知道 你病了 安雅南的这个问题 让我一时语色 我早就应该想到 其实很多次 他真的就在那里 那些年里 只要我一住进医院 大多数时候糊涂 清醒的时候少 清醒的时候 总是在逃避顾明 在那个时刻会是什么样 就像顾明说的 一闭眼 总是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于是就会觉得特别快乐 想起顾明在那个club里说 我们之间他经历的是全部 而我只记住我想记的东西 我当时并没体会他话里的意思 现在才想到 原来他经历的真是全部 我曾经庆幸 自己瘦的皮包骨头的时候 没让顾明看见我那个惨兮兮的样子 如果他站在我床边哭 那我要怎么样 伸着哭指扳手拉着他说 别为我难过 这种话想起来就多余 我一辈子都不会说 从我生病之后 我就拒绝换位思考了 我拒绝体会顾明感受 如果是他躺在那里 拉着我的手说别为我难过 那我会说什么 我一定会说 我怎么能不难过 怎么能不难过 你原来那么帅 现在跟鬼一样了 什么叫不要为你难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会更难过 然后他看着 我难过就会更难过 于是我们就一个比一个难过 每天这么难过下去 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没想过他 我能想事情的时间很少 每次清醒的时候 只会想以前的事 从不多想别的 顶多会想 居然又活过来了 不知道下次 有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听见安 哑南沉沉的呼吸声 接着又是他暴躁暗喇叭的声音 我想过要离婚的 我不是故意要折磨他 那段时期 我就像是个精神病人 知道顾铭心里总是想着你 我也不好受 可是 那时候我拿孩子威胁他结了婚 结果六个月了 去把孩子打了 还得自己弄个离异的结果 叫怎么回事啊 本来我就把我爸妈气得够呛 结果又被他们说中了 他们也是要脸面的人 我刚嫁给顾铭那一阵 本来就让他丢脸了 他们的同事 还有邻居 还有家里的亲戚 人家都跟他们说 养得那么好的姑娘 真是可惜了 刚结婚的时候 我还想过 有一天他肯定能真爱我 我本来就挺可爱的 后来我自己感觉 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我就想装着幸福 让大家看 我妈有一次来我们家看我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 她一来就挑家里 这不好那不好的 说房子 那么小将来 她来照顾小孩住都没地住 还说顾铭挣得少 没前途什么的 我妈当时问我顾铭 对我好不好 要是她对我不好 咱可不受这委屈 她一那么问 我一下就急了 我就轰她走 一直往外推她 到门口她那么一甩胳膊 说她自己走 结果我就被闪到 撞门框上了 撞得太使劲了 孩子就没了 孩子没了 我伤心了好久 顾铭也没说别的 还像我怀孕的时候 那么照顾我 我觉得我们俩的牵绊没了 当时居然挺怕她提离婚的 说不好什么心态 就是怕她提离婚 我养身体那一个月她没提 后来我就去单位上班了 医生说 半年以后再要孩子 我当时就想 要是能再跟她有个孩子就好了 我没等半年 我在网上查了 有人流产之后 四个月就又怀孕了 还生了个健康的宝宝 顾铭不让我碰她 她自己搬被子睡沙发去了 我问她什么意思 她说她有病直不起来 结果半夜让我听见 她在卫生间里自慰 我当时都快被她气炸了 第二天 我趁她睡熟了 就到沙发上钻她被子里去了 她明明就是好的 她偏说她有病 那天晚上 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她觉得我有精神病 我还觉得她有精神病呢 她说 她怕她提离婚我 非要赌气 就是不离 她一直等我说 既然我不说 那只有她说了 她让我找个喜欢我的人结婚 她说 我明明知道她不喜欢我 还非得要这样跟她较劲 我当时觉得 是她在较劲 我说谢尹明明是离你而去 你偏自己天天想着 她是有苦衷才这样的 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谢尹一辈子不回来 你一辈子不碰别的女人 你要替谢尹守身啊 顾铭说 这是跟谢尹无关 她说 她是因为 反我才这样的 她说她一想起我 拿孩子威胁她 她就从心里反我 我当时跟她说 那孩子哪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顾铭说 这是她这辈子 犯的最大的一个错 她说 她知道我流产的时候 先是高兴 然后是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骂她是混蛋 是畜生 她说她就是 我骂的没错 我说她猪狗不如 还有心里盼着自己孩子死的 她说 这个孩子生出来 就会是另一个她 顾铭说她 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男人 她不会有太多的耐心 去干她不愿意干的事情 她说 如果有一天她因为烦我 烦这个家 而变得天天都不回来 这个孩子 看哪个才是她爸爸 她担心她儿子 不会像她这么幸运 老天不会再安排一个 谢银给这个孩子 Chapter 35折磨 现在想想 我们那天晚上的争论 根本就不会有结果 我就是认为 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你 可是她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的事情和你无关 我们之间的事情 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她要跟我离婚 是因为烦我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 到头来还是为你 对吧 那证明我一开始没想错 安雅南侧头征询我的意见 你最近去看心理医生了吗 你少拿话讽刺我 我听得出来 我一点精神问题都没有 比我出手狠的女的有的是 我故意恶心 她几年算什么呀 就算我接受的是 传统女性淑女式的教育 那我也不是活不撒烂好人 我心里也不痛快着呢 后来顾明便有钱了 我不管她钱从哪来的 就算我问 我估计她也不会说 再说了 我没那么多心思管那些 不过这件事 对于我的婚姻意义 变得不一样了 原来有些人 说我命不好的 可是在见到我的时候 又开始夸我命好了 说我有眼光会看人 找男人专找钱利谷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看结果 我的婚姻 一下又让我爸妈 变得有面子了 他们又开始劝我 好好过日子 别下折腾 我本来就是想 好好过日子的 是顾明不想跟我好好过 他不好好过 大家都别好好过 我猜他那时候 去找过你了 他刚有钱没多久 就出差了 一走就是三个月 一回来 就又开始跟谈离婚的事 我当时就问他 是不是去找你去了 我们还没戏谈 我妈就来了 顾明自己出去了 结果那次我没忍住 就告诉我妈 我们早就开始闹离婚了 我说顾明可能去找他 以前那个女朋友去了 看他的样子 好像找到了 我妈当时特生气 跟我说 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 顾明穷的时候他走了 现在顾明有钱了去找他 他当然愿意跟他好了 我妈说理也行 让顾明彻底净身出户 他要不同意 就闹法院闹电视台 他说 电视上天天都是为 这些调解的节目 把那女的拉出来 让大家看看 小三都长什么样子 那天顾明回来的时候 我猜他喝酒了 没醉但是浑身的酒气 都十一点了 我都睡着了 他把我从床上拎起来 就直接让我开条件 他说 我说什么他都同意 我刚说一条 让他近身出户 他就说不行 我觉得他特可笑 我当时框他 我说 顾明你是不是找到谢影了 我说 要是因为你找到谢影了 准备破镜重圆 我就十项点跟你离 他没说话 没说话就是默认了呗 我一下就火了 然后我就一直骂你们俩 把我能想到的脏话全骂了 我说他注定 就得被你吃定一辈子 我掏心掏肺地对他 不嫌他穷顶着压力嫁给他 还愿意给他生孩子 闹半天 不知谢影几句谜堂话 我说谢影 是不是把自己弄得特 为难当初不得不走的 他又默认了 我说 谢影能不能干点 让我想不到的事 我说他就是个傻子 几千年了 女人骗男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装可怜呗 想不到到了今天还是好使 顾明跟我说你病了 病得很重 我跟他说 你怎么不死啊 病得很重 也得缠着人啊 我说你要是告诉我 谢影死了 我倒觉得 他干了点让我出乎意料的是 以后我每逢初一十五 清明古语的 都去他坟上 给他上三炷香 夸他死得好 我说完这话 顾明就把我打了 他一使劲推我 我就摔出去了 真的手都刻破了 顾明说他自己是个混蛋 他说他自己怎么傻到 用谢影的事去博同情 来弥补他自己犯的错误 其实这是不怪我 谢影 上学的时候 你撞得跟小牛似的 能跑能跳能吃能喝的 跑个八百米女生 谁跑得过你啊 我怎么会知道你真病了 而且 你走之前都还好好的 顾明离家出走了 后来我知道 他在外面买房子了 然后我就去法院 起诉离婚了 我把你们俩都告了 我们俩 当然是你们俩了 他都把我打了 我不得扎他几刀 我妈还帮我联系媒体了 我本来还要把你照片 贴网上的 我还没干这事 顾明先服软了 他要跟我庭外和解 我妈叫了家里 一堆亲戚一起说他 让他认错 他也认了 那时候他心弄的 公司运作得还不错 他们都说顾明有潜力 人长得也精神 他们说 这么年轻 能当富一代 打着灯笼都不好找 说 让我能不离就不离 他说的离 我说 你让谢尹来跪下求我 说他错了 不该勾倒我老公我就离 他说我不可理喻 你放我下来吧 我伸手指了指路边 还没到呢 我怕我控制不住 对你怎么样 你说你要打我呀 安雅南侧头 眨巴了两下眼睛 我皈依佛门了 谢尹 上个月 本来为了生意上的事 找了个清修的佛教大师 结果生意上的事解决了 我觉得他挺灵的 我就又去找他了 他说我得失心太重 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 他好像一下说到 我心里去了 我就又跟他聊了聊 反正现在 我在看这方面的说 他说 我本来是与佛无缘的人 不过佛祖心胸开阔 任何前行向佛的人 佛祖都会接纳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出家 就算出家了 在佛教界 不会有太大修为 我也不想有太大修为 我也没想过 要当得多出名的尼姑什么的 反正就是为了 我心里好受点呗 我觉得跟他聊天 比跟心理医师强 心理医师老想让我吃药 大师说 让我要学会面对和接受 我才看了一个月的书 我的修为还很浅 所以见到你 我还是生气 还是不甘心 慢慢来吧 本来刚刚那么多话 我可说可不说的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都跟他离婚了 他说他一辈子 都不想再见到我 就跟我多想再见到他似的 不过你都病了 而且大师说了 我得学会拿起放下 所以我想 至少把事情说清楚吧 我跟顾鸣结婚这事 你自己去判断 不管你跟他合不和好 那都是你的事 说到底 老天是公平的 比如你 长得漂亮吧 可是性格不好 不招人待见 结果还生病了 可是又有份挺靠谱的感情 我爸纯粹没事自己折磨自己 本来挺好的 非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 不过折磨来折磨去 把自己折磨成的富婆了 可是变成富婆之后 就不知道 还能不能找到真爱了 我在想 我现在对待男女的心态 没准是将来花点钱包 几个顺眼点的小伙子 完完得了 拿你威胁他特别好使 比拿孩子好使 他后来生意越做越好了 我让他给我买房子 他就买了 我说我一个月得花两百万 他也没说什么 我在外面特别给他面子 他说什么是什么 我特关心他老 给他打电话 让他少喝酒注意身体 有时候我知道他带女人 应酬我从来不问 别人都说 我实大体 他倒好 表里如一 见到我和不见 都是不待见 好多人同情我 挺好 反正我是正义 他是邪恶 我自己知道 我跟他带的女人 在他眼里 没什么区别 他说谢尹是另一个他自己 我觉得我跟那些女人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知道他怕什么 那几年 我靠折磨他度日 他又敢说不 我就说我顾思家侦探去查他 把谢尹这件人藏哪了 然后他就不跟我说话了 不过我提了要求 他就都办 虽然他不在家里住 我也知道 他老去法国 一去就几个月 他每次从法国回来 我就去他公司找他 给他的员工买好多吃的 我每次都问他 是不是把你藏法国去了 他说不是 他说是跟法国人做生意 他又开始 但是说他没找到过你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 这借口找得多可笑啊 其实我没我表现的 那么想知道你在哪 我其实还挺怕你的 我想你心里应该知道 我怕你吧 我当时就是想 我不跟他离婚 你们俩就结不了婚 他无非就是怕最后 让你成全国人民眼里 棒大款的小三呗 我知道你是一级了 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我不想把你惹急 你要真急了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没那么傻 我有个表妹结婚 一年生了男孩八斤多 她打电话来跟我报喜 说我也应该生个孩子 可好玩了 她说 姐夫长得帅 我长得也好看 生下的孩子得多好看啊 让我趁年轻 抓紧时间要 那天我被他说得伤心极了 喝了好多酒 打了个车 就去他买的破房子那去了 他也不在家 夜里一点多才回来 我就坐在门口等他 顾名看见我 问我干嘛来了 我说 我错了 让他原谅我 我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想给他生个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 看着我在笑 他说他这辈子 从来没这么恨过一个人 他说他最恨他爸的时候 都没这么恨过 我说 我爱他才这样的 他说我狗屁 他说 你爱我 就是无休止地折磨我 然后站在那看 心里特痛快是吗 他说 要不是因为他还在 我真恨不得杀了你 有一天他要不在了 我就掐死你 再让政府崩了我 然后他就把我关门外了 我敲门跟他喊 要去法院告你们俩 我说你嘴里 那他是谢尹 就是他是不是 然后我就在他那楼道里喊 我说 你们俩可真行 通奸部说 还要把我这原配杀了 你们得有多狠的心啊 三更半夜的 有几户人出来看我们 后来他终于把门开了 他也在呐喊 他说 他说一万遍了 跟谢尹无关 我当时记得特清楚 他跟我说 全天下哪个女人 都能给我生孩子 就是你不能 因为我孩子 不能有像你这么恶心的妈 明白了吧 安雅南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说起来 我可能是有点过分 但是那是因为我喝醉了 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原话 这段我不爱讲 但是大师说了 我得学会放下 其实那天我就知道 我们根本不可能了 关键是我怎么折磨他 我都不觉得快乐 因为他说我恶心 还没一个月 他那个死不要脸的秘书 跑我们家来了 说他怀孕了 我当时想顾名动作可真快 刚说完 哪个女人都能给他生 这就有女人找上门了 我问那个郭瑶 是想让我们离婚吗 他说 顾总不承认 这孩子是他的 我就给顾名打了个电话 说你最好能回家一趟 我说 有个你睡过的女人 到家里要前来了 那天他回来了 那郭瑶在哪儿 哭我也跟着哭 我哭是因为顾名跟我说 我早说过跟他无关 你可以去法院告我们了 我们能结束了吗 我想 我可能是被他逼急了 后来我想 他这么做 也一样背叛你了 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点 我问他 那他的孩子怎么办 顾名说是谁的 让他找谁去 他说他结扎了 就不能有孩子 我问他什么时候 他说很早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怕有一天被女人算计 为了睡女人方便可以了吗 我跟他说可以了 安雅南从包里掏出了一根烟 我转头看了看才发现 原来早就在我们家的楼下了 他一口接一口抽烟 我在那想了想 把我的围巾摘下来 围他脖子上 送你了 什么玩意 我才不要呢 安雅南嫌悟地 把围巾摘下来 扔在了一旁 我自己知道 本来要送给顾名的 安雅南听见顾名这两个字 把那围巾捡起来 对着光看了看 吃得可真够烂的 但马里不送他了 不送了 为什么不送了 吃得太烂了 再练练吃得好的呗 不过这东西 他能带吗 不知了 没那个本事 顾名就不喜欢围巾 一直是我自己喜欢 真要为了给他留个念想 也得是送他喜欢的东西 我要开门下车 安雅南看着我喊 你这破围巾怎么办 你不要就扔了吧 你们俩会在好吗 我弯腰低头看他 和你无关 我像是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再次低头看他 安雅南以后我们 要是在路上碰见 就装作不认识 你别叫我 我也肯定不会叫你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特恨你 就因为我跟顾名结过婚 因为你折磨他 你对他精神虐待 还有下周你上电视的时候 别消费他 你要再把自己设计成 一个特苦城的浴火凤凰 我就明天上网说 女企业家大把花钱嫖男人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嫖了 你刚才自己说的 你要花钱找年轻小伙子玩玩 我是说没准以后 那我就说 女企业家打算大把花钱嫖男人 你混蛋你 我还好心好意的 把事都告诉你 我本来就是混蛋 你一直都知道 谢谢你送我回来 北京交通这样 你还非得子开个跑车 傻吧你 回家了呀 拜拜 Chapter 36归宿 我进家的时候 老妈正在厨房里收拾 我看了眼时间已经快十点了 跟老妈打了声招呼 他应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 他在厨房里喊 顾明刚才来过 哦 那他人呢 出去找你了 你手机关机了 雪下太大 怕你出事情 你要是没什么事 给他回个电话说你回来了 别让他担心了 嗯 我身头向厨房里张望 老妈正在用报纸铺那些橱柜 你干嘛呢 铺上报纸 怕柜子发霉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我轻轻地嗷了一声 想要回卧室 忽然又转头回来 看着老妈的背影 妈 你以前见过顾明吧 见过啊 你小时候 还有你姥姥去世的时候 以前跟你姥姥通信 他在信里偶尔也提 我是说在法国的时候 老妈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会儿 他没看我 没有 哦 我转身回了卧室 想要给顾明打电话 一抬头看着老妈 站在卧室门口看我 有事吗 老妈欲言又止 谢长明问过我的并没有 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他说 让我以后别给他打电话 他会给我打的 那他打了吗 你爸他 有难处 哦 我知道了 给顾明打电话 发现他关机了 抬头的时候 发现老妈还站在那里 想说什么 你都知道了 什么事 那你想问我什么 就是想问 医药费也不是谢长明出的 我天天说 要还他钱 你也不吱声 我家在中间 也很难做 谁的中间 你和顾明啊 我让你跟他说 你是因为病才决定 不跟他在一起的 你不说 你怕他跟你说没关系 你病了 他也要你 我跟顾明说 让他跟你说 他知道你生病了 而且是他帮你出钱看的病 你就会原谅他 不会在意他结婚的事了 他说这是两个事情 爱人之间 一个人生病了 另一个人帮他看病 这是最正常的事 干嘛要把这事 弄得好像多伟大一样 他说 如果是他生病了你 也得想办法帮他看啊 难道还要一边看病 一边跟他说 放心我不嫌弃你 这太可笑了 他说 你们之间 从不说这么可笑的话 我跟他说了你 确实是因为病的事情 顾明说不是 他说 你是因为隔音他结过婚了 本来你回来的时候 都好好的 刚刚提到你们俩 准备结婚的事 你也没反对 他天天都在想 怎么跟你说 那个叫安雅男的事 还没想好 你就先知道了 那你也不跟我说 在法国你见过他多少次 你一次都不提 顾明不让我跟你说 他说你们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多少次我不记得 你一住院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第二天就来 反正 你住多少次 怨他就来过多少次 哦 你说是毕业典礼 他也来过 站在挺远的地方 在那傻乐 后来你跟你同学们 我让他过去跟你合影 我看他挺想去的 他在那由于半天说算了 不想把事弄得那么局促 让你变得特慌张 他可能不想让你知道 你读书的钱 也是他出的吧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忍不住带着埋怨的语气 我又开始掉眼泪了 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 我说 谢尹觉得自己能好 他想去读书 他怕他有一天好了 可是什么本事都没有 什么都不能干 顾明说让你去读 你想干的事 就让你去干 可是读了不到三月 你就又感染住院了 老妈站在边上叹了口气 我一直跟你说我不懂你们 你是我女儿 我心里当然希望你好 有个小伙子真心喜欢你是好事 可是我又觉得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也觉得顾明挺好的小伙子 过得挺不容易的 我有时候还觉得 那个叫安雅男的女孩 简直就是我年轻时候的父子 我觉得 谢长明现在这种寄人 篱下干点什么 都小心翼翼的状况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我造成的 你把他年轻的时候 真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是希望顾明能过几天好日子 那你的状况 也确实不适合嫁给他 我不知道帮着你们谁好 我就想我干脆就别掺和你们的事了 让你们自己解决吧 反正我说什么 你们也都不会听的 心里都有主意着呢 老妈说完 似乎想继续回厨房收拾 你最后一次体检的时候 你跟我说 医生说你没事了 我就告诉他 医生说你没事了 他本来要来法国接你回去的 我说你找了个工作 三个月试用期 你天天都在叨叨 要成正式工 顾明说 那就先让你干一段工作试试 结果还没到三个月 你们就回中国来了 你说 你们要跟五个公司谈事情 中国才跟你那个法国公司联系的 结果第一天你就被辞了 他知道我到中国了 他能憋得住吗 不第一个见他 估计他也得给折腾成第一个 嗯 是这么个道理 我没跟他提安东尼 他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我觉得你是瞎胡闹 我不说出来给他添堵 再说了 顾明眼巴巴的盼着你好 就为了让你 嫁给安东尼那个老头啊 咱们刚搬新地方没多久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还有 还有 我跟顾明说 你不能生孩子的事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 他真是缺行年 居然还在饭店里 问你愿不愿意跟他生足球队 这是怪你 你体检回来 就说你好了 可以过正常人生活了 我也不知道 医生还跟你说了那些话 所以他也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知道了 我给顾明打电话 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躺在床上看着那个显示屏 总觉得他应该打电话来 过了一会儿 一个陌生的号码再闪 刚一接通 就听见顾明在电话里喊 顾奶奶 你手机是用来拍人脑袋的吗 带手机还关机 是什么意思 你手机是用来点烟呢 你也关机啊 我手机没电了 给你打电话打的 你不是好几百万的车吗 那么高级 连个充电的地方都没有啊 我车也没有了 早人好几公里以外了 大雪天 我怕你被拍花子的给拍走 走了半天才 找到个公用电话 那怎么办 没事 我一会儿打电话给司机 你这是什么老板啊 大雪天几点了 打电话给司机 那我打电话给院腾 哎 我抱着电话 忍不住笑起来 他要知道了 会不会骂咱们祖宗八代啊 会吧 那怎么办 对骂呗 我都让你把话题给扯远了 我问你到家没有 嗯 躺在床上呢 院腾说 你有东西要送给我 没有啊 不是 你再好好想想 他真的说有 不可能 他老糊涂了 真的没有 谢盈 你要想送 你就送 多寒沉我都忍了 什么意思 这是院腾的话 他说 你准备要送我一个 寒沉到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 这孙子 不记得他围脖子上 说自己像裴永俊的时候了 嘿 还是有吧 扔了 干嘛扔了 无法忍受呗 我自己看着 都受不了 干嘛逼着你忍啊 我稍微稳定了下自己的情绪 顾明 嗯 你觉得我变了吗 好好说 发自内心的说实话 不扯淡 说实话 嗯 变了 哪变了 能说不好的地方吗 当然了 知道哪不好才能改啊 变自私了 是吗 我的语气有点质疑 嗯 从你走了之后 你就变自私了 比如 比如 你不再像以前那样 想你如果是我会怎么样了 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 你就知道 我心里最希望的是什么 最想做的是什么 可是 你想做的事情 是我不想让你做的 所以说 你变自私了 只管你自己想什么 不管我想什么 我握着电话 一直在沉默 过了好久 顾明 嗯 生病了 病得挺重的 顾明平静地轻轻嗷了一声 我们两个都很安静 我似乎在等待着他 跟我说些什么 可是等了半天 顾明什么也没说 说点什么 想听什么 关于我刚刚跟你说的是 谢盈 嗯 我老了 顾明的语气挺平和 什么老了 就是老了 岁数大的意思 三十出头 就叫岁数大啊 你意思 我也岁数大呗 你从法国回来 都没好好看过我吧 你没发现 我左边的眼角 都长皱纹了 哪有皱纹 我没看见 真的有 谢盈 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看你反正是没皱纹 可是我有 我这整小的睡不好觉 这皱纹要再长几个 估计咱俩一起出门 人家就得说咱俩是老夫少妻了 过不了几年 你准得嫌弃我 我忍不住地呵呵笑 谁嫌弃你啊 有皱纹就有皱纹呗 谁一辈子没皱纹啊 就是这样 你说的那件事 我就是想说这个 心里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 我会说 那我们想办法好好治病 可是其实 我知道 那我只能说 这两个是能一样吗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不愿意发生 可是发生了 又必须面对的事情 谁规定 一个人长皱纹 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 一个人生病了 两个人就要分开 再说了 分不分开是两个人的事 一个人说了不算 顾鸣 嗯 我可能就不了中国足球了 我也许生不了孩子 真巧 刚好 我也生不了 顾鸣说完 呵呵地笑了一阵 是不是觉得 我们俩总是那么配 谢盈 嗯 院腾说 你们碰到安雅南了 院腾说 他打 你了 出门的时候 我又碰到他了 然后我又打了他一顿 打架我从来不吃亏的 你了解我啊 是 你从来不吃亏 谢盈 嗯 我还跟原来一样 可能这样说有点牵强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样的 我没变过 别嫌弃我 谁说你跟原来一样 你的左眼角 都有皱纹了 顾鸣 嗯 医生有没有让你选择 让我生 还是让我死 我法语不好 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在法国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过 要带我回家 就是我躺在那 你拉着我的手 我觉得那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吧 法国又不是你的家 我在中国 你离我那么远 我想你的时候 想跟你说话的时候 怎么办 我肯定是要把你带回来 想你的时候 就能去看看你 跟你说话话 顾鸣 我真不想让你经历这些 真的不想 就算你说 我自私我还是不想 我不想看见你 因为我哭 是我承受不了这些 我怕死 怕极了 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害怕面对那种别离 就是那种 做什么都没有用 必须得分开的别离 那种拉着你的手 明明就是不想放 可是又不得不放开的感觉 一点都不幸福 一点都不 我怎么这么倒霉 老天干嘛 老给我出这么难答的题 别人的日子都好好的 干嘛偏偏 我每走一步 都得向命运挑战 真烦死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越说越觉得委屈 我听见顾鸣 在电话里 长长地出了口气 老天也知道他 这份答卷有点难 所以他派了两个人来答 我不怕 我答了 我觉得我给的是正确答案 结果我满意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你不是一直都比我强吗 我握着电话抽气了半天 还没开口 听见顾鸣打了个喷嚏 我站公用电话 停给你打电话 我还没叫司机呢 不是 是还没叫院藤呢 我俩人都不叫了 我打车回家了 再给你扯下去 我都快冻成雕像了 现在是一天到晚不是家 办公室就是应酬 要不就是坐车里面 我这穿的跟随时准备 接受采访似的 还是丁磊那小子贼 车里还老背着军大衣 不知道一天到晚 跑野地里干嘛去 我明天去找你 你别来找我 干嘛 我要睡觉 睡一天啊 跟我妈出去 随便你吧 挂了电话进厨房的时候 看见老妈还在收拾柜子 妈 别收拾了 怎么了 柜子长矛和报纸长矛 不是一样的吗 反正都是柜子里头长矛 以后勤擦着点吧 睡觉吧 明天跟我去逛街 逛街干什么 逛街当然是买东西了 第二天 我起得很早 还把老妈拽了起来 我跟她一起去理发店 做了头发 又去美甲店做了纸价 我们俩足足逛了一天 衣服鞋子化妆品 买了一大堆 一回家 我就开始跟老妈 搭配起衣服来 老妈基本没什么意见 我穿什么她都说好 后来干脆不问她了 好歹我还有个 奢侈品管理的硕士头衔 捕捉时尚的处决 我好歹还有一些 最后算是基本满意了 正准备收拾的时候 顾铭打来了电话 回家了 逛的怎么样 挺有收获 买了不少东西 谢盈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没有啊 没有 那好吧 没有就没有吧 那我跟你坦诚点吧 我明天准备给你个惊喜 这样啊 那我也给你个惊喜吧 什么惊喜 说了还叫惊喜啊 卖什么关子 你那点小破事 我还不知道 装什么先知啊 就跟你是如来佛 我是孙悟空似的 不说算了 我还不爱听呢 不爱听挂了吧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顾铭也没再打过来 阳光刚照进窗户的时候 我已经起来了 穿上我精心搭配的衣服 很认真的对着镜子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拎着一个小包 走出了家门 屋外的空气格外新鲜 几乎是一路哼着哥离开的家 八年前的那个早上 我也起得很早 也拎了一个小包 只是那时候的心情是在逃 那天我跟一个男人 有一个约定 可惜我爽约了 八年后的今天 我打算去旅行这个约定 心里想着 答应他的事 总算又完成了一件 到达西城明政局的时候 他们才刚刚开始办公 想着顾明的家离这里很近 走路顶多也就十分钟 估计他还在睡觉 不知道要跟他说 这个事情 他会是何种反应 心里多了种期待 掏出手机来刚要打电话 顾明倒先打来了 喂 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天天地喂了一声 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几点了 你们家表停了呀 顾明的态度不好 像是还有点生气 你打错了吧 你是要给我打电话吗 没错 就是你 我招你惹你了 莫名其妙的大早上 劈头盖脸的训我干嘛 还几个小时啊 法航等你一远 什么飞机啊 过什么关啊 装算是不是 有病 还装 你不是今天回法国吗 谁要回法国 行了 我早知道了 安东尼都来了二十分钟了 你跟他在一起呢 谁跟他在一起呢 我在 VIP呢 你给他买飞机票的时候 是安东尼自己忍不住 跟我这儿嘚瑟 说你决定跟他一起回法国 我琢磨 安东尼这大爷的嘴 也实在是靠不住 谢盈 我给你安排了 特牛城一个活动 浪漫法国之旅 全城英俊潇洒帅哥陪同 提供各种服务 只要你说得出来的 我都提供 从精神到肉体 全城头等舱 住宿五星级 顺带内裤一大箱 法国全境陪同恋贪 以实现你儿时 当国际道爷的梦想 怎么样 牛不牛 T三行站楼 二十一号登记口来不来 你这叫什么 你听我的 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门口 一辆例行气质美女 陪同你领政府认证 夹带公章 贴有双人合照 住饭店警察不抓 一是两份的正版结婚证书 以实现你八年前 和这位美女的约定 西城区西之门 南小街二十号来不来 顾明在电话里愣了几秒钟 突然大叫 还是你这牛 等我 马上到